男孩历史两年半总算通关了这个塔坊游戏 一时间他都忍不住在直播间兴奋地大叫起来 这些观众也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能通关这个游戏 原来这是一款以极高难度著称的古典游戏 守护地博 游戏发布十年后的今天 终于出现了第一个通关者 我和大家说过吧 再难的游戏也是为了被攻略而存在 男孩是一个直播高难度古典游戏的主播 在成功通关后他也收到了不少粉丝送的脸 但比起这些更让他感到开心的 是作为职业玩家通关游戏带来的喜悦 不过所有的一切也并非那么完美 在攻略游戏的那些时日 观众们也许是和游戏内的角色产生了叹气 他们希望在最终决战时 所有角色都能生存下来 但结局是 除了主人公卢卡斯 其余的人全都丧命了 但男孩的目的毕竟不是让全员幸存 而是结束游戏 终极Boss以无法入睡的湖水公主为结果 结束了游戏 卢卡斯依然站在那个地方 站在自己打倒的敌方坦前 茫然地站在像山一样堆起来的 友军和敌军的尸体上 男孩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只是一个游戏角色吧 但卢卡斯的背影看起来有点孤单 随着结尾制作人员的名单出现 这两年半的执着也算有了一个结局 但男孩内心却涌现出一股莫名的失落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屏幕上的一条大面 开发商是不是应该给个什么奖 这款游戏之前因为难度太高而饱受争议 最后甚至引来了无数玩家的谩骂 给什么奖就没有必要 这期间和大家一起玩得这么开心就行 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维持自己的这些粉丝 可就在这时 首富帝国这款游戏的总监主动联系了男孩 一时间男孩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因为这一则消息的出现 弹幕瞬间就被引爆 这个自称游戏总监的人 一上来就对男孩表示了感谢 不过他接下来的话就让男孩有些莫名其妙 对我们而言还存有希望 这真是万象 您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资格和能力 请您来这里帮助我们吧 经过短暂的思考 男孩判断这可能是某个无聊的人做的恶作者 不过他相信自己的观众会报警来救他 在他倒下的瞬间 屏幕上守护帝国的暴墓也终于结束了 等他再睁开眼睛时 周围居然出现了大量的魔法 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但这里已经不是他熟悉的房间了 还通关了历史上最难的塔房游戏 但他却被传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他很好奇刚刚听到的声音究竟是什么 下一秒他就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朝着自己飞了 刚刚醒来的他被面前的景象吓滑 除了抱住头趴在地上什么也做不了 冷静下来后他开始分析现在的局势 这里充斥着战争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问题 就在这时他身边的士兵发射了火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男孩又呆在了园底 可下一秒他的身边再次传来一声巨鲜 可恶 你们这群人差不多就行了 但他很快就被眼睛的景象吓了一跳 无数穿戴整齐的士兵矗立在他面前 他们似乎正在抵御城墙外的某种东西 他意识到这可能并不是某个人的恶毒 但他还是很好奇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看着士兵们在城墙上忙碌的声音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处在一场战争中 就在这时一旁的士兵注意到了 他一边奔向南海 一边还叫着皇子殿下 皇子殿下 您的身体没事吧 南海下意识以为是敌军攻上了城墙 他被面前持剑的士兵吓得连连后腿 但这个时候士兵却主动对了起 请您饶了小人的性命 皇子殿下 南海很好奇 面前的大叔为什么突然这样 这位先生 您要不先冷静一下 但他话还没说完 就有一道强大的魔法直直飞了过来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被这道攻击直接命中 他很好奇 刚刚的那个难道是星形的炸弹吗 他很快发现 被命中的那片区域正燃烧着绿色的火焰 这边是这边 突袭兵上了 南海连忙望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挡住一定要挡住 不能让他们上了 可下一连 站在城墙边的士兵就被冻穿了身体 南海还是第一次 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如此恐怖的话 但这并没有结束 越来越多的士兵在他面前倒下 他不禁好奇 内堵城墙后面到底有什么 不过很快他的好奇心就得到了门 因为一只硕大无比的蜘蛛已经爬上了城墙 站在了他的面前 下一秒蜘蛛便对着南海发出怒口 南海也没想到士兵们居然在与这种怪物对着 突袭兵上来了 快挡住他不能让他躲 但在这只蜘蛛面前 士兵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南海也因为恐惧根本无法动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只怪物一步步 跑向自己 眼看蜘蛛的力爪就要命中南海的瞬间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金法骑士 仅仅一剑就将面前的蜘蛛轻易斩杀 皇子殿下 您居然想否定事实 您的反应也太老头 不是吗 不过南海显然还没从刚刚的恐惧中访过来 皇子殿下 您怎么成这个样子 您是哪里受伤了吗 南海总觉得面前的这个男人有一点熟悉 他突然回忆起曾经陪伴自己两年半的游戏者 你难道是卢卡斯 听到这话的瞬间 男人的眼眶就湿了 果然 皇子殿下您伤到头了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 因为您终于叫我的名字了 当了您一辈子的护卫骑士 您也没记住 可如果面前的男人真的是卢卡斯的 那南海如今身处的世界 就是守护帝国游戏里的世界 南海穿越到已经被自己通关的游戏之中 但他却根本开心不起来 因为这款游戏 是要把疯狂涌进来的怪物拼命抵挡住 史上最困难的塔房游戏 他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进入游戏世界之中 皇子殿下请您先冷静下 现在朝我们涌过来的是黑蜘蛛军团 虽然阵地前沿现在沦落在即 但日落之后敌人就不会出没了 现在距离太阳下山大概还有30分钟 不管怎样 请皇子殿下一定要挺到那个时候 南海不知道卢卡斯为什么要保护自己 还有大家为什么都叫他皇子殿下 他很好奇 自己现在究竟是谁 经历漫长的等待后太阳终于下山了 怪物撤退后士兵们便开始清理战场 日落开始了 黑蜘蛛军团也正在撤退 皇子殿下您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 不过南海却望着城墙下一岩步 那里已经堆满了黑蜘蛛的尸体 但明天那些怪物依然会踩在同伴的尸体上 好这里有 卢卡斯 现在是什么时间 这里是哪里 今天是帝国立649年2月的最后一年 这里是要塞城市 克罗斯罗德的前沿阵阵 那么明天就是649年3月1日 而这一天就是南海在过去的两年半期间 玩过无数次教程的时间和地理 这也意味着南海就是这个帝国的三皇子 艾士邦赫特艾伯伯来 没错呀殿下 您为什么一直要说这么奇怪 原来帝国的三皇子是个出了名的疯子 要塞城市的大部分兵力都是因他而复免 而且最重要的是 艾士会在教程中迎来最惨的结局 这个游戏之所以被称为最难的塔防游戏 就是因为它同时拥有最高难度的地域等级 和无法读取存档的铁人模式 唯一通过了地域铁人模式的艾士 有自信通过所有关键 但除了这个教程的时间和地理 因为这个场景是绝对无法通关的 游戏设定的这个教程就注定无法胜养 因为故事 是在卢卡斯独自从怪兽的进攻中脱身开始 一共会进行三年的这个游戏中 黑蜘蛛军团是到了两年的中后期 才可以被狩猎的怪兽 但如果刚开始就面对这样的怪兽 即便是拥有通关这个游戏的经验 知道所有隐藏的技巧 艾士仍旧想不到可以通过教程的方法 而且这群蜘蛛的等级不仅高的离别 数量也达到了一千多只 而艾士唯一能用的 就只有一门S2的神器古代马内部 但越是这个时候 艾士就越要强迫自己冷静下 作为职业玩家艾士清楚的知道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妙招有出路 他要找的就是更高一点点的概念 和再好一点点的方法 终于艾士找到了唯一能存活下去的希望 通关了地狱铁人模式的最强玩家 却在游戏世界遇到了绝对无法通关的新手教程 敌人不仅等级高达55级 而且数量还有一千多只 但艾士能使用的却只有一门S2 可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他找到了自己唯一能通关的机会 艾士当即来到门外寻找卢卡斯的神尼 你马上去帮我召集我的直属团队 您是说殿下的直属部位队吗 您之前从未召集过 怎么突然 废话少说 赶紧给我叫过来 因为我想到了能扭转这个局面的方法 很快这些人就齐聚在作战指挥室内 除了卢卡斯之外 艾士的直属部位队还有三位成员 这些人都是艾士无比熟悉的面目 拥有超高火力的火系魔法势力 一个凶神恶煞的骑士凯恩 还有这个戴着眼镜的祭祀德米安 艾士已经在新手教程中 看过无数次他们丧命的场景 话说回来 他怎么蜷缩在那里 与其他三人不同 德米安一直蜷缩在角落扑起 德米安是因为今天失去了队友才会这样 请您谅解 其实在游戏教程中 德米安也一直处于异常狂 所以他常常还没发挥作用 就已经丧命了 从现在开始我会说明 在明天的战斗中 各位要执行的任务 首先是作为团队主要火力输出的利益 他要担任盾牌作为主力坦克 抵挡蜘蛛的攻击 那个皇子殿下 我是一个魔法师 接下来是盾牌骑士台 他是通过广域挑衅吸引敌人视线 用身体抵挡攻击的坦克 但他的任务是潜入到敌军阵营中扰乱敌人 最后就是治疗师德米安 从现在开始他将担任团队的狙击手 而卢卡斯则需要指挥剩下的士兵 维持前线 听完艾师的分配 所有人全部沉默 该死 你那也能叫作战方案吗 因为您错误的指挥 我们已经陷入绝境 如今您又说出那种话吗 现在你面对的是皇帝的 也是这前线的总司令官 我再问你一遍 海恩 难道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 毕竟艾师在众人眼中一直都是一个疯子 而且想要通关教程 就一定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去战斗 在众人看来 艾师的作战计划不寻常且无谋 所以艾师现在必须让他们不敢吭声地追随 只见艾师猛的一刀插在了莉莉身上 我相信大家都有完成任务的能力 不是吗 一时间所有人全部呆在了原地 在众人眼中魔法师是非常重要的战斗物 所以战斗之前就伤害魔法师的艾师 根本不能让大家幸福 可下一幕 莉莉身上突然燃起了火焰 一时间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所有的教程角色们都有独特的隐藏特性 而且与他们的作用还正好相同 莉莉你小时候被刀具割伤过了 就是袭击过村庄的哥布林曲 在那个事件之后 你便获得了火花皮肤这个特性 只要你魔力还有富裕 就可以躲避所有的物理攻击 我说的没错吧 莉莉 帝国的三皇子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指挥官 他不仅让拥有强大火力的魔法师去担任坦克 还要让笨重的盾位骑士悄悄潜入敌人后方 甚至连戴眼镜的祭祀 都要被迫担任狙击手一指 原来莉莉有着火花皮肤的特性 只要蓝量足够就能免疫物理攻击 虽然在游戏中这是无比鸡肋的 但这里是现实 只要能活用这些特性说不定就有通关的希望 对不起莉莉 刚刚我用了非常野蛮的方式来证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你小时候是个小毛贼吧 出生在贫困家庭需要善养的家人 生到歧视的位置你也挺不容易的 凯恩不知道为什么爱诗这么了解自己的过去 重要的不是我为何知道 而是你在战斗中能做成 原来凯恩的特性是小毛贼的生存法 只要他的血量足够就能瞬间脱离旁人的世界 只要你想就可以隐身 也就是可以躲避旁人的视线藏起来 你是选择回答我 还是想让我再证明一次 不不用了 这种事情不用证明 我可以做到 那最后就只剩下德米安了 而且德米安是这个作战方案中最重要的一个 你的势力特别好 所以你才能看清朋友丧命的每一个细节 单是我老家的朋友 他和我来自同一家孤儿院 但他却为了在战斗中救我 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 皇子殿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 您是有什么崇高的目标吗 还是觉得像我们这种建立 就是给位高权重的人助兴 请您把我的朋友还给我 也许在您眼中单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士兵 但他陪伴我一起长大 是我最好的朋友 爱诗并没有反驳 只是将手搭在德米安的肩膀上 埋怨我把德米安 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憎恨我 你的朋友是为了救你才丢了性命 难道你要像这样什么都不做 等着丧命 因为你面前这个垃圾一样的指挥官 所以你就要放弃朋友 为你舍命犯来的希望吗 你应该去挣扎 应该向我复仇 应该消灭这里的蜘蛛活着出去 再让我吃点苦头才对 德米安你告诉我 你想消灭那群蜘蛛吗 想消灭我这个 让你失去朋友的指挥官吗 德米安沉默了一会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众人眼中 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艾斯并不在意 我和你承诺 只要你能活着出去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我一定丧命在你的手里 听到这话 卢克斯还想上前阻挡 却被艾斯拦了下来 如果作战失败 我们所有人都会丧你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 我会把这条命留给你 这是以皇族的名誉做出的承诺 因此哪怕就明天一天也好 按照我的命令行动 艾斯很清楚 当然失去活下去的希望是 憎恶也能成为一种动物 即便德米安憎恶的对象是他自己 而抓住活下去的希望 艾斯不惜以皇族的名誉做出承诺 将自己的性命任由德米安处置 我不会惦记 因为我致命的判断失误 所以我均正处于 全军覆没的危机之处 但如果按照我的方案行动 就可以驱逐那群之处 即使希望非常渺茫 我们也仍有一丝胜算 所以就这一次 你们愿意相信我并追随我们 这一刻 哪怕他们面前的指挥官 是臭名昭著的三皇子 但众人的神情依然无比坚定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魔兽又重新开始活跃了 蜘蛛军团来了 魔兽们涌进来了 这样真的没事吗 不要担心 按我的吩咐去做就行了 这次的作战方案非常简单 就是在团队成员们 争取时间时 寻找给他们下达命令的蜘蛛女 然后用这个马内炮 炸掉女王的脑 摘掉一只具后 艾斯还给他强行增加了魔力 就算对方是女王 也一定能成功制服 唯一的问题就是 女王的位置一般 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好在艾斯拥有一个技能 绘制地图 这个技能可以扫描 一定范围内的第一 并以小地图的形态 出现在使用者面前 虽然第一次看到 这个能力值的时候 艾斯自己被吓了一条 但幸好剩下来的 这个技能作用非常高 可艾斯很快发现 地图上竟然没有出现 Boss怪的标记 这就意味着 蜘蛛女王距离这里 还非常遥远 与此同时凯恩 已经准备一个人出场 虽说临走的时候 艾斯已经将药塞里 所有的体力药水都给他 但凯恩心里也不清楚 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而莉莉的任务 则是当蜘蛛进攻到炮台时 用火花皮肤堵住路口 虽然莉莉害怕得全身发爆 但他依旧在为自己打起 我一定可以做到 与此同时 卢卡斯已经站在了 要塞的城墙之上 在他的指挥下 所有士兵全都准备完了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要拖延世界 直到殿下击退女王为止 看到艾斯已经出现在了炮台之上 他还以为那边已经做好了准备 卢卡斯当即下令 对着面前的魔兽开火 一瞬间 炮弹和静鲁如雨点 般落到蜘蛛群中 卢卡斯则向艾斯 发出了一切顺利的信用 但他并不知道 此刻艾斯的脸色非常难看 但身为指挥官 他必须冷静下来稳定军心 而且教程的目的并非消灭王 所以没有标记出现 也不足为奇 就算这次是魔兽的总进攻 也一定会有预备队 在后方防备突发撞 而蜘蛛女王的位置 一定会出现在那里 德米安 Boss的位置在那边 你能看到吗 要知道艾斯手指的位置 是一个连敌人影 都没有的地方 我看到了 好像是原地不动的蜘蛛群 其中一定有蜘蛛女王 你能找到吗 您说的女王 是上半身长相的 下半身是蜘蛛的怪物吗 长等级和数量 都相差悬殊的战斗 一个戴着眼镜 却要负责远程狙击的治疗师 这一切听起来都是如此的荒谬 但却已经是这些人们唯一的希望 旋转大炮方向是西南天南 精确的角度 就交给我和德米安 马娜补充完毕 您随时可以开炮 德米安 抓住他 由你来瞄准女王的脑 皇子电信 我没有信心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您突然让我担任 德米安 就算你打歪了也没有关系 所有的责任由我来分 就算你失败了 所有的一切都毁掉了 也没有关系 全部由我负责 你只要拉动扳机就好 只做那个就可以 这样你就可以为你的朋友 报一半个仇 听到能为自己朋友报仇 德米安毫不犹豫拉下了扳机 只见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炮口远出 直直飞向了远处的平原 随着一朵蘑菇云缓缓升起 一声巨响也传到了众人耳中 怎么样 这发炮弹命中了吗 命中了 我们精准地攻击了怪物们的正中间 一时间无数老兵围在了德米安周围 即使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 他们也毫不吝惜自己的发展 原来德米安的特性是千里 只要他们看到 就一定可以命中 原本他是在游戏中连武器都无法装备的决定 但如今却在战场上大显身龟 一时间爱诗都对自己的计划等到自豪 可他很快发现 蜘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按理来说如果女王被干了 蜘蛛们应该会退去才对 想到这里爱诗立刻拿起望远镜 开始查看情况 刚刚的炮弹的确精准命中了女民 可挡在女王前面的蜘蛛 帮他分担了太多伤害 受到攻击之后 女王发出了一声怒哭 一瞬间所有的蜘蛛群 都朝着炮台的方向远走 画面一转在药塞外的树林里 凯恩随时携带着药水只剩下一瓶 他只能躲在树后 祈求蜘蛛不要发现自己 在女王下令之后 蜘蛛们全都掉转方向 现在已经是凯恩能够逃跑的唯一机会 他很犹豫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 与此同时 德米安已经射出来第二发炮弹 虽说这一次 他们同样精准命中了蜘蛛女王 但那些蜘蛛依然没有停止性 这就意味着女王还活着 如果是游戏场景内的蜘蛛女王 应该只需要神器的一两炮 现在却硬扛了两炮后还毫发无伤 如今马内炮最多还能使用三次 德米安眼睛的副作用也开始出现 现在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中心城墙还支撑的嘴 但就在这时蜘蛛军团的工程兵来 而且还出现了游戏中从没见过的场景 所有的蜘蛛开始用身体撞向城墙 一定要拦住它们 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工程的蜘蛛上 可即便是所有炮弹都打在了工程兵之上 它最后还是顺利来到了城墙前面 就这样 城墙倒塌了 工程的蜘蛛用身体为同伴开辟了一条道路 蜘蛛军团如同潮水端有的进步 作为一个资深游戏玩家 艾斯从没见过这样的工程方式 所有人拿起武器 我们去一层支援 有了卢卡斯的帮助艾斯很快冷静下 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向女王开炮 我们必须在那些家伙到达炮台之前 消灭女王 就这样 在马内装填好之后 德米安发射了第三瓶 由于千里眼的副作用 他的眼睛早已不满血丝 虽然这同样击中了女王 但女王仍然还活着 不要犹豫 立刻装填下一发炮弹 与此同时卢卡斯已经来到了战争的最前纪 他们不会直接到达炮台 但艾斯很清楚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虽说这种情况在游戏中出现很多次 但如今数字每跳动一次 都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他面前消逝 红伴的悲鸣和空气中弥漫着的血腥味 也在不断打击他们的士气 而且麻烦炮了大功 士兵们正用身体在让他冷却 卢卡斯身边现在也没剩下几个士兵 如今艾斯根本想不到能扭转这个局面的方式 你们这帮该死的怪物 我在这里 快看我呀 艾斯很快注意到了怪物群中的凯恩 此时他已经喝完了最后一瓶血腰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是帝国的骑士 凯恩 几乎一瞬间 所有怪物全都朝着凯恩勇去 这恐怖的景象让他一阵头皮发麻 没错 你们这群该死的家 快来追我呀 凯恩看到面前有一块石头 只要到了那里 他就能使用自己的特性 你们就仔细找找我到底在哪 话音未落 凯恩就发动了小毛贼的生存法 等一下 凯恩 你剩下的体力 可如今没能发动特性的凯恩 已经被蜘蛛包围了 该死 我就知道不应该相信你的 就这样 凯恩被怪物残忍地撕成了碎片 哪怕艾斯远在炮台上 都能很清晰地听见可怕的饲养声 因为艾斯的指挥错 一个人珍贵的生命就此结束 凯恩拉远了我们的防线 任何人不准后退一遍 男人身为帝国的骑士 却是胆量最小的人 哪怕是他独有的特性 也是专为逃跑服务的 可他却主动放弃了逃跑的机会 在怪物涌进要塞的那一刻 他回来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是帝国的骑士 凯恩 他用自己的生命 为士兵们拉远了防线 这里的所有士兵 都因为艾斯的一句话 失去了生命 之前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他常常会根据情况 将友军作为诱饵抛弃 因为这款该死的游戏 就是这样设定的 如果想要救下某人 得到某个道具 完成某个辅助任务 达成某种成就 就必须付出一些人的生命 当时的艾斯从没对这些事情 有过任何怀 但如今他明白了 之前做的那些事的意义 也明白了所有死亡 都是令人痛苦 该死的怪物 我叫你们停下 但这些怪物并没有停下 只靠喊叫 是无法让怪物停下来 就在这时一柄利剑 直直命中了怪物的身体 放肆的东西 竟敢觊觎殿下 殿下您没事吧 刚刚的怪物没伤到您吧 看着摇摇欲坠的怪物 艾斯明白了一件事情 想要让怪物停下来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所有人倒下之前 将其彻底消灭 殿下 第四发炮弹已经装好了 不过炮身已经不能在 德米安 你还可以开炮吗 我还可以的 殿下 此时鲜血已经顺着 德米安的眼角流了下来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发射了炮弹 由于德米安千里眼的特性 炮弹直直朝着女王飞去 见此情况 无数蜘蛛朝着炮弹扑去 企图用生命帮女王挡下这次攻击 好在最终炮弹还是精准地 射在了女王头上 但该死的蜘蛛女王 依然还活着 随着女王的怒吼 传到炮台这边 士兵们仿佛被抽干了力气一样 摊坐在地 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 对女王毫无作用 炮身也已经到极限了 再发射一次大炮就会自爆 反正现在我们已经走投无路 不如放弃了 虽然艾师不想承认 但是事摆在眼前 大炮的炮身激进损毁 防线也已经彻底沦陷了 就连炮手也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一切都该结束 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 还没有结束 我们刚才的攻击绝对有效 女王的外皮已经全部脱落了 艾师没想到 看到这一幕 卢卡斯激进疯狂 随着炮台的崩崩 艾师知道一切都结束 可迷迷糊糊之急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身影 在炮台崩塌的时候 卢卡斯帮艾师挡住了砸下来的巨石 他炮的炮身激进损毁 防线也已经彻底沦陷了 就连炮手也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侦察兵发现了希望 蜘蛛女王的外皮已经脱落 可随之而来的攻击 让炮台彻底被摧毁 就当一切都要随着艾师一起 堕落深渊的时候 卢卡斯帮艾师挡下了身后的巨石 殿下您没有受伤吧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才对 殿下您还记得吗 那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 但艾师并不记得 因为他只是附身在这具身体上的 一个游戏玩家 您第一次将我分为护卫时 对我说的那些话 虽然我无法成为皇帝 但我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帅气的 所以作为我护卫的 也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帅气的骑士 尽管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 但您的话特别触动我的心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所以殿下 我相信您 事情都变成这个样子 你还要相信我吗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可话还没说完 卢卡斯就被压在了废墟之中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艾师将卢卡斯救了出来 他很清楚 卢卡斯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公 他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救赎 所以绝不能在这里倒下 但眼下更重要的还是先掌握好战区 一番寻找之后 他找到了士兵和马奈马 这些人虽然都晕倒 但好在并没有受到致命伤 不过艾师很好奇 为什么自己还活着 那些蜘蛛又去哪里了 殿下 我终于等到您了 这些蜘蛛 我全都帮您挡下来了 我们还没有输 对吧 艾师刚想过去 却被莉莉拿了下来 我已经撑不了多久 但是我还可以暂时堵住入口 攻城的蜘蛛很快就会破墙涌进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请您加快速度 至少不要让我们 白白牺牲 艾师此刻只能咬紧牙关 不让泪水流出来 泡兵 还愣着干什么 装上最后一发炮弹 可是殿下 我之前已经和您说过 炮身的耐久度 已经超过了零件 发射的瞬间 大炮就会爆炸 反正这样下去 我们也会被蜘蛛的力争刺穿 与其座椅代币 不如拼死一步 您打算如何瞄准 我们根本看不到 而且也没有可以描淡美容的事情 大炮的炮架也已经稳粹 大炮可以用手抬着 我们不需要瞄准 只要德米安射出炮弹就可以 快去装填好最后一发炮弹 这是命令 虽然爱是不懂千里眼的原谅 但现在除了相信 他已经别无选 德米安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再发射一次就好 请你再努力一次 皇子殿下 我们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 反正无论我做什么 结果都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只要你再打中一次 就可以消灭那个怪物 我不是说那件事 就算我再扣下扳机 消灭了那个蜘蛛女王 可那又能改变什么呢 身为魔法师的莉莉 为幸存者挡下了所有蜘蛛 她用自己的身体 筑成了守护希望的高墙 但爱是没想到在这最后关头 德米安的信念彻底崩塌 她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有 我的朋友班已经不在了 不管我如何报仇 她都不会回来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拼了命的努力 世界也只会从我这里夺走一切 我不想继续 不想再活得这么累了 我也想去班的身边 德米安 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合理吗 哪怕拼命度过了眼前的危机 你也仍然觉得 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你别傻啊 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这个世界存在难易度 那它一定就是地狱级别 这里到处都是不合理和不相化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件事 是按照我们意愿发展 但这就是世界 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吗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凄凉的环境之中 难道就因为这样 我们就要放弃进攻吗 你选择想要甩手放弃 然后漂亮的离开 好好看看你的周围吧 我们必须进攻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我会继续战斗 我会不断思考 并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果你想要放手离开的话 那就现在用这把剑解决自己 但如果你是没有勇气 自我了结的担枭 那就成为我的扳机 不要再寻找已经不在的朋友 可以让你行动起来的人 只要有你的主人就足够了 不要再赋予自己生命多余的意义 你是我在象棋中的跑 是我手中的枪 我的扳机 这就足够了 就在这时 爱是觉醒了被动技能 不屈不挠的指挥官 这是命令 我的扳机 去握住那该死的跑 炸飞那该死的怪物 皇子垫心 遵从您的命令 最后一发炮弹已经装好了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让炮身冷却下来 冷却不了就不要冷却 我来抬 炮身非常胖 您直接接触的话 肯定不会是普通的烧伤 和丧命后进入地狱乡 不如活着被烧伤 德米安你准备好了吗 皇子殿下我看不见前面 没关系 我的手已经没有知觉了 没关系 我会为你抬起大炮 你只要扣动扳机就可以 快 快去帮助殿下 就这样幸存下来的人们 抬起了这滚胖的西云 但就在这时 攻城的蜘蛛打破了城墙 德米安 为我拉下这该死的扳机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最后的希望被发射出去 炮弹直直朝着远方飞去 此刻蜘蛛们 已经将幸存下来的人 团团为主 但他们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气 毕竟这就是一件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在坍塌的炮台下 朝看不见的敌人发射炮弹 但炮弹却精准地 射向了蜘蛛女 无视高低 无视距离 无视遮挡视野的 无数只怪物 就好像被内定好的 结果再现一样 炮弹精准打在 蜘蛛女王的脑袋上 非常利落地打掉了他的脑袋 所有人的努力下 最后一颗炮弹成功 命中了蜘蛛女王的脑袋 临死之际 爱诗回忆起了 自己的第一个粉丝 哥你太厉害了 你是怎么通关的 他的大脑现在一片模糊 已经记不清 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他 下一秒 一阵刺痛将爱诗的意识 拉回现实 皇子殿下 您最好还是先尽养一段时间 虽然德米安已经用魔法 对您进行了治疗 但您的烧伤很严重 所以还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彻底恢复 您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 我还以为您永远都不会醒 想不到我们居然活下来 这都是托宁的福 女王被消灭后 蜘蛛军团就停在原地了 皇子殿下我们做到 我们胜利了 赶来的志愿兵将我军的尸体回收了 还处理了那些停住的蜘蛛 现在差不多快整理完毕了 您这次的伤势很严重 等我们回到克罗斯罗底 您需要访问神殿一趟 不过就算彻底恢复 应该也会留下不少伤疤 伤疤和性命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莉莉你怎么样 你的伤势 在我魔力消耗完的那个时候 有一个蜘蛛滑到了我的后背 可能是伤到了腰部神经 所以我的下半身不能动 不过殿下您不用担心我 因为能活下来我就已经很开心 幸存者包括五能炮兵 还有卢卡斯 德米安以及我和你 这就是所有 要知道在最后一次战斗前 他们还剩下数百人 所以碍事很厚 如果当时自己没把这当成游戏中的教证 如果自己能再仔细想一想更好的办 是不是可以让这些人多一些活下来的希望 皇子殿下您不用太自责 您不是神 在那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救下所有人 您已经尽力了 可最初是我将兵力带到这里来的 谁都没有想到 怪物们会时隔几十年再次大规模移动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您依然带领我们营下了这场战斗 所以我希望您不要再自责 就在这个时候卢卡斯猛地拉开门镜 殿下您能醒过来真是太好了 您有哪里不舒服 我这就去把德米安叫过 你应该也伤得很壮 这样走来走去真的没事吗 您不是知道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强壮的家伙 我在这段时间还制作了牺牲人员的名单 虽然有一些人的尸体还没被整 但能够回收的尸体已经全部整理完毕 那带我去看一看吧 两人文言连忙阻止爱尸 他们是因为我的指挥牺牲的 我必须要去 卢卡斯你过来扶着我 就这样卢卡斯背着爱尸来到了城墙边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 两人也没想到德米安会一个人站在这里发呆 皇子殿下 您终于醒了呀 你的眼睛怎么样 我已经没事了 从昨天开始就能慢慢看清东西 现在几乎恢复了正常的事 要知道这里所有的伤员都是德米安治的 这就意味着 他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使用的恢复魔法 经遇到一点挫折就会放弃的少年 在经历过这场生死大战后 他稚嫩的脸庞上出现了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城市 在爱尸昏迷的三天里 他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为所有士兵治疗了伤势 爱尸很清楚他在这场战斗中吃了很多苦力 德米安 这次的作战多亏了你才可以成功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给你花不完的钱 并且以后也不会让你出现在战斗中 最初你的身份是一个佣兵 但以后你就自由了 皇子殿下您不是说过吗 我是您手中的枪 而且我想知道那些怪物的问题 他们又为什么要造出那些怪物 我也不希望再有人像般一样在我面前死去 所以请您让我留在您身边 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得跟着我 因为在悼念死者的地方需要一个祭祀 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起 可能没有比当时更好的作战计划 而且已经过去的事情 就没有必要再纠结于其他可能性 既然做出了选择就必须要接受结果 艾斯能做的 就是将这份压力扛在肩膀上继续前进 简易葬礼结束后 将所有尸体回收并拟锁 在克罗斯罗德每年都会出现数万名死者 他们的生命甚至不如葬礼之前 克罗斯罗德的西边有一块空谷 我准备将所有人葬在那里并悼念他 并且把每年二月的最后一天 定为悼念他们牺牲的日子 艾斯怎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这些人 也是为了那些曾在他重复玩游戏数百次期间 被丝毫没有负罪感的他结束生命的所有决策 这是玩家古典爱好者的一种赎罪方式 卢卡斯 我不会再失败第二次 我绝对不会 再失败第二次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回到我们的大本 克罗斯罗德 就这样在支援兵的护送下 众人踏上了回程的女活 在马车上待了三天以后 艾斯终于憋不住了 卢卡斯 现在到底距离克罗斯罗德还有多远 这三天里卢卡斯的回答从没辨论 殿下我们马上快到了 您再等一下 由于实在太过无聊 艾斯便开始查探自己的系统面 虽然这个角色的能力知己差 但好在到了5级之后 就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 而且这个游戏内的所有职业 都可以被选择 不过艾斯却发现了一个 自己从没见过的职业 他很好奇这个职业的特性是什么 在上一次战斗中 他得到了一个被动技能 不去不挠的指挥官 这个技能 可以帮助半径10米内的友军 免疫精神异常状态 虽然效果很不错 但在初期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精神异常魔法 是后期才会出现的东西 正当他由于要不要选择 指挥官这个职业室 殿下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克罗斯罗德 艾斯朝着窗外望去 一座巨大的药塞 赫然出现在他的影子 这座城里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亡 他们的性命 甚至还不如一场葬礼之前 这就是被建立在世界南边 镜头的药塞 克罗斯罗德 建造此药塞 艾斯为了阻拦从黑湖水里面出来的怪典 虽然这里曾经是帝国最大规模的药塞 但因为怪物的侵袭数逐渐减少 帝国的军队被派遣到了其他地方 而那些空缺位置 则被良有不齐的佣兵们取得 由于近些年这里飞速发展 人们不再称其为药塞 而是叫它怪兽前线 而对于那些事前如命的佣兵来说 这里是自觉之路 一座建立在坟墓上的城市 这里就是人类最后的风景 克罗斯罗德 这里比艾斯在游戏中看到的要塞要大不少 同时还有着语气大小并不匹配的繁荣度 不过不管怎么说 艾斯如今的身份就是这里的领主 可身为领主的他回到自己的领 却并没有受到居民们的欢迎 甚至不断有人对着马车指指点点 原来在他们眼中 艾斯是一个抛弃了所有士兵才狼狈逃回来的人 不过艾斯也很清楚 仅靠言语是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 所以他其实在回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如今马车上装的都是黑蜘蛛的魔石 由于黑蜘蛛等级很高 所以哪怕是不时候的人都能看出这些价值度 因为魔石的缘故 这段时间艾斯都不会为财政方面的问题胡闹 而且为了能让游戏顺利的进行 和市民们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艾斯又恰好知道提升市民好感度的方法 那就是用金灿灿的金币填满市民们空虚的内心 很快马车就到了克罗斯罗德的领主府 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你的卢普斯 在卢普斯的搀扶下 艾斯下了马车 但他很快就被面前这座豪华的庄园吓到 这与他之前住的地方完全就是天壤之彼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推开大门跑 您能平安无事的归来真是太好了 领主大人 艾斯很好奇 这个出来迎接自己的人是谁 原来他是艾姨 是游戏中管理城市的NPC 克罗斯罗德的所有行政业务都要通过他来解决 我这个卑贱的陈下一直在担心你 万一您的玉体上出现了八痕该子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热乎乎的洗澡水 晚饭也准备好了 您今天就好好休息 看到这华丽的装潢 艾斯一瞬间都没缓过神来 卢卡斯你去让士兵们也休息了 还有你也别想太多回去好好休息 可是我还要保护您啊 今天先不用了 等你休息好明天再保护我 在艾姨德的带领下 艾斯来到了浴室 自从穿越以来 艾斯几乎都没有好好休息 所以他便准备趁这个机会好好放松一些 话说回来 您真的很厉害啊 领主大人 我不对 应该叫你古典爱好者 一个一脸奸诚样的NPC艾姨德 居然在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艾斯穿越者的身影 您还真是厉害啊 古典爱好者玩家 一时间艾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真没想到您会用那种方法通过造成 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难道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是 没错 我就是守护帝国这款游戏的总结 艾姨德 话音未落 艾斯的拳头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脸上 因为艾斯就是在收到他的消息 穿越到了游戏世界里 古典爱好者玩家 您先冷静一点 很抱歉突然将您邀请到这里 这个世界需要您来拯救 不过他话还没说完 艾斯就已经朝他扑过来 不一会儿 艾姨德就鼻青脸肿地跪在地上 现在让我来梳理一下 你说你就是那个时候 给我发消息的总结 你真的是这个游戏 不对 这个世界的总结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 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真正的结局 是唯一一个 任何人都无法达成的结局 而我为了达成那个结局 将这个世界重置了无数次 但我一次都没有成功 于是我便开始寻求他人的帮助 说着两人面前的景象开始变异 我将这个世界转化成游戏的形式 然后展示给其他世界的玩家 那些玩家通过很多我没想到的方法 开拓出了新的可能性 只可惜没有人达成真正的结局 我也一样 我都不知道有那种东西的存在 虽然您没有达成真正的结局 但是您完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的问题 地狱铁人模式 到目前为止只有您一人通关 通过我的判断 您是成功可能性最高的玩家 所以我才邀请您来到了这里 您那明明就是榜家 而且还让我附身到这个家伙的身上 那其实是产生了办法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总之如果您能达成真正的结局 我就会给您奖励 古典爱好者玩家 我会满足您的一个愿望 若您追究我的身份 其实我的存在类似于这个世界的事 所以在您回归原本的世界时 为您奉上丰厚的礼物 对我来说并非难事 什么都可以吗 一百亿的现金也可以给我 区区一百亿而已 一千亿都没问题 虽说爱意德现在说的话 相在话 大爱是确实也有很多想要实现的事情 应该说 是一个必须要实现的愿望 您不是有想实现的愿望吗 而且还是一个比钱更重要的愿望 一个您曾经以为无法实现 所以就放弃了的梦想 对吧 直到这事爱是才知道 爱意德是在彻底了解之后 才把自己叫过来 他知道爱是正在因某事而后悔 他也知道爱是一直带着那份后悔的生活 那个梦想我可以帮您实现 那个梦想早就结束了 既然他还在心里就说明 那个梦想还没有失败 他还在那里等着你 如果爱是能完成这个世界的真正结局 就能从爱意德手中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但爱是很好奇 如果爱意德有这种能力的 为什么不自己解决 原来爱意德现在有着很多限制 在这个世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类 所以他才会找其他世界的玩家帮助自己 不过如果爱是中途失败的 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丧命 这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你要记住人生只有一次 毕竟通关过地狱铁人模式 爱是对这种事情还是有助理 如果您现在就想回到地球的话 我也可以送您回去 其实最初邀请您来这里时 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 但因为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 我才一直没有机会 请您做出选择吧 您是想挑战通关真正的结局 威胁到生命 安稳又平静的日常生活 五点爱好者玩家 我遵从您的选择 虽说爱是很想回去 但如今实现梦想的机会 就摆了他的眼前 而且他还通关了地狱铁人模式 相当于他对这个世界无所不知 所以他觉得哪怕在通关一次 应该也不会有很高的难 那点小事而已 就让我来试试 我会认真对待并努力尝试 所以你也要好好帮助 而且你也不要忘记 如果看到了真正结局 就要实现我的愿望 我当然没问题 您现在把我当成狗来使唤都可以 那在明天早上之前 你去把所有黑蜘蛛的模式卖掉 可是现在已经快到晚上 市场应该也关门了 让你做你就赶紧去做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明天处理政务之前 我要看到相应的金额 可是黑蜘蛛模式一共有388个 就算按照市场价格 那也是一点大的金额 您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我的团队不是还没有人吗 当然是用来抽卡 第二天一走 爱是就带着卢卡斯来到了拥兵工会 昨天爱意德将模式处理往后 爱是现在有着充足的资金 所以他决定 今天先简简单单来个一百年抽 两人来到拥兵工会的门口时 里面已经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卢卡斯 看来我们今天早上的运气不错了 说着爱是猛的一脚踹开了打 随着一道刺眼的阳光照进屋子 所有拥兵都齐齐朝着门口望去 哪里来的臭小子 你是不想活了吗 该死的混蛋呢 你们居然还敢动我 我可是你们未来的部主 我看你才是不想活了吧 众人很快认出来 面前的男人就是大名鼎鼎三皇子 爱是没有理会这些人的目光 他在仔细寻找合适的人在 在这个游戏中 角色的强度从温到SSR一共四个稀有 稀有度越高的角色自然也会越强 就在这时 爱是看到一个人身上闪耀着紫色的光芒 皇子殿下 欢迎您来到大陆拥兵工会 克罗斯罗德分店 男人连夜愁骑石车金条 只为到拥兵工会来个一百年抽 没想到刚一进来 就遇到了一个SR的郡司 拥兵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叫朱皮特 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你身上这身军服我没有见过 这是哪里的 是埃国伯来帝国的军服 这是几十年前的款式 所以您没见过很正常 看来你原来就是帝国的军员 我从军三十年 曾经担任过帝国魔法军团二号队的队众 退役后直到现在一直靠坐拥兵 退役后仍然现身于帝国真是军人的好榜 也不只是为了帝国 因为光靠退役军人的年薪生活会 解决 话扯远 殿下您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来拥兵工会还有其他理由吗 当然是来雇拥有实力的拥笛 殿下难道不是来买 替您牺牲的挡箭牌的吗 听到这话卢卡斯当即就要打劫 不过却被爱事拦了下来 殿下在前沿基地的战争结果 现在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对于您首次出战的蛮誉 似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我们的确是拿钱做事的人 但我们不是自觉坟墓的傻人 我们不想跟着一个稚气微推的指挥官 放弃自己的生命 说的很有道理 但你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卖命吗 因为你们除了卖命 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而你们现在居然和我说害怕失去性命 还说自己不是自觉坟墓的神 猪皮特青 那些话有点奇怪了 虽然你的履历很华丽 但你之所以退 难道不是因为瞒着军队有小动作被抓住吗 你的所作所为和自觉坟墓又有什么区别 从军风腐败再到与敌国偷遇 你被发现了把柄 这才被打出军队 做到这个份上居然还把军服穿在身上 你的脸皮可真厚 猪皮特青 腐败的化身 堕落的军人 被抹去所有战功的耻辱的退役者 不过作为战斗人员 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被称为女中豪杰的闪电术士猪皮特 虽然结果不太完美 但我很自豪我曾是一名帝国的军人 请您说话注意一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那份自豪值多少钱 给你多少钱 你才可以成为我的猎群 虽然看着一般 但我的身价非常昂贵 我现在一年有十万阿德尔 二十万 我会给你双倍二十万 也许这对傭兵的年薪来说 是很大的数字 可对于帝国的三皇子而已 这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用钱就能买到S2的话 那么花多少钱爱事都愿意 我会购买你们对死亡的恐惧 我会一次性支付你们 击准年薪的双倍 不想卖命的胆小鬼们赶紧离开 不过如果有想大赚一笔 真正傭兵 那么今天晚上就来 克罗斯罗德西边的空间 男人刚到傭兵工会 就受尽了潮热 但他不仅不生气 反而要给傭兵开出双倍薪资 如果有想大赚一笔的真正傭兵 那么今天晚上就来 克罗斯罗德西边的空间 做完这一切后 爱事就来到了神殿 在这里接受了圣女的治疗 治疗结束了 但还是会留下浅浅的伤疤 为他治疗的圣女 正是二级英雄 终极治疗师马勒哈利特 在以后满足特定条件的 就可以邀请他加入团队 不过爱事这次来 并不是带着这个目的 那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 我已经将目前 没有任务在身的神观都造了 德米安自从回来以后 也被爱事一直安排在这里 那我们这就走吧 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会很忙碌 就在这天晚上 从前沿基地出发的 棺材列队到达了克罗斯罗德西边 有些人的尸体将永远沉睡在这里 还有些人则是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有条不稳增加的军远 以及覆盖在每个棺材上的帝国国旗 还有大规模的圣歌队 在这座城市里 很少能见到如此正式的藏物 最引人注目的是 被那些金额吓到的人们不停议论此事 最终这件事在市民之间彻底传感 爱事没有包装这件事的想法 这就是一场表演 一场非常合理的表演 爱事想让他们知道 在这里的前线战斗 应该被认为是一项为人类奉献的崇高任务 丑话说在前头 各位以后也可能会牺牲在前线 这块墓地不仅每周都会出现新的坟墓 而且还会响起圣歌队的歌声 不过我要告诉各位 你们的牺牲比生存还要昂贵 所有的葬礼费用和死者补偿金 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仅这一次爱事就将贩卖模式的一半资金投入其中 因此死亡不可以变得卑贱且常见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各位活下来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都会救下你们让各位能在前线冲锋 所以请你们也不要轻易倒下 一定要活着来我这里领薪水 而不是让我将这笔钱用在各位的葬礼上 就这样爱事的演讲结束 他并不在乎市民们会如何看待这次演讲 也许他们会认为这是无能指挥官的辩解 又或者是疯子领主的挥魂 但这些都无所谓 因为在这个地域 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 爱事知道 现在是时候去通关场景一了 当天晚上他就带着卢卡斯 来到了克罗斯罗德领主府邸的后院 爱事没有犹豫当即激活了传送门 只见一堆凌乱的石块一一飘向过去中 下一秒一个充满魔力的传送门就出现在两人眼底 殿下这到底是 这是可以通往湖水下面地下城的门 也就是可以自由通往敌人大本门的地步 上一秒还在为牺牲的战士们举行葬礼 下一秒就要带着卢卡斯去往怪兽的大本 但爱事并不是怪兽派来人类方的窝围 而是因为守护帝国是一款综合了两种玩法的东西 怪物们涌向克罗斯罗德的场景是防御塔 而在敌人没有发起进攻时 通过探索地下城查清怪物们的根源 则是进攻地下城 爱事回想起来到这里获得所有经历 虽然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 但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 不仅有堪称作弊角色的德米兰 还获得了作为S2广域攻击手的朱皮特 再加上手中还有足够的金钱 可以说从没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 爱事向卢卡斯解释了一下规矩 并告诉他现在要去侦查下一次敌人的情 殿下您这么说我就全懂 但看着卢卡斯这个样子 爱事其实有点怀疑 他侍奉了一生的皇子突然性情大变 还对第一次来到的城市构成 以及有无地下城之类的事情了不值得 明明这些事情都很令人怀疑 但卢卡斯却始终默默跟随着爱事 卢卡斯 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问我吗 听到这话卢卡斯的眼神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爱事也很担心自己无所回答他的问题 我只会按照您的吩咐形式没有任何言误 我既是您的剑也是您的盾牌 所以我只会按照您的命令 进攻并抵挡威胁 爱事很清楚卢卡斯心里不可能没有疑问 可他刚才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在告诉爱事 即便心里有疑惑他也会相信爱事 很好 卢卡斯你准备好和我进入地狱洞穴了吗 只要和您一起 就算要去地狱的罪底层 我也在所不辞 就这样爱事选择了唯一的目的地 无水码 随着一阵眩光闪过 两人消失在了原地 刚刚还散发着魔力的石块也恢复了原子 两人在出现时已经到了一片湖水之前 面前黑色的湖水就是怪物们的根源 是释放噩梦的地理 也是坐落在世界南边的地下场 就在这时湖水之中发生了变化 刚刚还平静的湖面突然出现一条踪断 紧接着一只只手从地里伸了出来 下一次的敌人 赫然就是这些幽灵骑士 看到面前的这一幕爱事彻底光是 他曾经想过会在场景一出现的各种怪物 即便敌人是飞龙他也可以接受 但在所有敌人中 他最不想面对的就是幽灵骑士 原来那些家伙就是我们这次要阻拦的怪物 就在这时系统传来提示 他们将要面对一千个幽灵骑士 还有一个信息不明的敌人 卢卡斯也注意到了一旁爱事的变化 殿下您还好吧 您的脸色很不好是哪里不舒服 殊不知爱事已经预料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克罗斯罗德 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即便敌人是强大的飞龙 爱事也不会有丝毫畏惧 但敌人偏偏是数量庞大的幽灵骑士 在之前的游戏中 爱事只要在场景一遇到幽灵骑士 都会毫不犹豫将游戏组治 幽灵骑士是由装甲组成的怪兽 本体是装甲内的亡灵 他们对物理攻击的抗性非常高 虽然从游戏中期开始 在拥有多种装备的情况下可以轻松抵抗 但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几乎没有可以阻挡幽灵骑士的装备 都是一面 回到府邸后 爱事立刻询问爱意德城里的兵力请 可以派往前线的兵力一共526次 大部分兵力在教程里就已经失去 而且城里已经没有可以补充的兵力了 那就派一拆去其他城市借兵 周兴给他们标准的两个 你还要派一拆去本国的皇室一 告诉他们怪兽们开始蠢蠢运动 必须要申请最大数量的援居 领主大人 您确定要这么做吗 如果现在向帝国申请支援的话 日后就会出现某种致命的场景 那是日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必须得先活下来 还有 去把这座城市里所有的工匠和炼金术士叫过来 可是那样的话 加工模式的工作就会暂停 城市都要完蛋了 加工模式难道比这个还重要吗 暂停加工把他们全部抓过来 爱事意识到这个世界的难度 可能比之前玩过的游戏还要难 虽然他还没有决定好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他考虑了 游戏越难就越要创造出新的变数 因此爱事决定点一把 选择转职成指挥官 系统几乎第一时间变向爱事表示注合 可下一秒爱事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原来爱事的能力值增长率下降了50% 不仅如此 装备熟练度也下降了50% 一时间爱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负面效果 不过下一秒 一连串的弹窗就让他冷静下来 原来转职成指挥官后 他可以给全体友军提供增益效果 哪怕爱事只是站在战场上 都可以让友军的攻防能力一并上升 这样一来 爱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负面效果 不仅如此 指挥官专属的职业系 还会根据团队成员的职业过程 提供额外的能力值 对于曾经是游戏玩家的爱事 这可以说是最好的职业 不过事情的进展并非一直这样一帆风水 你要不要和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没有人回应您的征集令 所以我就只能紧急将各位负责人请到了这 经关了游戏最难模式的奖励 居然只是一个有着负面效果的职业 可得到这个职业的爱事却异常心思 就能为所有友军提供增益 但他没想到爱意德又给他捅了一个罗 原来爱事发出的征集令并没有得到工匠的耗用 于是爱意德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邀请过来 你这个臭小子 难道你每次叫人都只会绑架吗 为什么突然把我带到这里 您这样把我们绑到这里 如果加工工作出了什么问题您会负责吗 就算您是皇族也不能这么做 事已至此 爱事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和他们道歉 你们这帮家伙是在找打吗 竟然在我面前大呼小叫 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这个国家的皇子也是这个城市的领主 我叫你们过来的话哪怕是爬过来都是应该的 你们竟敢伤我的心 难道你们都活腻了吗 对不起殿下 我们还是第一次侍奉皇族领主 不过在听完爱事的话后 几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二 我会将军队回收的摩石以原价卖给你们两张 如果有了直接获取摩石的渠道 对你们来说应该也是有利的 不过今后我只要发出指示 你们就必须要优先生产军需物资 当然了 有关生产的钱我也会一分不差的支付 怎么样 这应该是一次不错的交易吧 爱事的目的就是用金钱和利益作为筹码说服他 因为他目前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们当然要和领主大人交易 要从何时开始 要做些什么呢 爱事很庆幸 金钱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之后爱事便叫来了成立的英雄角色 你们应该听卢卡斯说了吧 有一千名幽灵骑士组成的军团 正在朝着克罗斯罗德进攻 他们大概会在两天后的 除了卢卡斯之外 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惊艳 殿下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你们当然要尽自己所 下面我吩咐一下你们各自该做的事情 卢卡斯 你负责担任兵力总指挥官一职 现在所有的士兵非常散乱 两天之内你要负责整顿好 皇子殿下 我现在已经很抱歉莉莉 但是我现在不能没有你的帮助 不过你不用去医血 所以不要担心 你负责守成人工制品 修炼监督一职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续 爱事已经决定要让莉莉一辈子在这座城市攻击 殿下 我只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您想看到我这个老人积极 那是不是得提高我的年薪 原来朱皮特的特性是黄金狂 所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财民 而他要在这场战斗中担任突击队队队的意志 德米安这个东西你拿好 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由于德米安千里眼的特性 所以他要担任远程狙击手意志 得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爱事为所有人分配好了各自的任务 但他最担心的还是担任狙击手的德米安 因为这一位置毕竟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话说回来 德米安你的眼镜 其实我戴眼镜是不意想要让势力下载 但是现在我的眼睛有用处 所以就不再戴了 看到众人并没有因为敌人的消息 惊慌是错 爱事心里也松了口气 作战会议结束后 爱事便来到了克罗斯罗德南边的城墙 看到爱事过来工匠们也放下了手 城墙的状况怎么样 状况不是很好 毕竟年久是修了 既然名字叫要塞城市 那么修缮城墙不是基本中的基本吗 为什么就这样扔在这里布 那是因为预算不足 怪兽出现的次数减少 导致收集魔石的数量变身 因此前任领主大人减少了预算 要塞难道不是为了阻挡怪兽而建造的吗 使用多少材料和预算都可以 一定要加固修理到夸张的程度 快点开始吧 怪物们还在朝着城市前进 离开城墙后爱事就来到了木材工程 应该听到消息了吧 你们这两天要做的东西 就是墙 大概这么高就好 可以挡路就足够了 非常抱歉殿下 怪物们很轻松就可以击碎木墙 我需要的不是可以拦住 怪物们的坚实的墙 你们只要按我的吩咐去 用树木制成墙就好 你们放心吧 到时候这些木墙一定会有大用作 所以你们不要再抱怨了 快点开始工作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 所有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时间一晃而过 此时距离场景一开始仅剩30分钟 侦察兵正时刻关注着城外的树林 就在这时他发现树林里出现了一遍 出现了 怪物们出现了 一瞬间整座要塞的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大家不要害怕 我会在前线和大家一起战斗 那些家伙都是些瞎兵蟹甲 只是数量多而已 而我们是帝国南部最强大的军队 守城准备的非常完美 装备的状态也非常好 我们完全可以击退敌人 大家不要担心 照我的吩咐去战斗 因为那样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举备庆祝胜利 不过话虽这么说 艾师心里却很清楚 幽灵骑士军团是初始阶段最难对付的怪 而城里的守军不过是些流浪的低级拥兵 由于时间紧迫 他们也根本没有做好冲突的准 但这些情况却不能告诉守城的士兵 艾师只能将这一切默默放在心里 他只能祈祷 猪皮特能在这场战斗中发挥自己该有的用途 小家伙们 该我们上场吧 所有的怪物都有着同种行动的 消灭眼前的敌人 如果没有其他障碍物的话 他们基本就是以最短的距离消灭人类而移动 这样一来他们的行动轨迹就很容易被遇到 因此很容易就会掉进陷阱之中 可惜的是由于时间不够 陷阱没能挖得太深 在迎接场景一难度最高的怪物 艾师在周围提前布置好陷阱 虽然陷阱还不够深 但现在也够用了 猪皮特 就是现在 你们这些该死的怪物 就让我这个老人家大赚一笔吧 说着猪皮特就使用了进化区域 可惜的是幽灵骑士的数量实在是太薄 分摊后的伤害并不足以干的 竟敢挑衅我 一群不知尊重老人的东西 只见刚刚中了进化区域的怪物身上 冒出一丝雷光 猪皮特身边的闪电也渐渐变成懒死 老小子们 今天的晚饭是油炸装子 给我全都粉碎了 说着猪皮特手猛地往下一回 空中无数闪电好像在回应猪皮特的怒动 看到这样的场景 城墙上的士兵们也士气大振 原来猪皮特先是用一技能给怪物留下标识 然后通过二技能给标识 对象施加无法阻力的攻击 猪皮特在这场战斗中的发挥 无疑是非常亮眼 不过可惜的是 幽灵骑士的数量足足有一千多只 即便遭受了沉重的抗击 可他们依然源源不断朝着城市涌 猪皮特 不要恋战 立即撤退 猪皮特文言当即带领突击队后撤 在他们五人身后的 是密密麻麻的幽灵骑士 这些怪物没有对死亡的恐惧 即使身边的同伴倒下了 他们也不会停下走 老小子们 都给我跑快点 不要回头看向前跑就好 他们将怪物引来了 准备按照我的计划开始行动 猪皮特 你们按照我指示的那样一动就好 眼看突击队的成员 就要被幽灵骑士追上 但艾师除了在心中为他们祈祷 没有任何办法 好在突击队的成员 最终还是退回了木墙后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在按照艾师的计划顺利进行 接下来就该这些木墙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些幽灵骑士根本没有自主思考的 他们只会依照本能追击眼前的人类 所以他们并不会破坏眼前的木墙 当庞大的部队引进拥挤缝隙 他们的列队宽度变成 我知道你们等很久了 帝国的军人们 从现在开始不要节省 将炮弹全部发射出去 一瞬间城墙上的火炮 接二连三开始发射 挤在一团的幽灵骑士 根本来不及做出法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炮弹 离自己越来越紧 最后彻底淹没在爆炸之中 这就是塔防游戏战略的基本中的基本 通过强制敌军路线的方式 达到斩杀的目的 给我把炮弹全都发射出去 一定要保持猛烈的射击 此时面前的火光 给了人们无比安心的感觉 他们挡在前方抵御住了猛烈的炮火 这样的攻击果然无法打败他 真是一群强悍的家伙 轻的炮火在怪物群中肆虐着 就当众人以为可以轻松胜利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盾牌兵 破灭了他们的唤醒 好在艾师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莉莉 就是现在 快发动 是 殿下 发动引力场人工制品 炼金术士文言立刻开始行动 一股恐怖的重力被施加在了盾牌兵之上 那些家伙的行动变得反慢了 卢卡斯 是 殿下 床弩部队 全体准备 城墙上的士兵文言立刻开始行动 几乎一瞬间所有床弩就瞄准了战场中央 瞄准那些家伙们胸口的领土 床弩 射击 发音刚落 一根根静弩击射而出 轻而易举贯穿了盾牌 破坏了他们的领土 这便是作战计划的第二步 通过十字交叉炮击的方式让伤害变加 然后通过人工制品和床弩收稳 目前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墙右边过来的幽灵骑士 利用鸡跑配合战术 一定要拦住他们 遵从您的指令 殿下 说着朱皮特便率领突击队赶往墓墙右 那些被挤出来的怪物则直直朝他们冲去 该死的怪物 我不是说过要尊敬老人吗 如今右侧有朱皮特守住已经可以放心了 现在还需要担心的就是左侧的敌人 德米安 现在该你上场了 射击左边涌进来的家伙们 一定不能让他们接近城墙 德米安虽然很害怕 但瞄准敌人的瞬间 他的眼神就变 没有任何用 德米安扣下了手中的扳机 见识一种诡异的角度飞向幽灵骑士 直接洞穿了怪物的灵魂 虽然艾师知道德米安的特性和外挂没什么趣 但看到他用一把石弩就能命中灵魂 还是忍不住有点吃鸡 如今正面有火炮床弩和人工制品 右边有闪电术士朱皮特 左边有堪比外挂的德米安 不知不觉敌人损失数已经到了500 照这样下去应该可以轻松取胜 可就在这个时候 幽灵骑士军团的Buff怪就会出现 所以空中的这个怪物 就是亡灵骑士 这些怪物的怪异强项就在这 虽然军团本身的实力也很强大 但在将其击退后 就会像第二阶段那样出现Buff怪兽 但现在幽灵骑士并没有被击退 亡灵骑士也不会有任何行动 他只会傻傻地飘在空中而已 但艾师忘了一件事 这里不是游戏而是现实 仅仅是突然出现的巨大虚异 就足以让士兵们陷入苦瓜 亡灵骑士兵团明明还没被彻底击退 但身为Buff怪兽亡灵骑士却出现了 哪怕他只是飘在空中一动不动 人类士兵依然被他吓得惊慌失措 而这就是艾师作战计划中唯一忽视的地方 巨大的异形给予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怖 他的出现导致前线火力锐紧 而且不仅仅是人类 动物也被亡灵骑士影响了 这是所有人都没料想到的事情 身为突击队队长的朱皮特 被受惊的马儿摔到了地面 不远处是虎视眈眈的幽灵骑士 如果朱皮特一旦倒下 整条防线都会毁于一旦 但那些家伙已经冲过来 为了消灭眼前活着的人类 关键时刻突击队的成员站了主 不过艾师很清楚 他们的实力在怪物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殿下 现在需要使用大炮和火网支援朱皮特团队 不可以 斩杀消失的话会有更多家伙从那里逃出来 亡灵骑士的出现让艾师的作战计划漏洞百出 大炮和闯弩的射击停止了 曾经没有一丝缝隙的火网也瞬间松懈下来 先想办法修复火网 士兵们已经全部试魂了 如今艾师只能祈祷朱皮特可以多坚持一下 与此同时 朱皮特终于从昏迷中醒了 身体上传来的剧痛告诉他 他还活着 朱皮特轻 您终于醒了 朱皮特轻 现在时间紧迫 什么情况 这么混乱的场面 看来现在还不是能躺下休息的时候 救援队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 可的话还没说完 一个幽灵骑士就朝朱皮特冲了本来 男人当即挥舞手中的流星锤打退了怪物 可即便怪物的头颗已经变形了 但他依旧没有倒下 居然挨了我一锤还没死 老小子 小心你身后 只可惜男人还是被一柄长毛贯穿了身体 他明明记得身后的怪物已经被处理完了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一切都结束了 你们这群该死的怪物 正当朱皮特准备发动魔法时 却感受到一股一样的感觉 可能是刚刚受伤的缘故 他的魔力不受控制 当一个魔法师无法使用魔力的时候 他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倒下 在这种情况下 傭兵们的信念崩塌了 没有一丝犹豫 男人丢下盾牌逃跑 但他忘记了 在战场上最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后背留给自己的敌人 由突击对维持的小防线被彻底瓦解 朱皮特闻到了 面前的幽灵骑士散发出来的味道 生锈的味道和水变质的味道 混在一起就是溺死的味道 你们应该乖乖地待在湖水下面才是 人的怪物干掉 但他很清楚 这一次连平十四分之一的威力都没有 他知道 自己这次真的完蛋了 不计对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倒下 魔法师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使用魔法 面前是乌泱泱的怪物 朱皮特知道他的一生终于要落下帷幕 你也走吧 比起全军覆没 能就一个是一个 我会用魔法帮你争取时间 老小子 趁这个时间赶紧跑 我怎么能走呢 在这里才是最好的办法 奶奶您可是魔法师啊 用兵生存法则第二点 一定要紧跟在我军魔法师的身边 和在没有战马的情况下逃跑相比 在您身边辅助您 能活下来的概率更高 虽然这番话听起来非常幼稚 但这个小傭兵的战术确实奏效 他并没有想过消灭眼前的幽灵骑士 而是通过长枪将他们击退来保持距离 无论如何我都会拦住他 请您准备发动下一次魔法 虽然德米安也在城墙上为他们提供援助 但想要阻止那些家伙依然远远不够 就在他好不容易才聚集了足够召唤闪电的魔力时 小傭兵的全身都被怪物们用枪攻击了 你们这帮该死的家伙 朱皮特通过闪电不断宣泄自己的怒 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如果他可以再快几秒钟聚集魔力的话 是不是就能救下这个年轻的孩子了 朱皮特年纪已经太大 没有办法再将这些人的牺牲一个一个记在心里 喂 毛小子 你还记得傭兵生存法则的第一条吗 听到朱皮特的声音 男孩艰难地转过头 千万不要接受 莫名给很多报酬的任务 对不起 母亲 对不起 我不应该 老小子 你的生存法则全都错了 那样的方式做佣兵是不会成功的 想要通过佣兵成为富人 打响名声的话 就不要接非常危险 而应该接有丰富酬金的任务 还要尽可能 离那些该死的魔法师远一点 因为这些该死的魔法师会抢走你的功勋 不过最重要的是 想要活命的话 一开始就不要成为佣兵 想不到我连给烟点火的魔力都没有 本来还以为自己能拿到高年星享福了吗 一切都结束了呀 看来我也是个不合格的佣兵 时间回到三分钟前 艾斯指挥卢卡斯放弃救援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稳定军心才有首度的希望 你们这群蠢货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不要因为那个怪物的快逃大就损了 话音刚落 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雄起 艾斯意识到 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技能产生了效果 想到这里他立刻叫来了卢卡斯 我负责让士兵镇静下来 以及修复斩杀 而你要从城门出去 将朱皮特的团队就回来 艾斯很清楚让卢卡斯独自出城 这是一个非常鲁莽的命令 冲到怪物群中 只为能将留在外面的突击队成员带回来 但他并不知道 如今突击队已经仅剩朱皮特一人 而且他也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朱皮特亲 请您站在原地不要动 话音未落 卢卡斯就干净利落地干掉了周围的怪物 他的及时出现给了朱皮特活下去的希望 但卢卡斯如果能再早一点 也许一切就 卢卡斯什么也没说 直接将朱皮特一把拉上了吗 随后双腿猛地一甲 加速逃离了这里 身后的怪物剑状纷纷投出了手中的武器 企图用这些长矛阻挡两人逃离的步伐 不过卢卡斯轻描淡写的一剑就解决了面前的危机 这位年轻的骑士 你还真是实力非凡呢 日后要不要和我孙女见一面 她是一个很清秀的姑娘 如果您还有力气开玩笑 那请您先用魔法恢复身体一遍使用魔法 目前还剩下很多怪物 即便如此 我还是要谢谢你救我 你不必感谢我 我只不过是按照殿下的命令行事而已 不过卢卡斯也很懊弄 如果自己的马儿能跑得再快些的话 后悔的事情等消灭那些怪物以后再说吧 我这个老人已经很久没有上战场 也很久没有像这样被激怒 由于不屈不挠的指挥官这个技能 正前方的斩杀阵已经修复了 朱皮特也平安无事地回来 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艾士却在一瞬间 失去了四个宝贵的英雄角色 艾士意识到自己太相信曾经的游戏经验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他必须考虑到更多事情 就比如木墙会因炮火的波及燃烧起来 怪物们已经突破木墙冲了过来 最终还是要隔着城墙战斗 艾士园计划是通过火力来通关这个场景 好消息是幽灵骑士的数量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个战场还在艾士的掌控之下 殿下我已经将朱皮特轻救出来 虽然卢卡斯并不喜欢面前的这个老人 但他很清楚和魔法师搞好关系才是明智的选择 你能活着回来真是太好了 殿下我没脸见你 我这个老人家犯下了错误 是我让无辜的年轻人们白白牺牲的 我真的非常心痛 这不是你的错 谁也没想到天空中会突然出现怪物 也没想到马儿们会因此受惊逃跑 不 这就是我的错 到了我这个年纪仍然站在战场上 那就该懂得如何应对 所以 我犯下的错误要由我来亲自弥补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家伙 那你现在要专注于恢复你自己 因为我马上就需要你的力量 此时怪物们还是不断朝着城墙涌来 炮火也依旧不停地向着怪物们倾斜 暂停射击 现在斩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怪物们不断向着城墙冲锋 可指挥官却下令停止开跑 但并不是艾施已经放弃了抵抗 而是因为他们要把力量留给最强的敌人 德米安你也休息一会 可那些怪物还在前进 你需要猎杀更厉害的怪物 趁着休息要抓紧恢复 此时怪物们已经到达了城墙 虽然城墙并没有被打穿 但怪物们却顺着城墙爬了上 全体准备白刃战 听到命令后 士兵们拿上武器站到城墙边 从现在开始 这是一场不使用魔法 而是通过身体来阻挡敌人的战斗 但这才是真正的战争 随着怪物们一步一步逼近 士兵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可他们现在还不能动手 他们必须等到最合适的时机 一个能彻底摧毁敌人的时机 就是现在 倒下去 士兵闻言立刻将准备好的土提到墙边 那是在加固城墙工程中剩下的各种杂物 为了以防万一 艾施提前将这些东西留在了城墙上 虽然有相当多的怪物 因为掉到地上的冲击四分五裂 但剩下的怪物再一次完好的战绩 即便遭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 他们仍要爬上城墙 利用长枪尽量拦住那些家伙 艾施现在必须将猪皮特调整为主要成员 由于队伍内现在有两个魔法式 团队的魔法攻击增幅了20% 只可惜怪物们现在已经登上了城墙 现在士兵们要用身体与怪物近身搏杀 看着面前不断发出怒吼的怪物 艾施不知道自己的士兵们能否做 毕竟要与怪物战斗 必须要克服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 就在这时 一道金色的光芒闪耀在城墙之上 我来消灭他们 你们只要尽力坚持在自己的位置上 有了卢卡斯的不误 士兵们立刻振作起 看到这样的场景艾施也松了口气 毕竟如果不能克服恐惧 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 利利 发动下一个人工制品 是 殿下 发动海斯特人工制品 这样一来 所有友军的行动速度会在五分钟内加快 再加上艾施职业所复带的增益 两类士兵终于有了和怪物们进行白刃战的资本 不过艾施很清楚两者之间的差距 毕竟仅靠普通士兵 是根本无法与怪物靠谱的 真正能左右这场战局的人 是那些身怀特性和技能的英雄人 卢卡斯的一技能名叫一只的一技 只要消灭的敌人越多 这个技能的伤害就会变得越高 仅凭这个技能他就守下了一半的成绩 可对他来说 想守卫整个城墙是不可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士兵中的伤员不断在增加 但这些幽灵骑士即便受伤 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力 德米安还想加入战斗 却被艾施拦了下 因为他还得留下体力对付亡灵骑士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士兵的伤亡 就在艾施一筹莫展之际 一抹火光照亮了城墙 怪物们已经登上了城墙 士兵们被迫以他们展开了白刃战 身为SSR英雄的卢卡斯 一个人变手下的伴坐城墙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受伤士兵在不断增加 但此刻艾施却并没有任何办法 就在这时 一抹火光照亮了城墙 此刻那个轮椅上的身影显得无比可靠 莉莉你还可以使用魔法对吧 您是不是太过分 我本来就是一个魔法师 不过火焰系魔法师特有的魔力部阻 也在莉莉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莉莉我相信你还可以 您还是让我推移吧 而且我的魔力几乎已经用光了 再来一次就好 我相信你可以 有了各种Buff叠加 莉莉的魔法伤害提升了不少 因此他被艾施在城墙上推了一圈又一圈 就这样 通关士兵们用身体阻挡 以及卢卡斯用刀消灭敌人 再加上莉莉使用火焰反复燃烧的结果 幽灵骑士们终于全都倒下了 一时间士兵们都没想到自己居然真的胜利 反应过来后他们立刻欢呼起 不过艾施很清楚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他也很想让大火先休息一里 但现在他们马上就要面对亡灵骑士 只见幽灵骑士的残骸全都朝着空中飞去 竟然一一化作了亡灵骑士的身体 很快一个瘦大无比的怪物就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只是跳到地面 就能引发剧烈的震动 一时间所有士兵全都慌了神 艾施也没想到 亡灵骑士在现实中有这么恐 那是在游戏中出现过无数次的恐怖 可当他真正站在艾施面前时 艾施感受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 甚至因为害怕而全身忍不住颤抖 但他很快将这股恐惧强行压在心里 因为他明白 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逃跑 开炮 不要节省 射出全部炮弹 一瞬间猛烈的炮火淹没了亡灵骑士 可这强大的火力 也仅仅只让他后退了半步 亡灵骑士正一步步朝着要塞逼近 莉莉快发动第三个人工制品 莉莉文言当即发动了魔力增幅器 他可以为一个使用者提供一倍的魔力增幅 而接受魔力增幅的人 自然就是朱皮特 很好 现在总算有一点全胜时期的等 朱皮特拜托你竭尽全力 集中火力在敌人胸甲上 那殿下您可得注意好防范的一点 万一您触电了我可不复复 一击之下竟然直接就打穿了亡灵骑士的窥镜 此刻怪物的灵河无比清晰的暴露在众人面前 德米安 快瞄准怪物的灵河 德米安文言当即发动千里眼 使用镜弩直直射向亡灵骑士的灵河 没有任何意外 弩剑精准命中了灵河 灵河在所有人的面前破碎 正当爱是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事 亡灵骑士却朝着要塞举起了手中的剑 灵弩剑已经洞穿了怪物的灵河 可亡灵骑士还是举起了手中的剑 一旦这柄剑落下 整个城墙都会直接粉碎 朱皮特 再来一次 在雷电交加的天气 竟然敢将武器举过头顶 蠢货 你的愿望是被电死吗 只见亡灵骑士身上突然出现阵阵雷光 下一秒 蓝色的电光就直直落到怪物的身上 虽说亡灵骑士已经彻底被雷电吞噬 可他手中的剑已经朝着城墙斩下了 所有人 快躲开 快逃出黑色的阴影 殿下 您也需要躲 但此时亡灵骑士手中的剑已经落在城墙之上 这一剑的余威甚至都掀翻了周围的士兵 由于卢卡斯的帮助 爱是并没有被刚刚的攻击伤到 团队中的英雄角色也都及时躲开 但亡灵骑士的剑却留在了城墙上 现在爱是他们已经没有再战的命令 好消息是亡灵骑士也在刚刚攻击中 消耗了最后的一点生命值 他们总算赢下了这场战斗 此刻亡灵骑士的残骸却再次出现一遍 卢卡斯连忙准备保护爱是 但爱是却拦住了他 原来这是亡灵骑士最后的挣扎 虽然这个攻击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但如果不小心被卷进去 就可能会造成精神崩溃 这里是人类的领土 赶紧滚出去吧 就这样亡灵骑士最后的攻击化作金光消散 那个巨大的怪物呢 那些幽灵呢 是皇子殿下把他们都消灭了 一切都结束了吗 随着亡灵骑士的消散 曙光终于透过了厚重的云层 帝国的国旗仍旧飘扬在克罗斯罗德 我们战胜那些怪物 我们胜利了 我们活下来了 以后我们也会继续胜利 继续活下来 恐怖渐渐从士兵们的眼睛中消失了 血而代之的是大家对胜利的喜悦 此刻碍失在大家眼中 再也不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三皇子 而是一名合格的指挥官 一位真正的领主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经历的仅仅是第一个场景 战争结束的当晚 克罗斯罗德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城市的中心广场上 此刻却灯火通灵 我们打退了那些盔甲怪物 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 干杯 各位今晚喝个痛快 我请客 碍失的致辞结束之后 宴会开始了 经历了一天的战斗 人们沉浸在音乐之中 迎来了短暂的休息 士兵和居民们一杯接一杯 不断唱歌 锅子里的食物 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烤架上的牛排 也在滋滋作响 这一切的生活 看起来是那么美好 大爱师却远离人群 独自坐在一旁 看着人们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他的内心也得到了满足 殿下您还好吗 您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快来吃一点吧 强大的亡灵骑士 倒在了城墙之前 为了庆祝来之不易的圣礼 人们在中心广场 我认为您可以再开心一点 这次确实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 但还是有些人 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爱是很清楚 在有人去世的时候 谈论损失大小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生命没有轻重之分 所有人的生命都非常宝贵 可爱师却因为自己的傲慢 并没有救下所有人 如果他当初 可以再考虑得周到一点 也许他们就不会失去生命了 而且和教程那个时候不同 这次绝对有改善的余地 意识到这些后 爱师的内心越发痛苦 殿下我认为 您已经做得够好 没必要自责 我知道就算我说出这种话 您的后悔也不会消失 可是殿下 这里是为了庆祝胜利举行的宴会 您不高兴的话 士兵的士气也不会高整 请您笑一笑 至少在这一瞬间 和大家一起享受快乐了 那也是一名指挥官该做的事情 他说得非常对 爱义德突然从爱师身后冒了出来 虽然对牺牲的人们进行哀悼很重要 但也要有时间去庆祝胜利 享受快乐才行 只吃肉对身体不好 所以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些蔬菜 同时也要恭喜您通过场景一 那是一个很困难的场景 您做得非常棒 以后也拜托您一直这样 带领大家胜利下去 听完爱义德的话 爱是便拿起番茄准备吃下去 爱是殿下正在吃蔬菜 殿下这里没有肉了 所以只能吃蔬菜 对不起殿下 是我们错了 因为只吃肉而名声大噪的三皇子 居然在这里只能吃蔬菜 臭小子们 快去给殿下拿肉来 还有酒也给殿下拿过来 让我们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爱是不明白事情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他明明还打算在一旁复盘今天的战斗 这个时候一只手却拉住了爱是的衣服 原来莉莉悄悄来到了爱是身后 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喝醉了 拜托您让我退一把 让我退一把 皇子殿下 但最近如此缺人的情况下 爱是怎么可能让莉莉退居幕后 好在炼金术士们很快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于是便将莉莉拖走去休息 不过爱是还没回过神来 德米安又开始了 皇子殿下 这里的水有点苦 原来朱皮特一直在偷偷往德米安的杯子里倒酒 他现在可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拥臂 不仅要学会喝点 还要学会抽点 他就像我的孙子一样 所以我会亲自好好教育他 这群老人竟然不断往未成年的杯子里倒酒 而且朱皮特还想教德米安各种浪费钱财的方法 只因他觉得德米安就和自己的孙子一样 不过这个时候德米安却主动靠到爱是身上 竟然敢将脑袋放到皇族的玉体上 德米安你变得越来越勇敢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经常会想起一顾朋友的样子 那天的场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种负罪感经常压抑着我的内心 可奇怪的是 只要在您身边 我的心情就可以平静下来 但爱是很清楚 这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 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的那个被动技能而已 可他并不能将这些告诉德米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跟您指挥的期间 有一种魔力变得强大的感觉 难道是因为您的出色指挥吗 爱是明白 这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特性和团队互助 但他并不能把这一切的真相告诉大家 殿下 我和您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变得心如杂念 感觉自己的身体既轻盈又敏捷 这全都多亏了您的优秀品德 可作为指导者的天生的才能 所以你也是因为这样 才紧紧跟在我身边了吗 这可不好说 为了牺牲的战友 为了活下来的我们 为了皇子殿下 不知什么时候爱是身边突然围满 都怪我们没能好好活跃气 居然让能连喝一周酒的皇子殿下 连一杯酒都没下毒 既然敢让我这个领主兼司令官喝酒 那也说明你们能承受得住吧 所有人 给我把酒全部倒满 就这样 大伙在月亮横跨夜空的期间 一边大口吃肉 没想到第一个箱子就出现了金色传说 而且这还是一个SSR级的成品装备 一时间爱是都忍不住全身颤抖起 可下一秒 他就将手套直直扔了出去 原来幸运之手 是游戏中用来搞笑的道具 这个手套的伤害由转盘来决定 一般是在做节目的时候来活跃气 不过再怎么说 这也是一个SSR级的道具 虽然很没用 但爱是还是捡起来戴在了手中 他只能祈祷日后 会在紧急关头抽到头角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第二天下午 爱是起床后感觉头还在嗡嗡坐下 而门口的卢卡斯也是一脸半死不活的模样 你还好吗 你上午应该回去休息 作为殿下的护卫 我怎么可以休息 就在这个时候爱意德突然冒了 两位早上好了 这是热乎乎的蜂蜜水 两位每人喝一杯吧 酒醒之后爱是便来到了城墙之上 现在的城墙情况恐怕连野兽都等不住了 修好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需要两周的时间 因为抬起那把剑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但此刻距离场景2的时间已经不到十天 距离场景2开始的时间还剩不到十天 但亡灵骑士的巨剑却还留在城墙之上 想要修好城墙 最少还需要两周的时间 动员所有没有负伤的士兵 从明天开始全部投入到修理城墙中 爱意德 兵力扩充的事情怎么样了 临近的城市很快就会派来士兵 派去中心的一拆明天也都会回来 虽然其他事情碍事都可以插上 但唯独补充兵力这件事他完全没有办 既然只有等到明天事情才会有进展 这段时间我们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要去地下城摧毁那些怪物涌出的根源 我们要像上次那样通过传送门去到黑水湖吗 没错 不过我们这一次要直接进入湖水的巷 爱诗并没有和他们解释太多 只是告诉他们明早要远征 而且由于去地下城需要五个人组盾 所以爱诗只能被迫带上利益 爱意德 去准备一些远征食用的补给品 您都需要什么物品 可以保存的食物 露营工具以及各种药物 最重要的是照明 手提灯 火把 只要是可以发光的东西都给我带上 第二天一早 大伙就聚集在了领主府邸的后院 居然搞这么大阵阵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你马上就知道了 怕因为落地上的石头就漂浮起 很快一道传送门出现在众人眼前 难道这是顺移魔法 这个魔法明明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消失了 怎么会 现在我们要搭乘这个传送门 去怪物的根据地黑湖水 而那些家伙的王国就在湖水下 我们需要对那里进行探查 找出怪物们不断涌出的原因 这是我们可以永远避免怪物入侵的唯一的办法 说着碍事就直接选择了湖水满 不一会儿几人就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原来真的是那个湖水 朱皮特你之前难道来过这里 那是在二十年前了 帝国军队还驻扎在克罗斯罗德时期 当时上面命令我们下来用泥土将湖水填满 让你们用泥土填满这么大的湖水 看来二十年前的那个指挥官也挺重 动用了全部魔法兵力 他们想通过把泥土投入湖水将其填满 但实际情况是根本就填不满 无论投入多少泥土和石 湖水都只是无止境地将他们吞掉 第七天怪物们开始大量演出 最终全军撤退作战失败 自那以后 这还是我第一次离湖水这么紧 紧张起来是好事 因为我们要进入更深的地理 说着碍事就通过系统打开了进入湖水王国的路 只见湖面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这正是进入地下城的入口 没有一丝由于碍事率先跳入湖水之中 曾让帝国的军队都无功而返的黑湖水 如今碍事却只带领五个人前往 在跳入湖水之后周围立刻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大家镇定下来不要着急 先打开照明 很快碍事他们就看到了周围的伙伴 就在这实力里被眼前出现的东西下了一体 众人听到动静连忙朝着前方看去 殿下 这里到底是什么 这里就是坐胶的湖水王国 水面之下的地下城 也是我们以后需要逐一通关的 怪物们的潮水 碍事发现在这里不仅可以呼吸 而且行动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大大就是因为那个古代魔法正笼罩着城市的原因 湖水下面怎么会有一座城市呢 而且我们又是怎么做到可以正常移动 不要说话 现在有人过来了 得到了卢卡斯的提醒 众人立刻进入作战状态 只见面前的白发黑袍人背着一把剑 朝他们走 大家不要紧张对方不是敌人 因为这是第一次进入地下城 碍事猜测他可能是引路的NPC 你们是来湖水王国寻找宝物的盗墓人吗 这里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趁着你们现在还能呼吸赶紧回去 看到面前的女人 碍事不禁有一丝诧异 因为这是他从没见过的一个NPC 在湖水王国中生活着一百多名NPC 而他们将会随机登场一人来为玩家引路 但这次出现的女人 却是碍事在反复游戏的742次中从没见过的角色 我们是从地上来的 为了寻找到怪物的根源 因为从这里不断涌出的怪物 地上正在饱受煎熬 我们是来结束这种局面的 湖水王国的噩梦不会停止 永远不会有人可以从噩梦中心 虽然伟大的战士和无数的英雄 曾经为了解除这里的诅咒而进行停止 但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失败 不要踏入这里的黑暗 在事情变得无法挽回之前夸佛到地上 我是阻止怪物们的要塞城市 克罗斯罗德的领主 我身上有保护百姓 不被怪物侵袭的责任 我不去怕黑暗 我们必须进入这座城市的内部 摧毁怪物们的根源 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 但因为门锁着我们没办法进去 如果有其他路可以通行 可以拜托你为我们引路 没问题 正好我要看看你所说的话 是发自内心的勇气 还是仅仅只是匹夫的蛮友 请得我来 进入城市的路在这边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非要称呼我的话 那就叫我无名吧 就这样众人跟在无名身后 沿着城墙外围走了数十分钟 我们不能跟着这种身份不明的怪人走 这一定是个陷阱 我都说了没事 先跟着他走 也就在这个时候 无名终于停下了脚 爱是第一次进入湖水王国 就遇到了自己从没见过的NPC无名 他们跟在无名身后走了十几分钟后 总算到了目的地 从这里进去的话 就可以通向城市的内部 这里是配水设施 所以地面很滑 请小心一点 就这样众人又在狭小的配水口里面 走了五分多钟 终于抵达了湖水王国的第一个区域 干涸的配水区 这里面有着城市全体的配水设施 虽然这里现在连一滴水都没有 爱是没有犹豫当即在这里搭建了传送门 这样一来这里就成了怪物无法进入的安全区域 而且下次也可以直接传送到这里开始 不过这个时候 莉莉已经不敢继续往里面走 但爱是怎么可能就这么回去 引路就到此为止 之后的路需要依靠你们的意志前进 警告你们 这里的湖水王国已经彻底被噩梦吞噬 越往下走就会越黑暗 怪物们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即便如此你们还是必须要走向深渊的 那我给你们一个忠告 绝对不能让你们手中的火把熄灭 看到吴明如此严肃的表情 众人也沉默了 祝你们日后好运 希望我们还有再见面的一天 就这样 吴明独自一人走进黑暗之中 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的 怎么会生活在湖水下面的城市 皇子殿下这里的黑暗很奇怪 连我的眼睛也看不清楚那边 不过那个女人手里也没拿活 她是如何在这片黑暗中穿梭的 但这些事情艾世也不知道 我们肯定会和她再次见面 到时候我们再问她 经过一番修整过后 艾世他们便准备攻略第一关了 以我们团队现在的水准 不会有什么大困难就可以通关了 就这样众人拿着火把朝着黑暗深处走去 原来这里是链接下水管道的走 这里的镜头是哪里 不要着急我们很快就到 原来地下城基本是由房间和通道构成的 在房间内会与敌人展开战斗或者发现道具 也可以通过与NPC的相遇等展开随机活动 而第一关房间的活动 赫然就是干掉面前的怪物 艾世他们需要消灭一共14只大型水勾鼠 虽然数量较多不能掉以轻心 但他们绝对撑不上几手的敌 卢卡斯你负责前卫 守住那里只需要消灭靠近的家务 德米安 这些家伙的头部非常坚毅 瞄准他们的眼睛或者 魔法是节省火力 你们只负责攻击冲破卢卡斯所在房间的家务 而唯一没有战斗力的艾世 负责观望就好 就这样 卢卡斯轻易斩杀了靠过来的怪物 德米安也在一旁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特性 他射出的每一件都精准命中了怪物的咽喉和眼睛 很快房间内的大型水勾鼠就都被消灭了 大家辛苦了很简单了 和之前的那些敌人相比这确实很轻松 殿下这里一共13只 我们现在采集魔石吗 艾世猛然想不到 刚刚系统给他的提示明明是14只大型水勾鼠 艾世帅队轻而易举解决了怪物 可卢卡斯却发现这里一共只有13具尸体 要知道系统提示过艾世 这里一共14只大型水勾鼠 反应过来后艾世猛地回头 只见最后一只怪物已经向他扑了拐 艾世下意识伸出手给了怪物一拳 由于带着幸运之手 这一拳触发了抽奖系统 竟然打出了121点伤害 直接将大型水勾鼠一拳轰到了墙上 一时间所有人都看上了 要知道幸运转盘可不会轻易出现百味的数字 殿下您没事吧 您刚刚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不过刚刚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您怎么会一拳就把那个怪物 因为我的拳头是皇子之拳 皇族在陷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偶尔可以发出超级力量 当然团队中除了卢卡斯之外 都是一副没有被说服的表情 但这件事还是被艾世蒙混过去 第二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里肯定有隐藏的东西 大家仔细搜搜看 皇子殿下 这里好像有东西 是宝物箱子 要小心一点 这可能是伪装成宝物箱子的陷阱 不过由于朱皮特黄金狂的特性 他已经第一时间冲了出去 幸好这只是个普通的宝物箱子 非常抱歉 只要闻到钱的味道 我就无法控制自己 说着朱皮特就把宝物箱子递给艾世 不过他已经偷偷在口袋装满了金币 第三个房间和第一个一样 他们很轻松就通过了 很快几人就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只要通关了这里我们就能回去 大家加油 但看到里面的场景 艾世都忍不住下了一体 这个房间里都是大型水沟鼠的尸体 在房间的最里面 赫然有一只巨大无比的怪物 老鼠 老鼠 必须要猎杀老鼠 必须要消灭老鼠 必须要将老鼠从这里清出去 我一定能让湖水王国变得干净 德米安没想到 怪兽居然能说人话 不过他的声音同样被怪物听到了 居然还有活着的老鼠 无论干掉多少事 还是会无穷尽地出现老鼠 系统传来提示怪物是巨型鼠人 下水道管理者巴尔雷克 艾世不明白 为什么要给鼠人起一个人类的名字 但他没有时间想这些 因为怪物已经朝他们扑了光 我要把你们全部消灭 由于莉莉很害怕老鼠 他下意识就对鼠人使用了火焰魔 恰好阻断了老鼠的进攻节奏 眼前的这一幕给了一旁的三人很大的证 但也为艾世迎来了思考对策的时间 这个该死的老鼠 差不多就去休息吧 我这个老人家也已经累了 话音刚落 一到雷电就贯穿了怪物的头 鼠人的身体不断冒出强大的雷光 就连艾世都没想到 哇 这么快就被解决了 下城的最后一关 竟然是一个有着人类名字的怪物 艾世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没想到鼠人直接被养个魔法师秒掉 殿下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当然可以 不过我们现在要先打开宝物箱子 说着几人就来到了奖励箱子之前 卢卡斯 你先去把猪皮特抓住 卢卡斯你放开我 你得尊敬老人啊 趁着这个剑系艾世打开了宝物箱子 里面放着一把二级的长剑 可以对鼠系怪物造成额外的伤害 团队中唯一用剑的只有卢卡斯一 艾世便把武器给了他 虽然他不能取代你一直使用的艾剑 但戴在身上肯定会有派上用场的什么 不过艾世记得应该还有一个奖励层 于是他便又开始在箱子里翻找起 很快就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这是一定会在这里掉落的自动防御炮的 拿到奖励后几人继续往湖水王国深处走去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个区域 隐藏的小巷 艾世没想到 仅仅是一个湖水王国的小巷就能如此华力 曾经由超高度的魔法文明构建的城市 如今却完全看不到任何存佛的生命体 只能永无止境的沉寂在黑暗之中 一步步走向死亡 伤胆一番后艾世在这里搭建了传送门 后面的区域会比这里更加危险 而且艾世也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大家辛苦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接下来我们要回去了 艾世并不知道 在他走后湖水王国出现了一个人 难道是最后一位玩家吗 最终还是来到这里 说着男人吹响了手中的鼻子 一瞬间 整个小巷出现了无数水 都是可悲的玩家们 请原谅我们的罪行 我和你们一样 一切都是为了湖水王国 与此同时 艾世已经通过传送门回到了府邸 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好好休息 真不知道还能不能休息 湖水下面居然有个那样的城市 真是完全猜不到那里发生过什么 而且那片黑暗绝对是不正常的某种东西 皇子殿下 您没有其他想要告诉我们的吗 虽然艾世通关了整个游戏 但游戏却没有表明湖水王国 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 现在还没有 以后我们一起慢慢去了解 看来今晚是无法入睡 我需要去喝一杯才行 那我也一起 不喝醉的话 我好像也完全睡不着 就这样朱皮特率先推着利力离开 我先回神殿了 必想到那片黑暗我也有点害怕 回去祈祷的话 应该会感觉好一点 德米安你回去要好好休息 现在我们也回去缓解一下疲劳 殿下您不用再下去探查一次 我们这次已经侦查完毕了 这次会攻上来的怪物 就是水沟鼠军团 原来那些怪物会先聚集在自由探索区域 当超过临界点时 就会像浮水的外面犯 所以他们在探索时遇到的怪物 就是下次防御战需要面对的军体 经过这次的地下城探查 艾世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的敌人是水沟鼠军体 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敌人 可他刚一回府邸 艾伊德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无论是中心还是附近的城市 全都说不能为外面派援军 艾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这个时候 卢卡斯的肚子却不合时宜地想了起 毕竟一切都已成定局 即便现在知道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艾世索性让艾伊德去准备饭菜 这件事情留到明天再聊 第二天一早 艾伊德就被艾世叫到了作战会议室 原来帝国现在正和西部的敌国在战斗 几乎所有的兵力都被派到了西部战系 艾世虽然很清楚这样的游戏背景 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在自己申请援军的时候 连南部偏僻地区的兵力都被调走 外加上距离上次战争才结束了几天 拥兵工会现在也没有多少拥兵 正当艾世陷入苦恼的时候 艾伊德却笑了起 你为什么还在心 难道还有能提供兵力的地方 确实有一个 不过您会很为难的 现在是让我为难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解决下一个场景 快说 有兵力的地方在哪里 既然您这么想知道的 不如您直接跟我走吧 不多是三人就准备好了马匹 艾伊德博左官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现在去前任领主 克罗斯边境国的府邸 边境国是守护在帝国边境的伯爵 他们需要抵抗敌国和消灭入侵帝国的惯物 因为要执行守护边境的任务 所以边境国比一般伯爵的权限要大 从最初有人聚集在克罗斯罗德的时候开始 克罗斯伯爵家就一直统治着这 因此整个要塞的名字也是取自伯爵家的形 自从要塞诞生 克罗斯家族就一直守护在这里 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家族 那边境国为什么要放弃这里的领主质问 如果按爱义德所说 边境国在这里的权限甚至比皇帝更大 如果他不是主动放弃领主意志 艾斯也不会被任命为这里的领主 所以艾斯很不理解 边境国为什么要放弃世世代代统治的领域 说起来很复杂 您还是亲自听他去解释吧 不知不觉见 几人已经到了边境国的府 这里是克罗斯伯爵家的别墅 他在放弃领主的位置后就搬到了这 看到面前的景象 艾斯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坐在这里 当然了 我一直定期往这里送物资 就在这时一个老人出现了 你们是什么人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就敢随便进入 滚出去 从我家滚出去 边境国大人您过得还好 是我呀 艾伊德 艾斯没想到 面前的这个老酒鬼居然就是边境国 他得到可以抵抗怪物的兵力 艾斯不远万里来到上一任领主的府邸 但他没想到 守护了克罗斯罗德多年的边境国 居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酒鬼 边境国大人 我带来了客人 我不是说过 不要让任何人来见我们 这位是新上任的领主大人 帝国的三皇子 艾斯殿下 很高兴见到您 克罗斯边境国 我是伟大的皇帝陛下的小儿子 我来这里是有事和您商谈 出去 艾斯没想到自己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我让你出去 难道你没听见吗 即便边境国您是曾经统治这里的实权者 也不应该对初次见面的皇子下诸克令 你是不是太放肆了 需要我告诉你我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但此刻边境国已经拿起了武器 艾斯意识到 面前的边境国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而对付疯子最好的方法 就是逃避 这我还没动手赶紧过来 不要再出现了 就当我不存在 边境国名叫夏尔克罗斯 是一个从没在游戏中出现过的角色 但他的女儿一般杰林克罗斯 却是这个游戏最强大的坦克 所以艾斯无论如何都要拿下这个酒鬼老子 话说那个老头为什么能帮我们解决兵力问题 因为克罗斯边境国家族拥有私兵 那是一支只忠于边境国的精锐部队 只要能说服边境国 兵力不足的问题就会有很大改善 看来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煽动他 可现在别说对话 连和他见面都是个问题 皇子殿下 我们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酒鬼跟酒鬼有专门变亲近的方法 听完艾伊德的话 艾斯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当天棒了 他再次来到了边境国的府邸 看来你是不懂得珍惜生命了 我上次已经和你说过了 但他看到艾斯身后的东西时 他的态度转变了一些 那是什么东西 还能是什么 说着艾斯先开了板车上的锅 当然是你喜欢的要死的东西 毕竟三皇子出了名的风力 所以他一定不会空手来到乡村 我们一起喝一杯把边境国 这可是来自帝国的高级酒 不过您要是不想喝就算了 谁说不想喝了 皇子殿下 请敬 把那些酒也一起带上 就这样边境国带着艾斯进入了府 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地的酒 空气中也充斥着酒精刺鼻的味道 我好久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喝酒 这个杯子干净了 就算家里一团糟 酒杯也至少得干净 这才是对酒的基本理 让我快看你带来了什么好酒 居然是和平制造者元年的皇室威士忌 这个酒可是非常名贵 这款酒是为了纪念 现任皇帝即位之年而酿造的酒 即便是一般的贵族也很难享用 所以艾斯相信 接下来边境国对自己的态度 一定不会太差 一个浑浑噩噩的老酒鬼 一个酒肉不离手的风流皇子 他们两人间的一顿酒局 却决定了克罗斯罗德接下来的命运 为此艾斯特地带来了皇室 才能享用的美酒 他相信有了这酒 边境国对他的态度一定不会太差 不愧是名酒 从咽下喉咙开始就很不一样 你喝得那么急 能感受到他真正的魅力吗 要想和平时大口畅饮的便宜货相比较的 那这个酒不也应该大口喝吗 只有这样才能公平地做出评价 总之边境国 我们今天需要聊的 不要转移话题 我只是让你进来喝酒 要是聊别的你就出去了 那你至少准备点下酒菜 听到这话边境国却罕见的没有发火 拿着 在窗外那里 能看见吗 就在这座府邸的后面 地方非常小 平时管理那些果树就是我的消强 不过艾斯刚把果干放到嘴里就吐了出 这到底是什么呀 又苦又心 这种东西要怎么吃 经过我如此精心栽培 才收获的水果就这么让你吐 真是没礼貌 可话虽这么说 边境国自己也吐了出来 虽然是我栽培出来的水果 但这个是真的难吃 没办法 只能把它送给你当礼物 你都无法下咽的东西 为什么要送给我 我要是能吃就自己留着了 为什么要给你 一时间爱是完全找不到可以反驳的理由 克罗斯罗德坐落于大陆的最南端 这里日照亮大土地肥沃 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种植果树的土地 不光是水果还有其他各种农作物 只要开垦土地 就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 如果那些怪物没有总闯进这里的话 虽然怪物们破坏土地 害农夫们丧命也是问题所在 但那些家伙在被干掉的时候 在这片土地上是下了浑浊的魔术 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这一带全被污染了 即使种了作物也逃不过死磕的命 也就是说这片土地已经被诅咒了 所以克罗斯罗德周围 才没有任何的农田存在 边境博用复杂的眼神看着酒杯 里面是使用这一袋 无法收获的补物和水果酿造的 代表皇室的金黄色酒 既然已经这样了 您为什么还要照料果园 人活在世 心里总会有一丝留恋 那个果园就是我的留恋 现在我也不会轻易就喝醉了 边境博 您要不要猜猜我今天来找你的礼 我不是说过了 你要是想聊别的那就出去 你想赶我走就赶吧 但我要说完我想说的再出去 怪兽们又开始蠢蠢欲动 而且这一次规模不容想去 上次有一千只幽灵骑士入侵 虽然我们想方设法担住了 但城墙被损坏得非常严重 而且现在也处于士兵不足的情况 我们现在急需兵力 边境博 我需要你麾下的那些士兵 九国三巡后 艾师总算表明了自己的目的 我们现在急需兵力 边境博 我需要你麾下的那些士兵 我的手里没有士兵 我已经了解到你的家族 拥有士兵的事实了 确实有一些由我亲自选拔训练 并且陪我一起奔赴战场一生的朋友 但是在我放弃领主职位的时候 在我放下那个枪和盾牌的时候 那些朋友也放下了武器 现在他们都隐退了 请你重新召集他们 没有用的 这里的土地已经没有守护的价值了 不要让他们为了守护毫无价值的战线 而白白送命 让他们逃跑吧 艾师没想到 从遥远的先代到如今 一直以守护这片土地为业的家族的男人 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说 皇子大人 您为什么要来到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会走向死亡 既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 这是作为浪费一生守护这里的过来人 给你的忠道 离开这里 越快越好 在你被这里的诅咒吞噬之前 殿下您成功说服他了吗 没有 不过还是收到了礼物 哪有事情一天就可以解决的 慢慢来吧 话说回来 边境博曾经遇到过什么事情吗 他好像经历过什么大事 卢卡斯你知道吗 爱伊德那小子居然让我亲自听边境博说 该死的总监 看来回去要好好教育一下他 总之说服他是大事 但在那之前我们也得做好能做好的事情 因为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 怪物们的攻击都会如期而至 而爱事要做的就是尽量有效力地消灭怪物 我们回克罗斯罗德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一次 他们将会面对三只精英怪 还有3251只大型水沟鼠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城墙上的巨剑已经被清理了 今天会清理所有的残骸 正式进入修理城墙的工作 巨剑的残骸不用清理 直接丢在城墙前面 他们会成为很好的路征 刚好能做谷鼠器 城墙预计多久可以修好 因为城墙的状态比想象中更差 直接说重点需要多少天 还需要十天 但现在距离下一次防御战 只剩下七天的时间 克罗斯罗德的城墙 是帝国建筑技术的成本 爱事明白这不是简单 用石头就能填补好 我会将人力和物资空运过来 无论发生什么 一定要在一周内修好城墙 爱事很清楚这是无理的要求 但他现在只能强行督促他们完成 因为他们在地下城 遇到的那种巨大猫鼠 这一次足足有3000多只 所以他们这次防御战 一定不能没有成绩 我们会尽力的 你们的辛苦和付出 我会记在心里 各位 这是守护世界的工作 大家一起加油 他成功守住克罗斯罗德 爱事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白天在城墙上 监督防御线的修理 晚上就来到边境博家里 陪他喝酒 他与边境博之间 再也没有聊过什么 就只是在喝酒 防御线也正在 按部就班的修理 这些天的酒 也让爱事的身体有些透支 终于在三天后 边境博第一次主动开口 皇子殿下 你有深爱的人吗 听到这个问题 爱事有点猛吗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问你有深爱的人吗 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有吧 确实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 真的没有吗 要知道爱事并不是这个世界里 而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 爱事一直是自己一个人 从来没有得到某人的爱 也没有爱过某人 只是自己孤独的生活 后来开始直播之后 慢慢有的人气 从众多观众那里得到了爱 不过那些也只是观众们 单方面对他的爱 年轻人 看来你的生活很无聊啊 这是独自待在家里 只知道喝酒的你配说的话吗 边境博 那你有深爱的人吗 我曾经有过 我的妻子 我爱了一辈子的人只有他 不过他在三年前去世了 就是在这里的果园 被怪物们撕碎的 所以我只能用空棺材 为他举行葬 边境博望着自己的酒杯出了神 这片土地的领主 有一个代代流传下来的魔咒 也可以说是诅咒 就是这座城市和心爱的人之间 总有一天要在这两者之间 做出选择 无一例外 从遥远的现代领主们开始 再到我的爷爷以及我的父亲 没有任何一个人逃过了那个诅咒 说这些话的时候 边境博的手已经开始 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也一样 最终面临了那个选择 那个时候怪物们 已经在十几年间没有动静 城市一片祥和但收益却减少 因为财政情况变差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开始新的产业 那是我的妻子说 在战线南边的土地耕田吧 当时战线以北的土地已经饱和了 南边的空地确实非常有吸引力 怪物出现的频率减少 土地的魔力污染也消失了 确实是一块可以务浓的土地 所以我就向南扩张了耕田 随后其他地方的难民们 也都闻讯了 因为怪物的数量叫少 所以很轻松就可以将其击退 很长一段时间 事情确实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而这里的果园 就坐落在那个开墾地的最南端 我的妻子作为领主夫人 在最危险的地方带头开墾土地 我还记得妻子用沾满泥土的手 为我吃葡萄的画面 虽然这里刚开墾的第一年 种出的水果品质并不逸 但却比世上的任何东西都要甜 我问自己 以后也会继续这样的日子 第一次吃到妻子亲手种植的葡萄时 边境多内心产生了一个愿望 也许我们再也不用消灭怪物 我问自己 以后也会继续这样的日子 虽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开墾的第二年 我收到了有一百只左右的怪物 正在接近这座城市的警报 我急忙回到了城市 而留在家里照看果园的妻子 则是一边向我挥手一边叮嘱我要小心 可等我到达了城市 才知道那些家伙分成了两群 有十几只怪物脱离了大部队 进攻到了开墾地 而怪物们的大部队已经开始攻击城市 我必须做个选择 到底是救开墾地的妻子 还是守护城市了数万名的百姓 皇子殿下 你觉得我最后选择了什么 碍尸沉默了几秒 你选择了守护城市 没错 就像我们的家族世世代代做的那样 按照原理和原则 最后选择了城市 我锁上城门将怪物挡在了外面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 最终才将所有的家伙全部击退 后来我急忙骑马挡回开墾地的时候 发现农田已经被破坏 开墾地的百姓们也全部丧命了 数百名百姓被十几只怪物撕咬的什么都不剩 这里的果园和我的妻子也是一样 我忠于了自己的义务 但却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难道是因为用于对付巨大怪物的防线不够坚固 还是因为我强行向战线以南扩张 没错 全都是我的错 但其实最让我痛苦的事情是 在选择的瞬间 抛弃妻子 选择城市的自己 我的女儿说我疯了 她始终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她的母亲 而是选择了城市 这件事情发生几天后 她便离开了这里 最终守护这里一辈子的结果就是这样 妻子身亡 女儿离我而去 留我独自在这里慢慢地老去 心灵主 这只是一个例子 你应该知道人们称这里的战线为什么 坟墓之上的城市 用死亡堆积而成的这座城市 也会要求你做出选择的 为了守护这座城市 必须牺牲自己最深爱之物的那一刻 一定会到来 爱是觉得 与其说这是一种诅咒 倒不如说这是预言 就像是在预告必然会发生的结局一样 我们的家族一直以来都承受着那种牺牲 但是我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不会将这份受到诅咒的工作 交付给我的女儿 果然 你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继承领主的位置 所以才散伤了职位 没错 我希望我的女儿可以离开这片被诅咒的土地 过上幸福祥和的生活 皇子殿下 你说过让我帮助你守护城市吗 我曾经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守护这里 甚至失去了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已经不想再继续了 我现在不想现身于城墙上 而是想在这里的果园慢慢老去 并在酒杯上的边境博的双眸中 已经不再有守护战线一辈子的自豪感 他的眼眸里只有一个男人在最后一页 不能守护在妻子身边的混合 世世代代守护克罗斯罗德的边境博 如今只能利用酒精麻痹自己 才能浑浑噩噩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回答应该可以解释清楚 我为何不想帮你了吧 我是因为感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才实话实说的 你走吧 走之前我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 若是你也遇到了那种瞬间 一定要好好决定 不要像我一样后悔 而此时距离场景二开始只剩下两天了 大家都辛苦了 吃点食物休息一下吧 看到爱事带来了食物 众人立刻围了上来 臭小子们 快点吃完去干活吧 接着爱事便向负责人询问修理的进度 多亏殿下补充了充足的人力 应该能按时竣工 再有两天就能修完城墙 那现在也是时候搭建那个了吗 皇子殿下 我终于能用这个了吗 原来这是爱事在地下城得到的魔法卷轴 今天正好被炼金术师研究完了 爱事没有犹豫当即使用了卷轴 一阵光芒过后 爱事手中的卷轴消失了 接着爱事便开始寻找搭建炮台的材料 之前宝箱里得到的二级魔力盒也派上了用场 准备好材料之后 爱事就选择了炮台搭建的位置 一瞬间地上的碎石就全都飘向空中 在众人的目光下组建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大炮 仅仅过了几秒钟 一门崭新的大炮就屹立在城墙之上 看到数百年前就已经消失的魔法建筑技术 炼金术师也露出了向往的神情 也是多亏了有你们 才能铸成如此坚固的防御线 今后也拜托各位了 就这样爱事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城墙 他很希望这种状况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离开城墙之后他就来到了铁匠埔 他用之前收集的材料帮卢卡斯定制了一套盔解 这套盔甲虽然数值很一般 但它的特性却有很大作用 亡灵化可以让使用者在五秒内免疫所有伤害 不过在这期间使用者也无法攻击他人 我一定会好好使用的 这是当然了 这可是我亲自为你量身定制的 卢卡斯当时来量尺寸的时候也是一副要哭的表情 爱事决定以后得经常给他送一些礼物 谢谢你做出了一身好装甲 我才应该感谢您 久违地碰到了这么好的材料令我非常开心 若是您再交给我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出好东西 殿下还请您经常来定制 要知道直到游戏结束 铁匠铺制造的装备在攻略中都非常重要 所以爱事一定会长期光顾这 铁匠铺的事情处理完后 爱事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我们去西部地区吧 那里有最重要的活动 在要塞城市西边的平原 祭奠死者的炮声响彻天井 为了弥补克罗斯罗德空缺的兵力 爱事拼尽全力想要得到边境博的帮助 但边境博的身上早已没有曾经的义气风法 他现在只是一个等待死亡的迟暮劳 不过爱事并不会因此受罪 因为无论发生什么 怪物们都会如期而至 好在城墙的修筑和防线的搭建还比较顺利 如今爱事就只剩下最后一件事 我们去西部地区吧 那里有最重要的活动 在要塞城市西边的平原 祭奠死者的炮声响彻天井 葬礼开始了 这是为了在上个场景中丧命的士兵们举办的葬礼 整整齐齐的墓碑之间 一些新棺材被土埋了起来 上一个场景中死亡的人数并不多 爱事不知道这到底是万幸还是不幸 圣哥对的歌声不断在周围回荡着 就这样 所有的流程在一瞬间就走完了 夜幕降临时 爱事还是望着眼前一块块墓碑不肯离开 将城市预算的一大部分都用来伴葬 而且还制定了王者补助金 的确像是皇族的作风 但这里是怪兽前线 这是一个以则粮食的地方 总会有这种善意无法承受的瞬间到来 边境博 您就是为了说这种话才来到这里 还是说你的酒都喝光了 对我这种人来说酒总是不够喝 我也会自己来买 但是今天来是有其他原因 我问了老战友们的意见 他们曾是我的士兵 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协助你守护城市 所以呢 他们是如何回答的 他们都说愿意 愿意再次守护城市 太好了边境博 这是我这个星期听到的消息中 最好的一个消息 虽然不知道那些老兵能不能帮到 但他们正在重新武装 指挥权就让给你吧 派遣他们是千万要小心 他们都和我一样是老头子 真的太感谢您了 边境博 你不必谢我 而是要感谢他们 要知道爱事正因为边境博的顽固在苦恼里 没想到边境博居然主动来帮助自己 那也是多亏了您去和他们说 真的非常感谢您 我这个糟老头子也只能帮你这么多 这座城市就拜托您 心灵主 祝你好运 感谢您的协助 边境博 我会好好表现的 我今后也会经常去借用您的智慧 这算什么智慧 记得带上酒 我十分担心您的身体 会给您送充足的药材 臭小子 你要是送那些还不如什么都不送的 就这样 边境博挥了挥手 离开了自己守护医生的克罗斯罗德 爱事看着边境博逐渐远去的背影 他的内心很想挽留边境博 因为边境博即便年事已高 但他作为守护着前线一辈子的司令官 一定能在防御战上帮大忙 但爱事并不能这么做 因为边境博已经在这座城市失去态度 爱事唯一能做的 就是默默看着这位老人远去的背影 爱事还想着下次有机会可以和他促膝长谈 听一听前任领主的忠道 但此时的他做梦都没想到 永远也不会有下次 这是克罗斯罗德两任领主间的最后一次交谈 世世代代守护这里的边境博 终于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从现在开始将由爱事来守护城内的万千灯 边境博挥了挥手 像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两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城墙也已经彻底修好了 虽然很多地方急着赶攻 但是做到城墙引起的作用还是没问题的 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不仅物资充足 而且一直空缺的兵力也得到了补充 虽说黄昏兵团原先有一千多人 如今站在这里的只剩下三百人 但是能有这么多人过来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自动防御火炮能很大程度弥补火力不足的问题 专为怪物准备的斩杀区域也已经布置完整 爱事现在有信心可以轻易击退这次的敌人 但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出现 在那片空旷的土地上 只有他一人默默看着克罗斯罗德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骑马从远处赶来 皇子殿下侦察基地来报 怪物们已经朝着克罗斯罗德涌过来 没过多久 爱事就看到空旷的土地上布满烟尘 他们就要来了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自从玩这个游戏以来 爱事从没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 可就在这时 他发现烟尘中好像有一个人也 他不理解 为什么这个时候 会有人出现在怪物的必经之路上 殿下您怎么了 卢卡斯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一个人 可随着爱事手指的方向望去 那边除了漫天烟尘什么都没有 德米安 你没看到那边有个人吗 德米安立刻发动千里眼 我没看到任何人 皇子殿下 爱事面色凝重地望着前方 他只能祈祷刚刚真的是自己看错了 就在这时 城墙开始震动起来 这就意味着 攻城的怪物们已经很近 但越是这个时候 爱事就越要冷静下 不管刚刚是不是眼花了 也不管敌方的数量有多少 爱事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拦住他们 炮兵部队 准备发射 听到命令的瞬间 城墙上的火炮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无数炮弹朝着鼠群飞去 在狭小的通道中 对鼠群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仅仅第一次炮击 就让数百只老鼠粉身碎 爱事很清楚 鼠群的特点就是数量多 其他的根本算不了什么 而且他们因为数量太多 所以都是成群移动 只要进行范围攻击 就可以一次干掉一大群 不知不觉间 战斗已经开始三十多分钟了 按照这样的进度进行下去 一定可以无伤通过这个场景 可就在这个时候 老鼠居然翻过了蓝路的木墙 爱事连忙拿起望远镜 观察战场的情绪 原来木墙下面鼠群尸体堆在了一起 那些怪物踩着自己同伴的尸体 翻过了木墙 以为是最容易通关的一个场景 可爱事却在场景开始前 看到了一个神秘的神秘 但不等他细想太多 老鼠却又翻过了木墙 随着怪物们的尸体不断堆积 木墙不堪重负倒塌了 斩杀区现在就失去作用 是爱事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连忙让炮兵部队 和闯弩部队改变瞄准点 还好斩杀区和城墙之间 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中间还铺满了障碍 但爱事忽略了一件事情 失去了限制之后 老鼠的移动速度太快了 大型的火炮和床弩 根本无法瞄准他 一时间爱事也想不到 该如何解决 身为指挥官 他本该注意到老鼠的特点 也许是最近接踵而知的好消息 让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照这样下去 会有比爱事预想中 更多的鼠群到达城墙 就在这时一旁的自动防御炮弹中 仅仅一瞬间 就射出了数十发炮弹 而且无一例外 全都精准命中了城墙下的怪物 爱事都不禁被他的效果震撼到 可仅凭一个自动防御炮弹 依然无法改变整个战场的局势 而且耗尽炮弹之后 自动防御炮塔进入了再装填序列 现在再也没有能阻挡 这些老鼠脚步的东西了 虽然巨剑的碎片 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他们到达城墙 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一旦他们到达城墙 那就不可避免地 要用身体拦住鼠群 这样肯定会有很多人伤亡 就在这时 一发炮弹精准落在了鼠群之中 而且这仅仅只是开始 往后的每一发炮弹 都有效阻挡了怪物们进攻的步伐 爱事不禁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 就是那样 小家伙你做得很不错 原来黄昏兵团 都是一群身经百战的老兵 他们为年轻的士兵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打起精神来 一鼓作气 不要从现在开始拼命 想要结束还早着呢 射片也没关系 继续发射 做成火网也有效果 殿下您不用担心这里 我们这些老兵会好好指挥的 这些老兵寸步不离地 陪在士兵身边 为他们充当导师的作用 重新将已经溃败的战场 拉回了正面 多亏了黄昏兵团的活跃 才能有效地攻击那些水沟鼠 而在同一时间 爱事和他的队员们 也在负责各自的任务 卢卡斯在前线担任指挥 负责根据爱事的指令 下达精确的命令 即便不懂用兵之道的 爱事下达了 罗伦两可的指挥 卢卡斯也能喊辟而喻 之后下达精准的命令 德米安负责狙击 虽然有些慢弹射得很准 所以靠近城墙的水沟鼠 都被他一一击毙 也许在这种大规模的战斗中 他的作用并不出色 但也为爱事减轻了不少压力 莉莉依然在现场 负责管理守城的人工制品 她有点刻意地提高自己的音量 似乎显得自己很萌的样子 就好像在给爱事展示 我有在认真工作 可即便这样 爱事现在也不能让他退居幕后 唯一不同的就只有朱皮特一人 在所有人忙着抵御怪物的时候 他独自一人躺在城墙上喝着小酒 所有人都在努力抵御怪物的时候 朱皮特却独自一人躺在城墙上喝酒 虽说爱事确实让他先休息 但他没想到朱皮特会光明正大在这里喝酒 关键朱皮特还是珍贵的魔法师 爱事也不好说他什么 真要说起来的话 爱事其实并不喜欢这位奶奶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战线都还维持得很好 而且自动防御炮塔也已经装填好炮弹 他每一次发射炮弹都能对鼠群造成有效的打击 照这样继续下去 就一定可以顺利通过这个场景 但就在这个时候 爱事再次看到了一个不起眼的黑点 那个黑点 赫然就是爱事刚刚看到的人影 意识到自己并没看错后 爱事立刻绘制了地图 看到地图的瞬间他愣住 他没想到场景2居然出现了敌对NPC 虽说这个游戏会在每个场景出现不同的活动 其中来自敌对王国或湖水地下城的NPC 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阻碍场景进行 但现在才只是场景2 根本不是敌对NPC会出现的时候 而且爱意德现在并不在这 他也不能询问现在的情况 德米安 你看到那个男人了吧 皇子殿下 您说的是那个游鹰诗人吗 不要犹豫 立刻瞄准他的脑袋射击 但是他看起来不是怪兽 他和我们一样是人类啊 直到听到德米安说游鹰诗人 爱事才想起来那个人究竟是谁 一定要在那个家伙吹笛子之前 射中他的脑袋 但德米安犹豫了 他的手在颤抖 他不想将武器瞄准一个人类 你不是说过要成为我手中的枪吗 如果你不想看到更多人丧命 就立刻瞄准他的脑袋 可一切都太晚了 一阵悠扬的笛声传到了城墙之上 爱事缓缓回过头 望向游鹰诗人的方向 只见笛子被游鹰诗人放到了嘴巴边 本该悦耳的笛声却让爱事有些胆叹心惊 一时间所有水沟鼠都停下了动作 城墙上的士兵们也全都愣住 他们不明白这些老鼠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下一秒 所有老鼠发出尖锐的叫声 像是在回应游鹰诗人的笛声 他们朝着同一个地点有关 是哪里 他们的目标是哪里 是城墙的中央 那里是 今天刚刚修完的部分 大炮和床弩部队 全部改变瞄准点 集中所有火力 几乎是在爱事下令的瞬间 火炮和床弩就齐齐发射 但还是太晚了 战场上的局势千变万化 怪物们的行动变化的太突然了 水沟鼠的加速让士兵们根本来不及反应 但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最前面的水沟鼠居然一头撞在城墙上死掉 而且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随后赶到的怪物也是狠狠一头撞上来 就撞在今天早上刚修复完的那堵城墙上 不赢的士人带来死神的情景 悠扬的笛声奏响进攻的号角 怪物们前赴后继涌向要塞 没有一丝犹豫狠狠一头撞在城墙上 就撞在今天早上刚修复完的那堵城墙上 要知道几个小时前才刚修完城墙 虽然大家在不充足的时间里全力以赴 但城墙的状态不完整是难免的 因为是指集中修理了有裂缝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缝隙也是没办法的 现在那群怪物就在用自己的身体攻击缝隙 他们用头撞击墙面 用脚指甲掀开铁板 用牙齿咬碎石头 一步步瓦解城墙 用其他怪兽都做不到 只有老鼠能做到的方法 即便因此丢掉了幸运也在所不惜 可偏偏爱诗没有任何办法应对这一切 那一瞬间不知道是不是爱诗的错觉 他似乎看到那个游银诗人笑 游银诗人是湖水王国出身的NPC 可以用笛子给怪兽们下达命令 被玩家们称为吹笛子的男人 德米安 快点瞄准他的脑袋 一定不能让他逃走 可德米安的手却一直颤抖了不停 游银诗人似乎在挑衅一般 在德米安的瞄准下调整了一下帽子 德米安 你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可直到游银诗人消失 德米安都没能射出手中的弩箭 反而在他逃走后 如是重负般放下了十怒 十分抱歉皇子殿下 虽说他是敌人 但对我来说瞄准一个人类 不过爱诗也能理解 毕竟德米安原本的职业是一名治疗师 但他们的敌人中也有很多人类 今后和人类对战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无法克服这个问题 德米安的战斗力就会大得折扣 这个问题 我们留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聊吧 现在爱诗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把所有火力全部集中 一定不能让那些怪物靠近城墙 猪皮特 你有事干了 快点给我出现 我就知道您会需要我 早就做好准备了 给我把那些老鼠 全都烘成渣子 一瞬间强大的雷电从天而降 直直落在城墙前面的鼠群中 利利 准备火焰喷射人工制品 全都使用最大威力 是 殿下 发动火焰喷射人工制品 下一秒强大的火焰就从人工制品中喷涌出 一时间城墙前面成了鼠群无法踏足的禁区 现在这片区域已然化作一个天然的斩杀区 你们以为帝国建的要塞是白色吗 一群没有脑子的蠢 就在这时系统却突然传来新的提示 刚刚还用问号表示的boss突然有了名字 这就意味着现在是boss登场的时候了 而且他们还带来了第二波水沟鼠军团 他们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突破城墙最薄弱的地方 拦住他们 一定要拦住他们 是利用怪物的特性 将城墙变成了新的斩杀区 就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水沟鼠军团的boss 鼠人斗士出现了 伴随他们一起的是第二波的水沟鼠军团 几乎在出现的瞬间 鼠人斗士就朝着城墙直直冲了滚 你们别傻站着看 一定要拦住他们 一时间所有炮火都射向刚刚出现的鼠人斗士 可鼠人斗士完全不管那些炮弹 直直朝着城墙跑去 要知道他们的快逃 比艾师当初在地下城见到的鼠人至少大了两倍 一旦让他撞到城墙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毁于一旦 就在这个时候 自动防御炮塔的炮弹装填完成 一瞬间数十发炮弹直直射向鼠人斗士 强大的火力瞬间将其淹没 就这样 第一只boss倒在了众人面前 可现在情况并没有得到好准 他们又来了 准备好 一定要弹掉鼠人斗士 开炮 不要节省 火力全开 发动魔力增幅人工制品 对象是猪皮特 皇子殿下 我现在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 你们这群鼠崽子 让我教你们要怎么尊敬老人 只见数十道雷霆如雨点般落在鼠群之中 仅仅一瞬间就有无数只老鼠融化 但正是因为这样 鼠人斗士并没有倒下 猪皮特的攻击被分摊了太多 剩下的伤害并不足以击杀鼠人斗士 莉莉 快使用火焰喷射 可是皇子殿下 人工制品还在冷却 所以啊 莉莉你得亲自出马 强大的火力瞬间吞噬了鼠人斗士 在漫天的火光中 鼠人斗士终于停下了脚步 但火焰散去 第二只鼠人斗士倒下了 但就在这时 第三只鼠人斗士扒开了挡在前面的同伴 还剩最后一只 一定要拦住他 只见卢卡斯将剑扛在肩上 他的眼神无比坚硬 下一秒 卢卡斯的长剑便从城墙上直直飞射而出 但这一剑的伤害仍然不足以击杀鼠人斗士 皇子殿下 还差一发 德米安 给这一切画上句号吧 没有丝毫犹豫 德米安发射了手中的石鹏 成功了 我们干掉他了 可下一秒 鼠人斗士却亮亮呛呛朝着城墙跑 爱诗没想到 他受了这么多伤害后居然还能动 随着一声巨响 鼠人都是倒下了 但他最终倒在了城墙之心 城墙被攻破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边境博在远处看着这里的战斗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司令官 他一眼就看出了这群怪兽的部落 不仅规模宏大 而且怪物也不是鱼龙混杂 而是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军体 他无法想象 爱诗居然已经经历了三次这样的战斗 边境博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爱诗会极力请求自己帮忙了 那个只会在都城吃喝玩乐的公子哥 做得令人难以置信 可这一切还是太危险了 边境博很犹豫要不要帮忙 可他想起了自己回到果园时的场景 克罗斯罗德留给他的回忆实在太痛苦了 而且边境博早已经卸任了 作为一个老人家 他没必要亲自出马了 看到面前这些工程的怪物时 边境博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爱诗会极力请求自己帮忙了 但他已经卸任了 现在没必要亲自出马了 他只要在果园里陪着妻子安详晚年就好 可就在这时 边境博听到了一声巨响 鼠人都是在临死至极 攻破了克罗斯罗德的城门 但边境博已经发誓不会再上战场 他现在只想回到果园 老婆等着我 我这次一定会守护好你的 与此同时 给城里下躲避令 立刻 城门被攻破了 现在城里的居民不在安全 第二波水沟鼠军团已经近在咫尺 留下几名炮兵和弓兵 能打白人战的成员都到城墙下面去 其余人员继续开炮 一定要在倒塌的城墙前 够住火网 朱皮特 你可以依靠自己的判断战斗 不过最好一次解决尽可能多的敌人 一旦攒好魔力 就释放出全部的雷电 现在还有哪些可以使用的人工制品 只有海斯特一个 火焰人工制品呢 距离充好电还剩十分钟 立刻将海斯特用在白刃组士兵们身上 待火焰喷射一充好电就马上使用 而此刻德米安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他觉得现在的事态都是自己造成的 爱是一个脑瓜崩盘在德米安的头上 你至今为止表现得都很不错 我不会因为一两次小小的失误就责备你 所以不要气馁 作为能百分百命中敌人的狙击手 德米安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作弊角色 我光是能拥有你这么优秀的手下 就得到了极大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像我相信你一样 对自己抱有信心 德米安你听好了 你要作为守护要塞的最终防线 你要狙击那些穿过白刃组之间的缝隙 侵入城市的水沟鼠 爱是现在能做的 就只有祈祷他们可以完成各自的任务 他们进去了 白刃组做好准备 一瞬间所有士兵的神情无比凝重 他们在等待 等待水沟鼠进入要塞的瞬间 第一只水沟鼠进入的瞬间就被一刀斩杀了 作为白刃组的指挥官 卢卡斯必须做出表率 他们出来的通道很窄 不要慌张 一只一只的解决 有了卢卡斯的鼓舞 士兵们全都气势大振 可爱是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通过城墙的水沟鼠数量在不断变多 爱是猛然想到 这些怪物一定在偷偷拓宽通道 火焰喷射人工制品准备好了 可下一秒一声尖叫吸引了爱是的主意 只见一部分水沟鼠已经爬上了城墙 咬死了炼金术士 那些炼金术士就这样倒在了莉莉面前 爱是连忙冲过来一拳轰在水沟鼠身上 但这一次的伤害并不高 怪物也只是被打飞了 现在还有源源不断的水沟鼠爬上城墙 全都放马过来吧 你们这群该死的家伙 城墙的缺口在不断被怪物们扩大 还有不少怪物已经登上了城墙 而且因为炼金术士的伤亡 人工制品无法启动了 在一层阻拦的白刃组成员也出现了伤员 远处拦截组本应该帮他们减少负担 可两边的伤员越来越多了 就连爱是都不得不靠着幸运手套加入战斗 照这样下去 真的会有无法挽回的损失 关键时刻转机出现了 那是边境博大人 听到士兵的声音 爱是连忙朝着城外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平原传来一阵耀眼的光芒 爱是还记得那把长枪 当初边境博就是拿着这把枪指着自己 那个布置的老酒鬼 此刻正独自朝着怪物冲锋 你们这群该死的怪物 错我来啊 看到熟悉的光芒亮起 爱是知道边境博使用了广于挺性 这样一来所有的水沟鼠都会以他为目标 他不理解 这个已经不愿意守护要塞的老人究竟先干什么 你在做什么 边境博 那样会没命的 但回应他的只有边境博无比坚毅的眼神 夏尔克罗斯出生在阻拦怪物的要塞 无论是在父亲去世之后继承边境博之卫使 还是年纪轻轻就成为领主时 他每天都在猎杀怪物 对于他来说 世界就是如此简单明了 直到那个女人来到城市之前都是如此 你要在这座城市里卖什么 卖花 领主大人 女商人得到了室内的开店许可 夏尔克罗斯面对那个女人十分无语 这里是怪兽前线 这里需要的是枪支弹药 花有什么用 而且很快就会凋零 正是因为毫无用处 人才需要花呀 花之所以美丽 就是因为会很快凋零 夏尔克罗斯无法理解 所以他怀疑那个女人是敌国派来的间谍 为了找到那个女人是间谍的证据 他每天都会去花店 后来他开始能区分花的颜色和香味 并且记住了花的全部准备 但是他依然无法理解花为什么美丽 一年后夏尔克罗斯向他求婚了 时间回到现在 边境博的技能吸引了所有怪物的主 一时间水沟鼠军团朝着他一人有趣 边境博和以前一样冲进了怪物群中 做着自己曾经最擅长的事情 他还记得那一天也是怪物入侵的日子 那天晚上他刚刚击退怪物就匆匆赶回家了 老公你看 这是你的女儿 夏尔克罗斯还没来得及洗去身上的血液和尘 他小心翼翼地抱起了那个小龙 一般杰林 我们的女儿人如其名 很漂亮吧 但夏尔克罗斯不太清楚 所以没有回答 他不理解 如此柔弱一不小心就可能消失的想象 为什么会让人心中充满喜悦 就在刚刚猎杀怪物时他还无所不知 可现在却什么都无法理解 怪物即将突破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 边境博出现了 他使用广于挑衅技能吸引了所有怪物的主 明明已经发誓不在守护这里 可他还是义无反复地出现了 快速整备兵力 不要使用大型武器 以免误伤到边境博 只用石弩和弓箭 先射击那些外围的水沟鼠 卢卡斯 带着所有能打白刃战的士兵去城外 一定要救出边境博 不 殿下 我们不只要救出边境博 这次的战略 是我们绕到那群水沟鼠的后面进行攻击 这样可以把他们一举歼灭 我们会歼灭那群家伙 和边境博一起活着回来 所有人 和我一起干掉那群家伙 把边境博活着带回来 爱是此刻只能在内心祈祷 希望边境博一定不要有危险 那个发誓不会守护城市的老族 此刻正在为了城市战斗着 夏尔克罗斯自己也很不理解 不理解自己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明已经决定要在妻子旁边度过最后的时光 为什么又重新选择了城市 他不知道 自己是被这令人憎恶的城市中的什么所吸引 才再次战斗的 虽然他一辈子都为了理解而努力 但是他还是不明白 不过有一件事情他很清晰 花还有女儿 他要让那些柔弱且短暂的生命 免受这群怪物的侵害 城墙之后住着我的女儿 还有我女儿生活的世界 一直都休想过去 一直都不可能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夏尔克罗斯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但他依然没有倒下 依然在阻拦这些怪物 他知道 无论自己多么认真的开坑果园 在这里猎杀多少怪物 那些时光都不可能再回来 但是这个一生只知道战斗的难 必将再次挥舞起长枪 哪怕只是多打倒一只 哪怕只能多拖延一命 夏尔克罗斯为了带走皇权路上的同伴 在咬牙坚持着 渐渐地周围安静下来 他很好奇那些怪物为什么不攻击自己 也许是自己已经断气了 就在这时一旁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克罗斯边境博 您击败了所有的怪物 战斗结束了 直到这时 夏尔克罗斯总算回过神来 怪物们已经被消灭了 您现在可以休息了 就这样 克罗斯罗德的边境博 夏尔克罗斯倒下了 击退怪物后 艾什第一时间起码赶到这了 皇子殿下 十分道歉 我好像去晚了 艾什并没有责骂卢卡斯 他在所有士兵的注视下 一步步向前走去 此刻德米安正在人群中为边境博疗伤 看到艾什注视着自己 德米安摇了摇头 艾什当即拿出在奖励宝箱中得到的高级要素 如果用这个的话说不定 收回去吧 用那个应该也治不好我的伤 只会特别疼 边境博一人独自守住了攻城的水沟鼠具体 等卢卡斯赶到时 他已经快失去意识 艾什还想用高级药水帮边境博治疗 用那个应该也治不好我的伤 只会增加我的痛苦 扶我起来吧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战斗结束了吗 结束了 边境博宁立了大功 他们没有突破城墙吗 虽然突破了 但是我们没有让一只怪物进去 城里的百姓也都平安无事 那就好 你们不要这样一脸死气沉沉的样子 这里是怪兽前线 有人丧命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轮到我了而已 不要为一个人阵亡而感到难度 要为战胜为生存而感到开心 这是一座在坟墓之上的城市 虽说是因为阵亡者多而得道的敏偿 但也有即使是在坟墓之上 人们也会生活的意思 因为难过而只顾着哀悼会让城市停满 举办葬礼虽好 但是也要让所有人感受到 有之相应的快乐 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边境博大人 希望是让人们活下去的最好动力 所以如果有人要阵亡 那应该是我这个没有希望可以失去的人才 请答应我最后一件事皇子殿下 你说吧边境博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一定会竭尽全力 要是有一天 我的女儿来到了这里 请帮我转告她说 爸对不起你 希望你能自由自在 随心所欲的生活 对不起啊老婆 作为一个骑士 我最终什么都没能守护 没能守护果园和你 还有我们的女人 不是的 边境博 你拯救了世界 不止这一次 你这一辈子都在拯救世界 救了前线之上的所有人 这个世界欠了你很多 可边境博没有再回答 他只是一个劲在道歉 爱诗知道边境博 已经听不见自己的话 就在这时爱诗想到 边境博曾经给自己的果干带 之前他不明白 为什么边境博一直拿着这些 连自己都觉得不好吃的果干 可说不定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 这葡萄 真的好甜啊 就这样边境博 带着微笑停止呼吸 一阵厚重的钟声从远处传来 是表示怪物入侵已经结束 解除躲避令的钟声 爱诗无法理解 这个为了守护城市 而失去一切的能力 因为过于增悟城市 而主动放弃家业的能力 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回来 又为了什么而牺牲 这前线到底有什么 才会吞噬某人的一生呢 好沉重啊 边境博 这城市的领主之位 真的好沉重啊 空中不断回荡着钟声 这难熬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夏尔克罗斯 成了这个场景中 唯一阵亡的英雄角色 等爱诗再回到府邸 时已经到了完整 领主大人您终于回来 您有没有受伤 我一直很担心您 爱诗没有理会爱诗德的夸奖 而是直接抓住了他的衣领 爱诗德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爱诗抵在了墙上 男人打完胜仗后的第一件事 居然不是庆主 而是一把抓起自己的辅佐官 抵到墙上 给我老实交代 你这个该死的总监 目前的情况明显很奇怪 这变态的难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叫成场景原本就是那种地理 所以我没有在意 虽然场景一出现了幽灵骑士 但我也是当自己倒霉 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在场景二就出现了 给怪物下命令的NPC 即便是地狱难度 也不会造成这种事情 你到底做了什么呢 下一个场景 是不是又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你明明说过要帮我 可你为什么要隐藏这种事情 你给我说清楚 领主大人 您可能不会相信我说的 但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帮你 不要胡说八道 但我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而且还不告诉我认分事 您在叫成场景得到的那个项链 只要您通过场景三 就会开放它的技能 只要那个技能开放了 您就能理解所有现在觉得疑惑的 只要您再通过一个场景 就能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希望领主大人您可以承受 我真心祈祷您在知道 这疯狂世界的真相之后 也能像现在一样坚定的战斗 因为到那个时候 就真的无法逃离了 逃离什么 我为什么要逃离 逃离这世界本身 但爱意德并没有告诉爱什 也就在这一天 一个小女孩踏上了回家的路 很快距离场景二结束 已经过了三天 城市里到处都有悬挂着的半旗 在随风飘摇 虽然空气十分沉重 但克罗斯罗德还是和往常一样 在忙碌地为下一场防御战坐转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后 爱什坐上了返回府邸的马车 现在距离下一个场景 还有12天 城墙的修理也很顺利 但爱什却在府邸门口 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他刚想提醒卢卡斯 但那个人已经到了马车的窗边 作为领主的爱什 在自己府邸门口被袭击了 幸运的是 爱什并没有被女孩的攻击命中 不过女孩其实也只想戳棒马车的 遇到袭击后 卢卡斯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爱什的情况 却认爱是无恙后 他立刻拿剑望向袭击者 但两人都没想到 袭击他们的居然是一个小鬼 什么呢就只是一个小鬼 宁可不能因为他只是一个小鬼就轻敌 他应该是受过训练的战斗人员 您看那个小鬼的衣服 那是帝国皇室学院的校图 学院的学生在这里做什么呢 还不报上明来 那是我该问的问题 大叔们 这是我曾经住过的房子 但是难得回来一会 却发现被一群陌生的军人站住 我不知道那群人是从以前开始 就爱惹是生非的山子 还是入侵的敌国公局室 情报太少了 正当我犹豫之时 碰巧看到大叔们驾着马车过来 所以才会拦住你们 同时的领主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到了袭击 而袭击他的人 居然只是一个小骗 因为这座府邸是他曾经住过的房子 而现在这里却被一群陌生人占据 正好爱是路过 所以他才会出手拦住爱是 你明明可以开口问了 为什么非要破坏马车 学校是这样叫的 只要怀疑是敌人就要先压制 不过我没想把马车破坏到这种程度 那一点很抱歉 话说回来 你们究竟是谁 为什么随意占据别人的房子 我会根据回答 决定是否要教训你 这个小屁孩到底在胡说八道上 这里是克罗斯罗德领主的府邸 当然是归领主大人所有 所以说那是什么意思 明明我爸爸才是这里的领主 听到这话的瞬间 爱是和卢卡斯都沉默了 在边境国过世的第三天 他的女儿回来了 原来如此 你就是一般杰林克罗斯啊 大叔你认识我吗 我经常听你的父亲提亲 在和他对视的瞬间 爱是才生气的感受到 这个女孩是边境国的女儿 那双绿色的眼睛很像他的霸了 可是爱是明明记得 游戏中的一般杰林 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 所以他不理解 为什么一般杰林这么 您怎么能当面评价别人的外貌 说那种话太失联 爱是这才注意到 一般杰林已经气得全身发抖 你居然当面嘲笑别人的身体缺陷 看来你是有很多条命 没有 我只有一条 那你更应该真爱生命才能 我改变想法 爱是确定他一定是边境国的女儿 下一名 一般杰林的攻击 被卢卡斯拿剑挡了下来 快放下枪 在你面前的这位是帝国的三皇子 你们不仅强占别人的房子 现在还谎称是皇子 趁卢卡斯不注意 一般杰林一脚踢开了他手中的剪 三皇子可是有名的浪子 怎么可能会来这种穷香片 看卢卡斯的眼神就知道 他已经认真切了 爱是也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这位大叔的身手还蛮不错的 那当然了 一般杰林小姐 我还是你学院的学长 我是帝国皇室学院第369届的次席 卢卡斯迈格雷格 还有我身后的爱是皇子殿下 他也是你学院的学者 他在第369届的学生中 可是传说中的传说 爱是很好奇 为什么这副身体的主人还有这样的故事 原来爱是身为皇子 却发誓要成为帝国皇室学院的盗子第一 如今居然还谎称是我学校的学者 你们以为我是无法分辨学校学长 笨蛋吗 不过你们既然想完的话 那我就奉陪到底好了 提前毕业的第375届首席毕业生 一般杰林克罗斯 向369届的两位学长问好 边境博去世后的第三天 他的女儿回来了 一般杰林并不知道 边境博已经不是这里的领主 他因为爱是强占了自己的家 于是便袭击了马车 就这样 一般杰林和卢卡斯扭打在一起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 两个人都动了真格 可能因为他们都是SSR的原因 所以两人之间的战斗非常激烈 虽说这样的战斗让爱是大开眼界 但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肯定会有人受伤 差不多得了 看来应该是有误 我们接下来好好聊聊解除误会 但两位骑士已经完全沉浸在战斗之中 根本没有人理会爱是斗 不得已爱是只能依靠幸运手套 去阻止这场无意义的战斗 不用打出太多伤害 只要能让两个人冷静下来就好 怀着这样的想法 爱是一拳打在了一般杰林的盾上 可意外发生了 幸运手套打出了777点伤害 爱是也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 抽到这个意外的数字 一般杰林发现 自己的盾牌上居然出现了彩色的光芒 下一秒这道光芒就笼罩了整个领主府邸 而打出这一拳的爱是也是一阵后悟 他不明白 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 自己会这么好运的抽中大姐 殿下 您刚刚的全境相当了得呀 到底是如何做到 可不管怎么说 一般杰林还只是个孩子 您怎么能对一个小孩下如此狠手 卢卡斯 你说他应该还没有断气吗 一般杰林还记得 小时候每次有怪物入侵城市时 他的妈妈总是会去他的房间里陪着他 妈妈是因为担心你害怕怪物 才来安慰你的 虽然妈妈每次都这么说 但一般杰林知道 害怕怪物的其实是妈妈 妈妈你也真是的 爸爸会击退所有的怪物 有什么好怕的 不过一般杰林后来才知道 妈妈不是害怕怪物 而是害怕失去爸爸 以及总有一天 女儿也要去那险恶的前线战斗的命运 就这样妈妈的身影消失在一般杰林面前 梦醒了 周围是他无比熟悉的味道 原来一般杰林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随着一阵敲门声 一般杰林的房门被打开了 听到有人进来后 他立刻用被子盖住自己 碍事静止走过来 坐在了一般杰林床边的椅子上 我们已经三年没见了 您这段时间过得还好 就算不问也显而易解 您那么喜欢猎杀怪物 一定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吧 其实一般杰林并不想说这些话 可以想到自己的父亲 这些话就不自觉从口中说了出来 很抱歉 一般杰林 我不是你爸爸 一般杰林这才发现 自己的身上缠着绷带 而且武器也被拿走 果然是我昨天下手太重了 不管怎样我最后再自我介绍一次 我是帝国的三皇子 也是克罗斯罗德的现任领主 艾什帮赫特埃伯伯来 明明是抢占了领主府邸的山贼 却说自己是这里的领主 还要伪装成帝国的三皇子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你怎么还在那里胡说 如果大叔你是皇子的话 那我是什么国家的女王陛下吗 艾什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淡淡掏出了自己的令牌 是埃伯伯来帝国的皇室号牌 虽然是真的呀 我是皇子殿下的粉丝 您帮我签得明白 艾什虽然有点无奈 但还是按一般杰林的话做 因为我是帝国最有名的浪子 所以你才成了我的粉丝 您不知道吗 您可是整个帝国最放荡不羁的浪子 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向爸爸反抗来 就是不仅闯祸还要胡作非为 甚至让家族的名誉扫地 所以我离家出走了 还考入了爸爸最讨厌的皇室学院 但别说反抗 我在那里甚至被迫成为了魔犯生 艾什很清楚一般杰林不仅仅是魔犯生 他在三年之内就完成了为期六年的课程 并以首席毕业生的身份提前毕业 他是能名留学院史册的天才 我唯一的反抗 就是三年内没和爸爸连线了 这还真是一种可爱的反抗 但那个时候我听到了您的传说 爸爸是身为帝国至尊的皇帝陛下 您却还敢每天惹他生气 而且每一周闯祸的内容还完全不一样 不仅用金子做喷泉 甚至还做出了把宝石当地毯的疯狂事件 我听说当时皇帝陛下都被您气得几火攻心了 您真的太厉害 太帅了 皇子殿下您就是我的榜样 爱是没想到 明明是垃圾一样的生活 居然还能成为别人的榜样 不过话说回来 皇子殿下 我们家老头到底在哪里 我打算这段时间一样一样 用看着皇子殿下研究出来 浪子孝敬法来对付他 他不会是提前知道了所以躲起来 一般杰林 原来你不是听到消息后才回来 什么消息啊 我只是在毕业以后回家了 听到一般杰林的话 爱是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皇子殿下 这里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很道歉以这样的形势告诉 一般杰林小姐 你的爸爸夏尔克罗斯边境国 已经去世了 他在前几天与怪兽的战斗中 舍弃自己的性命 拯救了城市里所有的 他的牺牲十分光荣 我把你爸爸的分工伪记记录下 一字不落地上报给了皇室 因为他这些年有不少的功劳 所以应该能得到皇室武功勋章 葬礼将在三日后绝 我打算以最高水准的礼仪进行 这样啊 我本打算从现在开始正式做一个不孝的 没想到他竟然已经逃走 他总说自己会在对付怪兽时战死沙场 没想到真的那样走 我明明还没有埋怨我 但他却已经走了 还为了成为败坏家族名声的不孝命 提前准备好了无数种方法 来向自己的爸爸训练 但迎接他的 却是父亲战死沙场的死血 我都还没有埋怨我 他竟然就这样走了 对不起 因为我是现任领祖 前线的指挥权也在我手里 你父亲的牺牲是我的责任 所以你就埋怨我 大叔你真的是爱是皇子殿下了 我之前听说的皇子殿下 是只顾自己不顾及身边人感受的 放荡不羁的浪子 你不要总在面前说我是浪子 门口会有侍从待命 有什么需要就吩咐侍从吧 就在爱是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般杰林再次叫做我 昨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马车和所有的事 知道了 你先好好休息吧 就这样 房间里又只剩下了一般杰林一个人 爱是殿下 您首先应该知道一般杰林小姐的年龄 她现在还是个学生 比德米安还要小两岁 而她在游戏里登场的时间 最快也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 但由于此次游戏里发生的各种情况 导致她比一般情况下登场的早一些 原来如此 难怪只有一般杰林和游戏中的样子不同 作为一个坦克职业 一般杰林的敏捷却高得离谱 光是这些数值 就能让她无愧最强坦克这个称号 不过这个时候 爱是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特性 原来由于一般杰林年纪还小 所以在战场上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失误 这样看来登场太早也并不完全都是好事 但一般杰林毕竟还是一个小孩 像她这么大的时候 根本不应该来这种战场 而是应该像普通人一样 和朋友们嬉戏玩耍 突然一阵刺痛息向爱是大门 她想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领主大人 您要邀请一般杰林加入团队吗 爱意德的话将爱是重新拉回现实 但爱是却并没有回答 您难道不打算邀请她吗 一般杰林小姐应该会成为一大战领 要说我不想得到她 那肯定是谎话 但爱是曾经答应过边境博 那是去世的边境博留下的遗言 是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 卷入家族诅咒中 最后的盯主 我要信守承诺 我打算让那个小鬼随心所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领主大人 您的表情可不是那样 还是强迫她留下比较好 万一错过了她 您会后悔一辈子 我肯定会后悔 但是我不想为了通关 违背人类的道德 可您之所以能通过地狱铁人模式 不就是因为没把道德敢放在心上吗 但如果这次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不就代表我毫无掌劲吗 我想变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前 道德的约束 总有一天会扼住领主大人的喉咙 无所谓 虽然我不是要装作一个正人君子 但也不想变成怪物 即便是在人命轻于鸿毛的世界 我也想做个人 仅此而已 一般杰林是这个世界中最强大的袒头 但爱师却不愿意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团队 因为一般杰林是边境博唯一的女 那个守护了城市的老母 她唯一的愿望 就是让女儿逃离克罗斯家族的诅咒 不管怎样帮我照顾好她 她正处于青春期 内心应该很复杂 但是领主大人 一般杰林小姐的枪和盾牌要怎么出 经过鉴定后发现她的武器都是SS2道具 由于损坏的过于严重 甚至都无法用作材料 我们应该如何赔偿呢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中 SS2道具就代表着贵和吸引 对了我们可以重新给她做一套装备 毕竟上次团战时得到的高级魔力盒还剩下一 那个魔力盒已经全部用来制作魔枪了 您到底为什么要用在那种没用的道具上 我的幸运之手也是SS2道具 把这个赔偿给她可以吗 这肯定不可能啊领主大人 谁会要这种没用的道具 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让队员们过来集合 我们去采集魔力盒吧 现在也是时候该去地下城勘证 就这样 在几个小时后 众人聚集在了领主府邸的后面 总觉得有种久违的感觉 大家这几天休息好了吗 看众人的样子就知道 他们已经做好了勘查地下城的准备 当然除了利益 为什么又是我 不是说这次有几名新人加入吗 带他们去吧 虽说确实有新的佣兵 但他们等级都是N级 至少在目前来说 还不足以加入主要团队 如果能找到不错的角色 足以替代利益 爱是也不想每次这样起货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 你们要去哪里 看到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利益也停下了手中的动静 应该有些人是第一次见到她 打个招呼吧 她是边境博的独生女 一般杰林克罗斯 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 大伙立刻对着面前的女孩行动 就连一项不着调的猪皮特都严肃起 您父亲的事还请节哀 一般杰林大人 感谢各位为我担心 但是没关系 所以说你们现在是准备去哪 我们要去地下场 这城市的周围哪里有那种东西 难道你说的是湖水下面的地下场 那只是个荒诞无稽的老故事 虽然偶尔会有些愚蠢的冒险家 为了湖水下的宝物松庸而去 但至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活着活 这可不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我们已经去过了 所以你那句话的意思是 由克罗斯家族几代人管理的地 有我不知道的地下场 而皇子殿下还去过那里 说不定你们家族早就知道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一般杰林并没有学习身为继承人英学的课程 所以即便这个秘密在克罗斯家族之中代代相对 他也不可能知道 反正你不相信你无所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为了偿还一般杰林的SSR级武器 艾施决定提前率领队伍探索地下场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般杰林出现 而且还提出和艾施他们一同前去的请求 别看我个子行 我可是皇室学院的首席毕业生 我在战斗中有信心比任何人都强 而且我是克罗斯家族的唯一继承人 我的父母都是因狐狸出来的那群怪物而去世 所以我自己有权利跟着去 但正因如此艾施才不想带着他 因为他父母的遗愿就是 让他摆脱克罗斯家族的束缚 你的身体还好吗 特别好 那你的心情呢 现在冷静一点了吗 什么都不做法会更乱 还不如动一动身体 你就带着我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 艾施也没理由继续拒绝他 而且艾施背后还有一道七许的目光正看着他 既然这样的话 莉莉你就留在克罗斯罗德吧 在伊班杰林加入团队后 新的团队增益出现了 双骑士为全部队员增加了20%的物理防御 因为是伊班杰林临时起 艾伊德便将他小时候的装备先拿了过 我们马上要出发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看到众人的样子 艾施知道他们都准备好了 路上我会给你详细的介绍队员 现在我们要出发了 伊班杰林学妹 就让我这个学长 带你去藏在家乡的圣地 不多十几人就来到了第一个区域 干涸的配水区 殿下 我们不是已经勘察过这个区域了吗 为什么又来这里 因为不仅有新队员加入 而且我觉得在更简单的地方 嘿 效率会更高一些 您的意思是说怪物们又重新回到这里 没错就是那个意思 在防御战结束之后 地下城里的怪物们就会复免 正因如此玩家们可以不断地升级和刷到去 尤其是初级区域的怪物们危险度较低 很适合替补团队在这里一直刷几 主要团队则负责攻略和勘察地下城 还有未去更深的区域开路 以及打倒BOSS通关场景 虽然艾士带领的是主要团队 但是为了给伊班杰林适应地下城的世界 艾士又带着他们来到了最简单的第一区域 可第一次使用传送的伊班杰林 还是当场就出现了无视 原来传送也会让人觉得晕呢 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晕传送 你们两个大叔看什么看 我明明一点事都没有 怎么会呢小姐 您现在看起来非常吃力 艾士本以为两人都是坦克 所以能好好相处 可到目前为止似乎并不是这样 伊班杰林恢复后 他们便朝着地下城深处走去 居然真的有这种地理 学长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我作为克罗斯家族的议员都不知道 艾士早就料到他会这么厉害 所以一开始就想好要怎么辩解 皇帝陛下可不会无缘无故派我来这 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 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 在这个帝国皇帝的名字是一个很好的 不管在哪里 只要提起他的名字 就会变成十分合理的根据 人穿越到这个世界后遭到了很多质疑 如今他总算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只要搬出皇帝的名后 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十分合理 更多的事情我就不方便说了 我们先往里面走吧 第一次来到湖水王国的一般杰林 恐不适应 他没想到这里居然会这么黑 你要尽快习惯才行 因为整个地下城都被这种黑暗轮罩着 如果你怕黑的话就趁现在回去 开什么玩笑 我才不怕黑呢 和艾士打去后一般杰林明显放松了不少 接下来的过程中也没有再说什么 不多时艾士就停下了脚步 今天要猎杀的怪物是什么呢 周围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一只巨大的魔像站在了艾士深情 第一个房间的活动是消灭房间内的四肢模型 要知道魔像在前期并不是很好对付的怪兽 一想到这种大块头会成群结队的友谋 艾士都不禁一阵头大 可能是第一次下地下城的缘故 一般杰林看起来有点紧张 这种时候就需要指挥官站住 现在敌人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那么各位 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的实力吧 像是着急证明自己一样 一般杰林率先冲了上去 只听轰的一声巨型 一般杰林拿盾牌挡住了魔像的攻击 和手臂上传来的苏马感预示了怪物的强大 一般杰林使用一技能将吸收的伤害储存了起 虽说是怪物 但你们力气大的也太不像话了 不管了 先吃我一招再说 说着一般杰林就举起长枪冲了过去 一般杰林的二技能 可以将存储的伤害全都返还给攻击目标 这也是除了数值外 它能成为最强坦克的另一个原因 虽然储存量有着一定限制 但并不妨碍他能以坦克的身份 打出极高的输出 解决了一个魔像后 他又立刻冲向其他怪物 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一般杰林因为狡猾摔倒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现在的特性漏洞有出 各位快点去难 一定不能让一般杰林受伤 几乎一瞬间 朱皮特的闪电和卢卡斯的斩机 就消灭了剩下的魔形 就这样 地下城攻略进行得很顺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摔倒的原因 接下来的战斗 一般杰林显得格外认真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多十几人就来到了隐藏的小线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勘察的地方 第二区域要比刚刚难得多 你们一定不能放松几天 在去勘察第二区域之前 艾师决定先在这里稍作休息 毕竟第一区域就算在简单 也会让人感到疲惫 而接下来的战斗 是不容许出现任何失误 林身为整个世界的主角 却一直和一个小孩争强好胜 甚至连吃饭都要和他分出个高响 艾师都不知道要怎么说这两人才好 德米安你的状态还好吗 当然了 我也没做什么辛苦的事 那这个东西给你 以后这就是你的武器了 上次艾师在开箱的时候 得到了100S2的魔枪 魔枪是为了能让人独自操作马脉跑 而小型化的顿武器 虽然魔枪的威力很大 但是很难瞄准 而且稳定性低装弹量也是 因为缺点太多 所以属于非主流武器 但是如果让德米安使用魔枪的话 那些缺点就都不是问题 皇子殿下 这把枪比使弩要重很多 那你以后要增强一点体力才行 艾师并没有告诉德米安 以后他要带着五六把这么重的枪 因为装弹量不足 所以要用魔枪的个数 来填补这个缺点 不出意外的话 铁匠现在应该正在认真制作中 虽然在游戏中 一个角色只能使用一个武器 但这里是现实 即便拿着好几把枪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谢谢您 皇子殿下 我会在使用时格外小心的 那么大家都休息好了吗 我们继续前进吧 不多时 几人就收拾好了补给品 重新举起了火吧 走吧 我们去这座地下城都市的第二区域 没有一丝光亮的湖水王国小巷 无比气黑 艾师带着团队正在小心翼翼的前进 虽然在玩游戏的时候 没有真切的感觉到 但是亲自走过这条路才发现 这里的氛围相当阴森 光是想到小巷那边 会突然出现一只房子 那么大的魔像 就觉得毛补所能 不但艾师这么小的时候 一只魔像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个房间的任务 是消灭两只15级的精英蒸汽魔像 由于到处都是漆黑的小巷 他们根本不知道 已经进入了第一个地下城房间 突然出现的蒸汽魔像 一时间让队伍陷入方万之中 大家先后退 皇子殿下 我来拦住他 话音刚落 卢卡斯便拔剑斩向蒸汽魔像 卢卡斯 小心 应该还有一只 可是在这个时候 第二只蒸汽魔像从卢卡斯身边出现 大叔你也太大惊小怪了 看来还是需要我来帮你 几乎一瞬间 一般杰林就挡下了第二只蒸汽魔像的攻击 他们比刚刚那群家伙要强很多 艾师必须趁两名骑士顶住的时候 想好战术 那就是他要在这个团队里要充当的角色 朱皮特 德米安 我们先去攻击卢卡斯拦住的那只魔像 毕竟卢卡斯其实更倾向于战士 而一般杰林是名副其实的坦克 单论抗性的话 一般杰林更胜一筹 一般杰林彻底转换成防守状态 拦住那个家伙 虽然魔像那种大型怪物的数量是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每一只的实力都很小 而且这些家伙还有精锐的称号 卢卡斯难以正面对决也是理所当然 卢卡斯和一般杰林各自挡下一只怪物的时候 爱师却只会剩下的人先帮助卢卡斯 因为单论抗性而言 虽然只是小孩的一般杰林比卢卡斯更加强大 而且卢卡斯的优势并不在防御 就是现在 卢卡斯 砍断他的腿 话音刚落 卢卡斯便干净利落地斩出一尖 失去一条腿后 蒸汽魔像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朱皮特 把胸甲部分的装甲击飞露出他的魔力火 王子殿下 乐意为您效劳 一瞬间雷电就布满了怪物的全身 但意外的是 朱皮特的攻击 只在魔像上留下了一个很小的缝隙 可恶 难道那样的攻击都还不够吗 不 足够了 德米安并不需要很大的扩展 只要非常小的细微裂痕就足够了 上吧 德米安 瞄准零合 开枪 暂时弹射出了瞬间 德米安也因强大的后座力道飞出去 不过爱师已经提前一步站在了他的身后 德米安你没事吧 我没事 魔像呢 你自己看吧 说着爱师伸手往前方一指 只见魔像被刚刚的攻击洞穿了胸口 想不到这个敌人这么难对付 他是比普通怪物强很多的精锐怪 因为和第一区域比难度突然变大 所以慌张了吧 目前看来第二区域的狩猎方式 应该是猎杀少数的精锐怪 你们怎么都开始休息 就好像一切都结束了一样 我这里还没结束呢 因为你那边太过安静 拦截得太顺利了 哪里安静了 我的盾牌都快坏 爱师联邦指挥他们干掉了第二只魔像 最后的攻略就简单了很多 只要感觉小巷稍微变宽 就果不其然会有蒸汽魔像出现 在途中他们还遇到了 伪装成宝物箱子的宝箱怪 为此爱师还吃了不少苦 也算是缓解了之前攻略中紧张的氛围 在那之后他们又尝试探索更多的地方 卢卡斯甚至还把手伸进了黑暗之中 感觉黑暗一直在推我的手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粘稠又潮湿的态局 貌似只能按着规定好的路走才能出去 看来我们要老老实实顺着这条路走 周围的房子好像也没办法进去 那些房子的门窗都被木板封起了 而且还经过了魔法除路 光靠蛮力是无法打开的 是为了保护房子免受外面某屋的侵害才损伤 不对 德米安 这些是从房子外面封印的 是为了不让房子里的东西到外面 那这些木板房里到底有什么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知道 就这样 众人只能顺着小路继续往前探索 第四个房间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广场 大家都紧张起来 他应该就是湖水王国的博物 不过艾士很好奇 为什么只有左右两边的雕像被破坏 王子殿下 您快看那边 顺着德米安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抹蓝色的火焰出现在众人眼前 下城的第四个房间居然一个怪物动影 但艾士一行人反而更加紧张了 不远处的火焰预示着这里还有其他人 而在充满怪物的城市中 唯一比怪物更可怕的就是人 因为在这种地方遇到的人不可能是正常的 艾士也不知道 他们遇到的是敌对NPC还是友好NPC 说不定一下子就会结束游戏 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他们一路上看到了满地的魔像残狠 这就意味着 这里的怪物全被那个人解决了 没想到你们竟然能来到这里 看来你们勘察此地的工作做得很认真 原来这个人就是艾士第一次来时遇到的无名 虽然艾士曾经与无名有过一面之缘 但他并没有掉以轻心 毕竟艾士在之前的游戏中从没遇到过无名 所以无法分辨他是不是友好NPC 我正在这里休息 毕竟在这个湖水王国生活是一件令人疲惫的事情 一瞬间所有人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令人没想到的是 无名居然从衣服里掏出了一个包裹 那个包裹里面 赫然就是一些稀有的道具和装备 来都来了 顺便买一点东西怎么样 我可以把高质量的商品低价卖给你 艾士这才知道 这个神神秘秘的无名居然是一个商人NPC 目前有买一赠一的活动 初次购买还可以享受30%的重复折扣 你难道不打算买 你就打算远远地看着这个超级划算的机会 这么大的折扣服务可不是常有 听到这些话艾士终于忍不住 所以你这里都卖些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我游荡在这个湖水王国的几年间收集 都是些在人间无法购买到的珍贵物品 你们进行看吧 虽然一般来说商人NPC的道具品质都很高 但无名的这些品质极高 我们要怎么支付 外界的钱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用模式或者魔力盒来支付 模式是一种结算道具 可以换成帝国货币或者用于地下城交易 但艾士已经把得到的所有模式 全部换成帝国货币 毕竟在初始阶段是很难遇到商人NPC 艾士现在能拿出来的就只有刚刚刷到的那些 他一股脑把那些魔力盒拿了出来 这些能抵多少模式 老实说抵不了多少 不过你们毕竟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消负 而且我也知道 你们比我预想中要重视对这里的功率 所以就让你们挑一个道具 当做是为你们加油了 你可不能反腐 是你说让我在这些道具中挑一个 一时间艾士开始纠结到底选一个什么比较好 艾士在湖水王国遇到的第一个人 居然是他在游戏中从没见过的商人 而且他的道具质量还要远超其他的商人 一时间艾士都不知道要选哪一个 我这个老太婆想要的不利 只要吃一个二百年的人生应该就能年轻十岁 猪皮特轻 还是请你自己攒钱买吧 主君 这双羽毛长靴怎么样 他还有增加一速的加成呢 我觉得主君在穿上这双鞋后 就能在有危险的时候快速逃离了 听完卢卡斯的话艾士都被感动 但理智告诉他不能把机会浪费在自己身上 这个好像是药水生成器 听说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生成药水 如果把这个放在神殿 也可以提供的物理 所以艾士觉得换这个东西多少有点可惜 艾士突然发现一般杰铃就只是在一旁看着 你怎么不选了 我目前处于临时加入这个团队的状态 而且我对装备没什么兴趣 毕业时校长还送了我最高级的枪和盾牌当做领 我只要有那个就足够了 听到这话的瞬间 艾士想起来了 他们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赔偿一般杰铃武器 请问你这里有骑兵枪或者盾牌吗 好巧不巧刚好有意思 说着无名就拿出了一套SSR的装备 这套装备不仅外形非常酷 而且它的性能也特别好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两个武器是套装装备 如果只拥有其中一个 是无法发挥装备的最佳效果 我最开始说过现在有满一赠一的火炉 我可以送你一件让你把两个都拿走 这个原本就是道具套装 而且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不过你们今后也要认真地勘察这个地方 并且再偶尔看到我时来买东西就可以 真是太谢谢您了 无名大人 我一定会好好使用的 学长只不过是反击而已 也就是说破损的责任在我 你不必太放在心上 那你就不要把这个当做赔偿 而是当做领悟 说着艾师就迫不及待地 帮一般杰林换上新装备 这是皇子作为学院的学者 亲自送给一般杰林克罗斯的毕业领悟 你该不会是要拒收皇族送的礼物 但更多的 其实是为了因城市而现身的克罗斯边境 艾师不仅没有奖励他的功劳 反而还弄坏了他女儿的装备 如果艾师置之不理 他会无法原谅自己 谢谢你 学长 我会好好使用的 商人 既然他不给我买 那我只能自己 给我拿一个人身吧 艾师都不禁好奇 朱皮特的模式到底是从哪里弄的 话说 无名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吹笛子的男人吗 场景二中给艾师带来了 巨大麻烦的NPC 在之前的游戏中 却几乎没有什么存在的 可他在无名口中 却变成了湖水王国里 格外有名的男人 继续前进的话 在第三和第四区域之间 有一片安全地带 那里是这个地下城中 还算保持理智的人们 常去的地方 这里的人们称 那个地方为大北 艾师当然也知道这个地方 那是他在之前游戏中 常常会去的安全据点 那里是NPC们 聚在一起整备的地方 因此那个地方 有很多社会 还有很多商人们聚集于此 你要找的那个男人 很有可能会去那里 即便没有也能 从其他人那里 打听到情报 当然了 想去那里的话 还需要突破一段路 可如果是女们的话 我相信应该可以 顺利到达那个地方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希望你们到时候 也还活着 想不到这种地方 竟然会有商人 她还真是有趣 果然没办法相信那个女人 她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独自把这些东西 处理掉后 还能那么从我 说明了她不是一般的强 但艾师很清楚 如果卢卡斯是在游戏的后期 她也可以轻易地 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艾师在内心深处 已经把无名划分 到有好NPC那边了 别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 我们现在去攻击野怪 就这样 众人来到了第二区域的 最后一个房间 好像有什么突破封印 以后跑出来 虽然不知道 之前在里面的是什么 但是看来封印没什么用 不管怎样 应该是要往这边走 我们一定要进去 不然还是就这样回去 都来到这里 至少也要见一见 野怪保证 什么样再回去 进入房间之后 艾师发现 内部的空间非常大 看起来之前 是仓库之类的地方 这里到处都能看到 水台的横迹 看来之前 应该是长时间泡在水里 毕竟是在浮水下面 被水浸尸 也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 皇子殿下您看那里 看德米安这个样子 明显是被吓坏了 顺着德米安手指的方向望去 那里躺着一个 巨大无比的机器 该死 这居然不是一块废体 原来这就是第二区域的BOSS 巨大的争气魔像 仓库清洁工 巴音布鲁克 艾师也发现了 这次的BOSS 同样拥有人类的名字 曾经第一区域的BOSS 也拥有人类的名字 艾师不知道 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什么联系 可不等他多想 巨大的争气魔像动物 该死 我居然一不小心又睡着 只见他缓缓立起身子 慢慢转向艾师等人所待的地 今天的仓库也是乱糟糟的 那么久违的开始打扫 虽说由于事发 突然艾师等人并没有做好准 但卢卡斯和伊班杰林 还是第一时间站在了队伍情况 明是地下城中的BOSS怪物 却拥有人类的名字和职业 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 但不等艾师多醒 巨大争气魔像手中的激光 就已经射了过来 几乎一瞬间 两道激光就来到众人身前 关键时刻 卢卡斯和伊班杰林将攻击挡了下 居然还是最近很罕见的光之魔法 殿下 我们要如何应对 您可以下达指示吗 虽然面前的这个怪物大的下人 大艾师早已经掌握了 攻略这个世界中所有怪物的方法 你们不要被这个家伙的块头吓到 攻略的方法和之前的那些家伙们一样 只要破坏掉他的魔力盒就行了 不过他的魔力盒分散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加起来一共十个 您的意思是 在魔力盒全部破坏之前 他会一直这样猛攻吗 想要彻底干掉 他就只能这么做 这个老太婆就先上 他的右手就放心交给我 几乎一瞬间 巨大蒸汽魔像双手的魔力盒 就被朱皮特和德米安破坏 这样一来 怪物就无法再发射激光了 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接下来我们要攻击他的双脚 让他失去行动能力 卢卡斯 伊班杰林 我的腰最近疼得厉害 难道是因为扫了一辈子地的缘故吗 爱是没想到 巨大蒸汽魔像居然会扭动身体来发动攻击 才在卢卡斯和伊班杰林的反应都很快 两人并没有被怪物的攻击命中 虽然巨大蒸汽魔像的攻击威力很强 但因为体型的缘故 他的动作太慢了 你这块废铁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嘟那些什么 说着伊班杰林就一枪破坏掉了怪物的一个魔力盒 学妹你的表现很不错 作为学长的我自然也不能输 话因为洛卢卡斯就斩断了怪物的另一条 失去了脚上的魔力盒后 巨大蒸汽魔像直接跪到了地上 我以后也想进入宫廷学习魔法 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像机器一样 在这里打扫了生活 伊班杰林快回来防守 猪皮特 德米安 攻击他的右臂 下一秒 两道攻击直接将怪物的右臂打断了 总有一天我会研发出清洁魔法 让清洁工同事们都过上轻松了 可他话还没说完 仅存的左臂也被打断了 只听风的一声巨响 失去了四肢的巨大蒸汽魔像 静止倒在了地上 卢卡斯趁机来到怪物的背上 举起了手中的力竭 没有一丝犹豫 卢卡斯破坏了怪物胸头的魔力盒 胸部的魔力盒也已经破坏掉了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头部一名 可就在这个时候 巨大蒸汽魔像再次动了起 真奇怪 我明明记得已经打扫过这 经被斩断四肢的怪物突然动了起 原来他是想用头部对艾尸等人发起攻击 虽然艾尸可以轻易躲开 但他身后的两人就难说了 不得已艾尸只能依靠幸运手套去赌一点 好在这一次艾尸的运气很好 幸运手套打出了125点伤害 脑袋被打飞出去之后 怪物躺在地上彻底没了动静 其实艾尸的心里也很害怕 幸好幸运女神站在了她的身边 不过巨大蒸汽魔像似乎还在嘟囔着 下雨了 现在是下雨了吗 祖君 您来进行收尾吧 要知道击杀boss可以得到丰厚的经验 而目前级别最低的就是艾尸 所以他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原来真的下雨了呀 雨下得好大呀 你这个该死的怪物 一直在说什么呀 就这样 艾尸他们通过了第二区域的boss房间 解决掉boss后 众人就开始在房间里寻找宝物箱子 艾尸则是在查看自己过得的经验和等级 皇子殿下 这边有宝物箱子和一条路 艾尸当即叫来卢卡斯拦住朱皮特 随后独自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面是一个S2道具惨叫的宝珠 好巧不巧这是只有法师能使用的道具 既然团队里只有一个法师 那这个也只能给你 不过惨叫的宝珠拥有击杀增伤的效果 其实很适合朱皮特这种广域法师 而且如果得到惨叫套装的话 每次击杀敌人还可以施加广域恐怖效果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刷到剩下两个装备 除此之外 箱子里还有两个最高级的S2魔力 清点完收获后 艾尸便带着他们前往下一个距离 走了没多久艾尸就停下了脚步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段看不到镜头的楼梯 根据艾尸最近收集的情报 这是通往浮水王国城墙的楼梯 在确定没有走错后 众人和艾尸一起踏上了楼梯 走了没多久 朱皮特和德米安就快坚持不住 反观卢卡斯和伊甘杰林 则像个没事人一样 大家都辛苦 不管怎样我们终于到了 只要再走到那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听到马上就可以回家 朱皮特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我一回去就要泡一个热水子 他要一只手拿着冰威士忌 一只手拿着雪架 可当他出了那道门之后却猛地停了下 朱皮特你怎么了 刚刚不是还嚷着要马上回家吗 然而当他们走出那扇门之后 他们也和朱皮特一样愣着 原来这就是浮水王国真正的样子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从没见过如此宏伟的城市 哪怕是帝国的中心 都不能与之相提并不 浮水王国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 进入这里的人们一不留神 就会被黑暗吞噬 可爱诗他们站在城墙上才发现 这里到处都能看见光 有人在城市里设置了 永久魔法石和不灭之火 因此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才可以放心出入在这里 那是什么 难道是灯塔吗 那里是浮水王国的王城 那里是爱诗总有一天 要到达的最后一个勘察区域 也是除掉最终BOSS的决战之地 不过想要到达那里还要很久 爱诗目前才刚刚进入王国 从下水到近来徘徊于小巷之后 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城市北边的正午 不管怎样 我们下次再想之后要怎么走 经历了一天的战斗 想必大家也累了 我们快点回家吧 本来是下午出发去勘察 可回来的时候已经快过中午 他们不仅熬了一宿 还勘察了一整天 等爱诗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还说就睡到晚上了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接下来爱诗整理了一下 这次获得的道具 第二个区域的奖励 是永远不会熄灭的佛宝 这在地下城勘察中 是非常实用的道具 除此之外 他还获得了一个怪兽 BOSS召唤卷者 虽然是一次性道具 但是可以将具大蒸气魔像 变成爱诗的手下 爱诗没有犹豫 当即就使用了卷者 这样一来就可以留到 关键时刻充当杀手锦 整理完道具后 爱诗的肚子也饿了 他便准备去厨房 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没曾想 却在厨房遇到了卢卡斯 和一般杰铃 看到爱诗突然出现 两个人也被吓了一跳 你们俩大半夜 不睡觉在这里干什么 我肚子饿了 来到厨房一看 结果发现这个大叔在偷吃 我也是因为饿了才来的 还有吃的吗 食材还剩不少 不过做好的食物 我们都已经吃完了 你们很饿吗 看两人的样子 爱诗就知道自己 这句话有点多余 你们去餐桌那边等着吧 我来给你们露一手 主君您还会做饭吗 学长身为皇族 居然还会亲自下厨 难道法律规定了 皇族不能下厨吗 而且就算法律规定了 又能怎样 我可是皇族 虽然爱诗很想吃上 一碗热腾腾的泡面 但这个世界应该 不会有这种东西 好在这里是领主的府邸 食材那些还是挺丰富的 爱诗二话不说 就开始在锅里鼓刀起来 做好了 你们吃完快点去睡觉吧 这是我做的皇子殿下 排三明治 爱诗自己吃了一口 发现味道还不错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那些酱油 所以能做成这样 已经很好 实在是太好吃了 皇子殿下 您可以去当宫廷厨师长 我能吃到主君做的食物 真是三生有幸 真是太好吃了 简直和庆典时接 便卖的味道一模一样 一般杰林说完 却变得沮丧起来 现在的场景 让我想起了从前 这道美食本应该是 一件令人幸福的事情 可一般杰林 却变得沮丧起来 现在的场景 让我想起了从前 小时候我常常会在凌晨 被厨房里的沙沙声吵起 下来一看 总能发现爸爸 在急急忙忙地做食物吃 因为怪物们的攻击 是不分时间的 所以他在击退怪物们 之后的清晨词获 之后会做一些 简单的食物来填饱肚子 他浑身都是血和尘土 把厨房里剩下的所有食材 都放到锅子里煎着吃 要是和我对视的话 就会呆愣愣地看着我 之后问我一句 你也要吃吗 所以你每次都和他一起吃了吗 就是因为每次 他问我吃我都会吃 所以脸颊到现在 也还是鼓鼓 然后我们两个在吃的时候 后来被吵醒的妈妈 就会挺过来吃爸爸 说大半夜 再给孩子吃什么 说到这里 一般杰林忍不住笑了起来 学长你真应该看他 他当时那慌张的表情 可笑着笑着 一般杰林沉默了 就是这样吃宵夜 让我突然想起来 从前的无数个凌晨 边境博的葬礼会在明天举行 因为克罗斯罗德 是一个不重视葬礼文化的城市 所以一切就都由我做主操办 但是如果你想的话 也可以担任丧主 不用了 还是学长你来处理吧 我很尊敬爸爸 觉得他是将一辈子奉献在这里 守护大家的伟大之人 不过不管他为这里的人们 做了多少事 我还是无法原谅他 学长 你听说我的妈妈 怎么去世的了吗 爸爸守护了城市 却没管妈妈 其实我能理解爸爸 为什么会做出那种选择 但心里仍然无法接受 因为领主的首要任务 是保护城市 而爸爸至少在镜中职守 但是把妈妈的棺材 葬到果园的那天 爸爸并没有来 而是去维修南边的前沿阵地 因为他要为下一次攻击 做好准备 那就是克罗斯罗德的领主 该做的事 毕竟那才是最重要的 不知不觉见 一般捷铃握紧的拳头 我在把妈妈的棺材 埋到土地里的时候 领悟到了一件事情 原来克罗斯家族的领主 要由这种来到 而我是无法做到的那种 所以你才会离开这里 对 因为我注定无法成为这种 感谢你替我准备爸爸的葬 但是即便我觉得 夏尔克罗斯是一个 值得尊敬的 我也无法原谅 身为我爸爸的他 谢谢你做的宵夜 能吃到皇子殿下 亲手做的食物 是我无上的荣耀 原来当家人这么猛 时候也不走 我们也回去睡觉吧 话说回来 主君您还好吗 您的家世不是也很复杂吗 所以您才会帮助 一般杰林小姐 您从一般杰林小姐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过程 虽然我很愚对 但这些还是能看出来的 但艾斯作为一个穿越者 他根本不知道 三皇子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他也不知道 卢卡斯这么问世出于担心 还是在试探 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艾斯 因此在那个瞬间 他如同木头一般愣住 作为一直侍奉艾斯的歧视 卢卡斯的问题 让艾斯彻底沉默了 他也不知道 卢卡斯这么问世出于担心 还是在试探 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艾斯 在卢卡斯问出 那个问题的瞬间 艾斯如同木头一般愣住 不知道为什么 艾斯感觉 卢卡斯变得有些陌生 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我又该怎么回答呢 毕竟是皇帝的儿子 家世自然不会简单 不过他又怎么可能 知道艾斯的家世呢 一向沉着冷静的艾斯沉默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十分抱歉 我不应该提及 主军的伤心事 我相信主军的家世 和一般杰林小姐的家世 都会顺利解决 卢卡斯又变回了曾经的样子 艾斯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想太多 但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艾斯知道以后 要好好打听一下自己的情报 直到这时 他才真切感受到 这副身体并不是自己的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克罗斯罗德 马上又开始 为下一个场景做准备 这次要攻过来的是 魔像军团 大型怪物 加上少数的精锐怪物 为了应对他们 必须要加强防御设施 目前还有一周 多一点的时间 艾斯相信这次 可以做好万全的准备 不管接下来 会出现怎么样的变数 都要完美地应对 这一次的场景 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意外 因此艾斯不停地 向个生产部门订购产品 督促他们赶工 之后又过了一天 克罗斯罗德 西边的荒野坟场 这里正在准备葬礼 虽然场景二里 受伤的人有很多 但是只有一人丧命 那就是下了克罗斯 克罗斯罗德的上一任领主 主军 台关队已经出发了 那我们也准备一下吧 台关队从神殿出发 沿着城市内的主路一送 人们排起了长队 跟着台关队一起前进 去世的是保护这里 数十年的前任领主 即便这是一座 对死亡感到麻木的城市 但仍然有很多人表示哀悼 随后台关队在墓地前停了下 经商议决定 只在这里举办葬了 而棺材则下葬 在边境博生前住的果人 毕竟边境博夫人的坟墓也在那 我上次也说过 各位的生命很昂贵 那不是比喻 而是真的比金钱还昂贵 但是下尔克罗斯边境博的牺牲 超越了金钱的损失 让我深感痛惜 边境博曾和我说过 要给人们带来快乐 因为难过而只顾着哀悼 会让城市停留 这里是要塞城市 牺牲总是在所难免的 他让我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快乐 而不是难过 但是我今天要违抗边境博的遗言 我今天要难过 这个前线是用无数条宝贵的生命换的 不只是边境博 这里丧命的每一个人都很令人心痛 正是因为这份痛苦 我希望各位能牢牢记住 他们的牺牲有多么多 他们的牺牲与奉献守护着 帝国和人类的整个世界 希望你们能一直记在心里 各位今后也可能会丧命于这个前线 而那一定是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为了拯救世界的人 进行短暂的默哀吧 其实艾士也并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景 他希望有一天这座城市 不会再举办葬 而是每天都有庆典 就像边境博所期望的那样 电视者的炮声响彻天际 边境博的葬礼结束了 夏尔克罗斯的棺材 被运到了他生前的古林里 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 那是长大后的一般杰林 边境博唯一的女人 从都城远到而来真是辛苦您了 边境博的是很抱歉 我们应该保护好她的 我现在可以打开棺材看一看吗 棺材打开后 边境博安静地躺在里面 原来是真的呀 她之前总是冲到最前面战斗 就好像自己绝对不会丧命一样 可最终 谢谢你们 把棺材关上吧 就这样 边境博的棺材被埋到了他妻子的旁边 小姐 我有件事想要问你 这是边境博曾使用的 克罗斯家族代代相传的舞剧 原本打算葬在边境博大人的坟墓里 不过以防万一问你一下 虽然有些破旧 但是休一休就可以再次 不用了 埋起来吧 请把这个埋在爸爸身边 在祭祀们念完祝福语之后 边境博的一生终于走完了 用兵与血筑起围墙的人世间 凄凉悲惨的人生之路 这是爱诗很喜欢的一句诗 因为觉得很合适 本想背给边境博听 但由于不符合葬礼的流程 所以取消了 他想起来边境博曾告诉自己的话 为了守护这座城市 必须牺牲自己最珍贵之物的那一刻 一定会到 可截然一生来到这个世界的爱诗 他又有什么珍贵之物可以失去呢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刻 他还能依然保持自我吗 没想到你还有背诗这种高眼的兴趣 就是因为不太适合我 所以才偷偷背的 结果还是被你发现了 你的声音很好听 以后大点声背诵怎么样 你现在好点了吗 我当然没事了 因为这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 毕竟在我成为其他战线的骑士以后 就不会再回到这座城市了 如果爸爸在某天去世 我没办法给他送中 也是命中注定的事 对我来说能参加他的葬礼 已经是万幸 低班杰林从一开始 就下定决心要离开这的 所以这次才会把家族 代代相传的我们去一同买葬 那我来帮你整理家产 毕竟全都让一个小鬼 来处理有些活 让大人来帮你吗 你不劝劝我吗 我现在可是要抛弃家业逃跑 为了让自己过得自由自在 而做出了自私的选择 克罗斯家族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虽然我不知道 能不能像你们家族一样 出色地完成任务 但是接下来就由我来尽全力守护者 所以你可以放心离开 为了不让你们家族 这些年的牺牲感受 我也会竭尽全力 你真的和传闻中一点都不一样 我本以为你被降职到这里 一定会想方设法回去呢 没想到你在这里 竟然认真地当起了领主 还真是令人惊讶 因为有个人说过 只要我守好这里 就会满足我一个心愿 所以我才会这么认真 爱事并不是有什么崇高的大义 才会主动留在这里 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心愿 才会想办法攻略真正的结局 葬礼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都回去吃饭吧 将逝去的人埋入地心 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前进 跟进博的葬礼结束了 逝去的人将永远沉睡在地心 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前进 从那天起爱事 就开始同时处理两件事 一是准备下一个攻略场景 而另一件则是 整理克罗斯家族的家产 一般杰林想要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 而这也是边境博的医院 看来您已经决定 要让一般杰林小姐离死了 我知道了 我会把克罗斯家族的所有家产便携 继承过程中的一切问题 也一并交给我处理 但是我还是得和您说一下 这些事情应该很难 在一周之内处理了 克罗斯家族大部分财产都是不动产 我不确定一周之内 会不会有购买者出现 那就先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以我的名义买入吧 我想在一周之内全部变血 之后送一般杰林离开这 尽可能在下一个场景开始之前 克罗斯家族的所有人都丧命于这个前线 而一般杰林是克罗斯家族的最后一个继承人 换句话说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至少不能让一般杰林卷入这里的战谷 要让他安全的离开 我知道了 请相信并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把这些事处理好 时间无情的流逝 下一场防御战如期而至 艾士想要让艾依德看看 就算不舍弃人道 不拿人命当炮弹 也能攻略这个游戏 时间转瞬即逝 不知不觉到了一周后的铁匠谱 十分抱歉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制作魔枪 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没能把五把魔枪全都完成 没关系 毕竟这个装备本身就很难制作 魔枪虽说是一百年前的装备 但它却需要炼金术士和铁匠合力制作 因此打造起来非常麻烦 我们一共也只打造了两把 拿过来给我看一看吧 我不会怪罪你们 可当艾士把魔枪拿在手中时 他却被吓了一体 因为这竟然是一把SSR级的武器 这是用殿下给的特级魔力盒 制造出来的魔枪 教程场景原本是不可能通关的 艾士在那里除掉女王后得到了魔力盒 原本蜘蛛军团是在第二年下半年 才会遇到的怪 所以用这个魔力盒制造的装备 一定会超越现阶段的水者 但艾士没想到 这竟然会是破坏游戏平衡的武器 至少在第一年可以依靠这个大杀四方 而且使用这把武器的德米安 还是一个拥有千里眼的作弊角色 由于这把武器的出现 接下来的游戏难度总算可以降低一点 殿下看起来很满 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仿佛被什么东西吸引 我们也很高兴能做出这种角色 另一把枪就看起来很苦 虽然有缺点 但对德米安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你们两人做得很好 攻防的其他人也辛苦 我会给你们丰厚的奖励 就这样艾士带着卢卡斯离开了铁匠 军官的不可能完成的教程场景 却只得到了一个SS2级的魔力 但城内的工匠却用它打造出了 一把足以破坏游戏平衡的武器 主军这把魔枪真的有这么厉害 当然了 它会改变战争的局势 现在距离场景三开始还有20个小时 足以让德米安适应魔枪了 为了应对明天的战斗 艾士很早就坐上了回家的马车 主军您最好还是亲自过来看一下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一般杰林就已经站在了领主府底的门口 事情不是都处理完了吗 一般杰林你是有什么东西忘了吗 今天领主辅佐官大叔把财产证明书拿给了 只要有证明书上的那些钱 一般杰林无论去哪里都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很感谢你这么快就帮我处理好的事情 但是辅佐官大叔在给我之后还说了一句话 领主大人说 既然您已经拿到了这笔钱 那这座城市就和您没有丝毫关系 希望您快点收拾好行李离开这里 于是就把我的行李全部收拾好以后 将我赶出了宅底 真的是学长让他这么做的 没错 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按我的命令行事 你是不是太着急把我赶出去 我还没和大家好好道别呢 你要走就赶紧走 还要和大家培养感情做什么 这里明天就会变成战场 难道你想被卷入泥潭中和我们一起打滚 别说废话了快点走 你现在和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也可以留下来 在下一场防御战中帮你 毕竟学长也帮助了我 既然要走就干干净净的力 别弄得灰头土脸 就算我不借助你这种小鬼的力量 也能守住这座城市 你不是看过我战斗吗 我也可以贡献一份力量 一般杰林 你到底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爱事突然大火 明显把一般杰林吓了一体 你难道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背景一笑 去过新生活了吗 所以不仅放弃了爵位 还处理了家族的财产 彻底放下了最后的归属感与留恋 话虽如此的 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就别动了 毕无反顾地离开吧 就像你说的那样 这里是怪兽前线 这里只有死亡和灰尘 而且你一旦踏上这条路 就一辈子都无法摆脱 以后不要参与任何与怪兽有关的战争 永远离开 去找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希望你能自由自在且随心所欲的生活 那就是你爸爸的一言 听到这话的瞬间 一般杰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爸爸 会说出来的 你曾经说过想当不像女孩 想处处和爸爸作断 但这次就满足你爸爸的最后一个心愿了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外部人员 这栋宅底也不再属于你的家族 我们要召开应对明天防御战的会议 希望你能快点离开 在变卖了克罗斯家族的财产之后 这位游戏中最强的坦克 就被艾士赶出了克罗斯罗德 我们要召开应对明天防御战的会议 希望你能快点离开 我最后再去看一眼父母的墓 然后就会立刻离开克罗斯罗德 这些天多谢皇子殿下照顾 希望皇子殿下今后能战于不胜 艾士并没有回答一般杰林 他在心里祝福他 希望他以后的人生能充满信物 关上门后艾士立刻瘫倒在地 你也没必要说那么重的话不是吗 要是不说重一点 那个家伙会留恋症 你没听到他说吗 什么帮我打防御战贡献一份力量 再说了 离别又不是必须要有眼泪 只要有一叠财产证明书就足够 让他最后再看一眼父母的墓 希望他以后可以一帆风顺 离开的人就让他离开吧 我们还要好好干呢 谨遵主君的命令 那我们先进行作战会议 各位好久不见 大家都休息好了吗 一般杰林离开后 团队又变成了最初的武 怎么又是我 您还没找到能代替我的人吗 短暂的自由填密码 现在又到了听我指挥的时间了 求求您让我回到工坊吧 我一定会在那里拼命工作 距离防御战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了 最后再敲定一下我们团队的战略 还有德米安 我又给你带来了礼物 德米安这把魔枪 可爱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突然闯入的士兵打断 殿下 侦察部队来报 怪兽们已经出现了 种类是魔像军团 大概有200多只 目前正以超快的速度向城市移动 你暂胡说八道什么 距离场景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了 可突然出现的系统窗告诉爱是 士兵并没有说过 因为某种东西的介入 场景开始的时间被提前了 不仅如此 殿下 据说怪物们还分成了两组 占整个大部队80%的200多只怪兽 就要到达城市 而剩下来的20%也就是50多只怪兽 正在前往边境博生前出的果 说什么 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要知道一般杰林 现在应该就在那个果 与此同时 城墙上的士兵们已经行动起来 大家再快一点 魔像军团正在逼近 怪物们攻过来了 侦察兵 敌人们目前在什么位置 肉眼可见 他们就在那里 虽然在地下城遇到过他 但是数百只一起进攻的压迫感完全不 魔像军团就像是一堆巨大的城墙在冲过 他们什么时候会进到大炮的射程范围 以目前的速度预计会在15分钟内到达 要在那之前排列完毕 并且做好发射准备 主军您不打算去救他们 爱是不明白 为什么场景会突然开始 怪物们又为什么会兵分两路 这所有的事情会同时发生绝非偶然 没有一点准备 魔像军团突然出现在城墙之前 而且他们还分出了一步 前往一般捷铃的所在地 爱是感受到了某种巨大的恶意 在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情况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恶意 又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地搞砸这个游戏 殿下我们已经听说了 就让我们去救小姐吧 前线目前的防御十分坚固 就算没有我们这群老头子也能阻拦怪物 快没时间了殿下 怪物们正渐渐逼近 要不了多久就无法派遣救援部队 都给我先冷静下来 你们说的话有两处错误 第一处错误是说目前的防御线很坚固 你们真的觉得现在的前线看起来坚固吗 因为怪物突然出现 别说是神器了 就连大炮都还没排列好 就算可以在怪物们到达之前排列好 可如果你们离开前线 这里就只剩下新兵了 你们觉得只靠这些新兵 就能抵挡住魔像军团的攻击吗 第二个错误之处 就是以为仅凭你们就能救回一般捷铃 边境博的果园里没有任何防御设施 就只有缓坡和平原而已 但是却有50只属于大型精锐怪物的魔像区内 哪怕那里有城墙 你们也百分百会全军覆没 更何况那里都没有任何防御设施 你再好好想想 只靠你们怎么可能救出一般捷铃 这个游戏之所以是防守类型 是因为最终保留了城墙的压倒性优势 但是如果在没有城墙的平原上 和怪物们正面对战 那就是在自寻死 殿下就算我们会全军覆没 也一定要去救小姐 但你们想过吗 那根本不叫作战 那叫送死 难道只要你们过去送死 那些怪物就会放过一般捷铃吗 我需要一个可实行的作战境 而不是让各位白白去送死 那您到底打算怎么做 如果谁都不去救小姐 那她一定会没命的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就像老兵们说的一样 如果不去支援 一般捷铃一定会丧命 但是如果想要救她 就要挑选最优秀的成员组 从救援部位 至少要把主要团队的队员们都派回去 还需要在一些主要团队对付怪物期间 但是只要防御线崩塌 那么游戏就会提前结束 直到这时 爱诗才明白当时边境国所处的境内 全员听令 我不会让你们中的任何人前去支援 因为答案其实是从一开始就定了 我们不能白白浪费战力 要把所有的战力集中在这里的防御线上 一个人的生命和数万人的生命 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任何游戏 要是这里的城墙倒塌 那么克罗斯罗的数万民百姓就会丧命 最终甚至会导致人类世界陷入危险 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前线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继续攻略 要是游戏都结束了 那么是否营救SS2角色还有什么意义 我再明确地说一次 我不会让你们中的任何人前去救援 在克罗斯罗德的东南部 有一栋破破烂烂的别墅 那是边境博生前居住过的地方 果园和别墅不同 到处都有近期打理过的痕迹 可相同的是 都处于无主的搁置状态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回暖的时候 即便是被怪物的血污染的这片土地 也会有很多数开花结果 一般杰林突然意识到 听说在那之后是爸爸一个人打理这个地方 就在几天前 他应该还在这里打理这些书 说不定还在祈祷着今年的水果可以打丰收 哪怕他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可真是愚蠢 一般杰林在心里暗骂一声 一般杰林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而他马上也要离开这里 这里从前就是一处废墟 今后也将一样 守护这里数百年的克罗斯家族的结局 就是这样不值一提 除了死亡和灰尘 最终什么都没留下 就连家族的名字和谨慎的荣誉感也被卖点 换成了一张薄薄的纸片 身为克罗斯家族的最后一个残兵败奖 都没上过战场就要逃跑 我以后就不能来看你们了 因为我要永远地离开这里 虽然他明知道不会得到任何回答 但还是不自觉地期待着爸爸会不会严厉地斥责自己 我原本还有很多话想对你们说 可是我现在都想不起了 一般杰林突然感觉有些血泥 有些头痛欲裂 甚至感觉地动山摇 难道是事到如今才陷入悲伤之中吗 他还记得小时候 自己问妈妈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去那里 我听爸爸说过 他说克罗斯家族的继承人必须去前线战斗 难道妈妈不想让我去守护大家吗 这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 因为那就是克罗斯家族制人的宿命 我只是有些难过 妈妈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吧 你不知道每当怪物们攻进来的时候 就会担心爸爸 也不知道我长大也要去那种地方战斗 妈妈抱起一般杰林摸了摸他的头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知道和你爸爸结婚后 就会在每一个怪物们攻进来的夜里以泪洗面 也知道生下你以后 你早晚有一天也要去前线战斗 甚至知道我会为你的命运打到难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爸爸结婚 为什么要生下我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的 可能是为了传承吧 一般杰林的妈妈已经去世三年了 可是他至今都没想明白 为什么妈妈明知将来会有多么害怕和难过 却还要选择独自面对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 太阳快落山了 他觉得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 临走之际一般杰林挤出了一个笑容 他记得爸爸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叛过自己笑容 调整好心情之后 一般杰林马上就要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巨大的蒸汽魔像出现在他面前 就在一般杰林准备离开克罗斯罗德的时候 一只蒸汽魔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没有一丝反应的机会 一般杰林整个人倒飞出去 直直撞到墙壁之后晕了过去 很快身体各处传来的疼痛将他唤醒 武器就掉在身前不远的地方 好消息是他并没有昏迷太久 一般杰林也不知道魔像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没等他自己想明白 身体就已经动了 也就在这时蒸汽魔像猛的一拳砸了果 一般杰林被一拳轰到了别墅里 但由于身体的本能 他用盾牌挡下了刚刚的攻击 你这该死的家伙 竟然擅自闯入别人的家里 快点上吧 你这个黄牛般的家伙 看我把你打成一堆废体 可下一命 又有两只蒸汽魔像出现在一般杰林面前 他只能一边抵挡攻击的同时 一边进攻另一只怪物 但很可惜 进到房子里的蒸汽魔像一共有三只 一般杰林再次被怪物一拳命中 该死的家伙 你们也该适可而止 一般杰林不顾身上的伤势 再次重向蒸汽魔像 他已经吸收了太多伤害 所以每一道攻击都威力十足 而且他刚刚的两次失利 是因为被蒸汽魔像突然偷袭 以及被三只怪物一起夹击所产生的结果 身为SSR级的英雄 一般杰林根本不会被这些怪物轻易打 他突然想到 这些怪物的进攻时间比预料的早了一天 所以一般杰林决定回去告诉他 敌军已经来袭了 但当他走出房子的瞬间 他愣住 面前还有无数只蒸汽魔像正朝着这里紧紧 一般杰林这才明白 刚刚的三只只是打头阵的侦察兵而已 而他现在看到的 才是怪物们真正的大步 一般杰林知道自己不可能战胜这么多怪 他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可马尔早已经因为惊吓正脱了缰身 现在他唯一能去的地方 就是克罗斯罗德 一般杰林的腿已经受伤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跑回去 可现在这种情况 不管能不能做到都要尽力一试 目前和敌人还有一段距离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可就在这时 天空中的魔像动了起 一般杰林下意识就要拿起盾牌防御 可惜命运动人 一般杰林被自己扮倒 他的特性漏洞摆出在最关键的时刻处 强大的魔法如雨点般洒向地面 好在一般杰林在这次攻击中捡回了一条性命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 因此对目前的情况快速做出了盘谱 一切都结束了 克罗斯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也将永远留在这里 死亡就这样虚无飘明 又出乎意料的道理 一般杰林放弃了挣扎 但是他很不担心 他还有很多事没有做 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冒过血 也没有尝试过新鲜事物 甚至还没有长大 就连自己到底想做什么都没有考虑 一切就要结束了 他不愤怒也不能 只是觉得遗憾 这就是这位少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所感受到的情感 克罗斯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也将留在这片土地 虽然他还没来得及长大 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尝试 但一切就要结束了 正如克罗斯家族的先辈们一样 既然还有那么多事没做 怎么能就这样放弃呢 一件一件的把没做过的事都尝试一遍 人生很短暂 要认真的浪费才行 别让自己留下遗憾 我来救你吧 可爱的学妹 时间回到半小时前 在克罗斯罗德南边的城墙上 我再明确的说一遍 我不会让你们中的任何人前去救你 救援部队由我一人组成 我独自去救一般杰林 您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主君 您不是说这个救援计划没有可行性吗 结果却说要自己去 您是要自寻死路吗 要是带上其他人 只会白白增加伤亡人数 而且碍事正好 还有几个提前准备好的秘密武器 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逞强 但如今他也只能放手一步 大家一直以来都在我的指挥下坐着 因此应该也很清楚 我不仅非常了解那群怪物 而且在胜算极小的情况下 也能成功攻略 再加上这次我也有逆策 所以有很大的胜算 大家就相信我 让我自己去吧 没时间了卢卡斯 你来负责指挥前线 还是让我去救一般杰林吧 请主军留在这里指挥前线 每个人都有更适合的角色 这个前线需要你 可是我们同样需要主军灵 那你更要相信身为主军的 我做出的叛徒 我答应你一定会完好无损 如果碍事在这里放弃了一般杰林 就等于放弃了这次战略中 最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救能救的人 这是唯一一个既能救一般杰林 也能守住前线的防复 这里就交给你了 莉莉朱皮特 你们是魔法师 就算我不说 你们应该也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请务必要全力以赴 您可要平安归来啊 电信 我还指望您给我发奖金 您就放心吧 电信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德米安 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 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 就看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就这样 碍事在嘱咐好一切后 独自出城 给我好好参加卢卡斯 我一定会回来的 卢卡斯没有回答 骑士里就是他的道路 碍事这么做 并不是因为一个SSR英雄 有多么多 就像边境博和他的家族 舍命守住这里一样 他也想守住边境博的女 克罗斯家族最后的幸福者 我来救你了 可爱的学妹 你先把这个喝了 恢复一下体力吧 你来这里做什么 应该立刻逃跑了 你没看到那里的魔像军团吗 只靠我们两个是对付不了的 一般杰林已经放弃希望的时候 碍事出现了 他的身材不算魁梧 却正好挡住了面前的所有怪物 但一般杰林很清楚 仅凭他们两人是无法战胜这些怪物 你快点逃回克罗斯罗德吧 我来帮你拖住他们 但现在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天上的魔石魔像 应该马上就会使用魔法 不过好消息是五只魔石魔像中 只有两只作为突击队来到了这 他们是有着精锐称号的高段位怪物 可以说这些家伙就是这个场景的话 你在发什么袋 难道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留在这里会丧命的 反正我现在是孤儿已经无所谓了 但是学长与我不同 皇子殿下现在是克罗斯罗德的心灵主 不过一般杰林话还没说完 艾师就将药水塞到了他的左边 终于安静下来了 快点喝下去恢复体力了 孩子就应该有孩子的样子 偶尔也需要依赖大人 其实艾师已经期待这个瞬间很久 出来吧 巨大蒸汽魔像 只见艾师头顶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随着一阵电流的滋滋声 一个硕大的头颅出现在魔法阵之中 紧接着 在第二区域战胜的BOSS就从魔法阵中跳出 他光是落在地上 就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看到一般杰林脸上的表情 艾师内心非常满意 也算不枉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 一阵蓝色的光芒闪过 艾师获得了巨大蒸汽魔像的操纵权 可能因为是BOSS的原故 巨大蒸汽魔像有着各种各样的技能 就在这个时候 魔石魔像手中的魔法已经蓄力完成 几乎一瞬间 受到魔法攻击就朝着艾师两人飞去 只见巨大蒸汽魔像随着艾师的动作抬起声 一道蓝色的屏障便包裹住了他和身后的人 魔石魔像的攻击全被这个屏障挡下来 这个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之前打败的怪物吗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我这次刮出来的彩票 短暂的交手之后 魔石魔像又回到了地面 因为发现远程炮击没有用 所以打算以数量来取胜 有本事就来吧 让我看看你们的战术到底有没有用 话音刚落 巨大蒸汽魔像就直直朝着怪物群中 魔像军团也不甘示弱 他们准备与巨大蒸汽魔像硬碰衣 眼看就要撞到一起的时候 巨大蒸汽魔像跳到了空中 接招吧 你们这群家傲 这可是必杀鸡 巨大蒸汽魔像砸进了怪物群中 无数魔像被砸得四分五裂 怪物的种类 但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级 其中Boss怪物和另外两类的级别完全不同 它们作为引领一个军团的子 拥有极强的力量 实在没办法将其视为单一的个体 正因如此 巨大蒸汽魔像在面对魔像军团的事 依然能够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即便控制怪物光和召唤魔法 只能使用一次 也仍然可以看作是游戏中的作弊道具 狗无腹鸡之力的艾尸 独自出城营救一般杰林 他的依仗之一 便是在第二个地下城击败的怪物 即便面对成群的怪物 巨大蒸汽魔像依然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但就算狮子咆哮 猎狗也不会退缩 对怪物们而言 除掉人类是行动的首要原子 可它们唯独对叛徒格外敏感 就算是在墙的Boss克体 也无法面对50只巨型怪物 巨型蒸汽魔像仿佛是被蚂蚁群啃食的糖 不过艾尸从一开始就没期待它会击退所有敌人 只要能争取足够的时间就够了 我们趁现在逃跑吧 反正那个家伙只能用一次 趁他给我们争取时间的时候逃跑 你的腿怎么样了 虽然还能走但是不能跑 为了你的性命 现在必须让他跑起来 说着艾尸便将手中的药水全都淋在一般杰林土上 现在好点了吗 能不能跑 当然可以 现在没问题了 那就出发吧 往北边跑 我把马拴在那里 但就在这个时候 魔石魔像又一次动了起 他们手中再次开始积蓄魔力 学长快看淡了 他们又重新飞到空中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那些魔像也都追过来 看样子他们不想善罢甘休 不等艾尸思考对此 魔石魔像的攻击已经射向了 好在关键时刻 一般杰林拿盾牌护住了艾尸 干得漂亮一般杰林 但是非得配合你的身高弯得这么低 谁让你个子那么高 不然你就挺直腰板 用身体抵挡那些攻击 虽然和一般杰林斗嘴很有意思 但那些魔法炮确实极具威胁性 所以艾尸便优先以魔石魔像为攻击目标 几乎在输入指令的瞬间 巨大蒸汽魔像就动了 他在挡下攻击的同时 重创了另一只魔石魔像 短时间内艾尸他们应该不会再受到魔法攻击 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追过来的魔像 真是可恶 说着一般杰林就一跃来到魔像头顶 紧紧一枪就贯穿了一个魔像的身体 你刚刚有点酷啊 竟然还会翻跟踢 你不要这样突然夸我 马到底在哪里 就在那里 我们马上就到了 但马尔看到两人身后的怪物 立刻开始疯狂地挣扎起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两道魔法攻击从艾尸身边掠过 精准命中了艾尸拴马的那棵树 原来那是魔石魔像临死前的最后一次攻击 虽然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也成功破坏了艾尸的技术 现在艾尸失去了唯一能逃离这里的方 看来我们得改变一下 要实行逼技术 我们现在要把他们全部解决 全部解决 就凭我们两个 你疯了吗 这是唯一的办法 你要不要试试看 事已至此一般杰林只能硬着头皮冲着去 很好 一般杰林 你专心负责防御 只有在储存伤害攒满时才能用枪 那么谁来负责攻击呢 攻击就交给我的皇子之拳吧 中防一体的一般杰林竟然只用来防守 而手无腹机之力的艾尸却要负责输出 艾尸紧紧一拳 就直接打爆了一个普通魔像 一般杰林不禁好奇 皇子之拳的原理究竟是什么 原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依靠头子之神的庇佑 虽然艾尸知道 将攻略作为目标的人不能依赖运气 但即便如此 为了能将手中的道具使用到极致 他依然在不断使用幸运之时 可如果一味地依赖运气 攻略最终只会失败 用返还伤害解决掉右边的家伙 之后挡住左边的攻击 作为游戏中的最强坦克 一般杰林完美地完成了艾尸的指令 干得漂亮一般杰林 我也要上了 艾尸明知道有一天会出现这种节目 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幸运手套第一次打出了零点伤害 失误的代价 就是身为攻击者的艾尸 反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一般杰林被艾尸的样子吓到了 学长 你的左手 别大惊小怪的 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淋下药水后 撕裂的皮肤重新愈合 断掉的骨头也结好了 虽然经过了应急处理 但艾尸的左手已经不能再使用 给我争取十秒钟 就休息十秒能行吗 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他们来了 一般杰林拼命挡下魔像的攻击 该死 你们这群石头给我适可而止 艾尸很清楚依靠运气 最终会使攻略失败 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要使用幸运手套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为了应对运气不好时 给自己留了最后一条后路 艾尸一枪射出 面前的三只魔像全被魔枪击碎了 这就是艾尸的第二张底牌 用蜘蛛女王魔力和铸造的SSRG魔枪 虽然他是德米安的 但是艾尸先借来截然为之急 他把目前属于开挂级别的道具全戴上 贵的就是能在左手受伤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解决掉这些魔像 虽然魔枪很难架用 但如果是像现在这种超近距离的设计 即便是数据平平的艾尸也可以轻松命中 不过强大威力的代价 就是这把枪拥有恐怖的后作力 艾尸无法想象 长期使用这种装备会有怎样的后果 他不禁想到了德米安 可除了在心里向他道歉 艾尸也无法做出什么本 与此同时 一般杰林那边的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 他用返环伤害击败了 最后一支跟过来的猫星 直到此刻 艾尸才终于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虽然我还有很多话想 但是就先问一件事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说过 会把他们全部除了 我们先回别墅吧 那里还有其他几个保险 他们追过来 我们肯定死路一点 想要活着回去 就要在这里把他们都除了 此刻巨大争气魔像 已经在战斗中陷入烈士 按照目前的情况 他也坚持不了多久 但从艾尸把它召唤出来开始 就有一个让艾尸特别关注的记录 在艾尸输入指令后 巨大争气魔像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事 只可惜他的自爆并没能杀死所有的东西 既然是一次九死一生的救援行动 所以这座城里最弱的 担负起了这最危险的行动 为了能成功救下一班杰林 艾尸一共准备了六个保险 第一个就是能打出无限伤害的幸运手套 但很可惜艾尸的左手因为幸运手套断掉 第二个就是现阶段能秒杀一切的SS2级魔枪 不过现在魔枪只剩下最后两发子弹 第三个就是已当时的BOSS级怪物 可在怪物的围攻中 巨大争气魔像只能自爆收尾 如今在艾尸面前 依然还有14只魔像需要他们解决 我们必须在他们清醒之前跑到别墅了 但就在这时 魔石魔像的攻击再次飞过来 学长 空中的那个东西还在攻击我们 毕竟是游戏中的最强坦克 一般杰林很容易就挡下了攻击 最难对付的那个家伙还活着 没办法 坏人总是能活到最后的 好消息是空中的魔石魔像只剩下一名 另一个在巨大争气魔像的自爆中被干掉 此刻距离边境国的别墅已经近在咫尺 但没了巨大争气魔像的限制 魔石魔像的攻击不断骚扰着量 终于 一般杰林的盾牌耐久度被耗尽 可魔石魔像的攻击并不会因此停止 如果无法挡下这道攻势 那这次救援行动也就到此为止 关键时刻 一般杰林凭借返还伤害 抵消了魔石魔像的攻击 但骑兵枪并不是用来防御的武器 一般杰林的枪断了 此刻魔石魔像的攻击已经近在咫尺 一般杰林冒着受伤的代价 抱着艾师躲开了这一波攻势 我没事 快跑到别墅里面 在魔石魔像的下一波攻击到达之前 两人总算如愿进入了别墅 现在按照你说的 我们已经到别墅了 可是魔像们也都跟了管 学长你是有什么好办 可以改变现状吗 相信我 学妹 我虽然不是身骑白马的王子 但却是一个还不错的骗子 说着艾师就将手中S2级的魔力 和朝着门外扔去 别墅虽然已经坍塌了一步 但正因如此周围有很多建筑 怪家艾师刚刚扔出去的S2级魔力 刚好可以使用艾师的第四个保险 几乎一瞬间 自动防御炮台就堵住了别墅被打破的 眼看魔像们就要进入别墅的时候 自动防御炮台的准备完成 他的炮管开始快速转动 冲过来的魔像们很快就被打 四分五力 依照目前的火力情绪 艾师他们暂时是安全的 你们这群该死的怪物 以为我会在这里就倒下了 但剩余的魔像突然开始撤退 他们好像意识到继续战斗 就会全军覆没的起 艾师很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面对的这些怪物们智商好像很高 不管是在游戏中 还是之前的工程战中 明明都没有出现过这种行动 不过两人也总算可以喘口气 看样子我们暂时安全了 学长你还真是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手段 我今天使用的药水都快够一辈子的用力 说着一般杰林将药水倒在了自己肩膀上 学长你还有什么计划吗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群怪物看样子是暂时不会过来 先等到太阳落山再说吧 因为到时候我可以使用其他保险 就在这时 一般杰林抱着肩膀不断抽出钱 爱师记得那是刚刚他抱着自己是受伤的位置 但爱师没想到连药水都无法压制他的痛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找找有没有绷带之类的东西 虽然边境博早已不上战场 但绷带这种东西家里依然还有不少 这样应该会比刚才要好些了吧 谢谢你学长 你好像对这里很熟的样子 因为我前不久还常常来这里找你爸爸 话说回来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酒 好大的酒味啊 那是因为克罗斯边境博是一个超级大酒 每次我过来他都要拉着我陪他喝酒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爸爸的酒瘾可是很严重 几乎是整天酗酒的程度 怎么可能呢 我记忆中的爸爸 可是一辈子都没碰过酒 在女孩的印象中 父亲是一个一辈子都没碰过酒 因为边境博不知道怪物会何时闯 所以身为领主 他必须要以完全置资应战 可当一般杰林再次回到这里时 却发现房间里到处都摆满了酒瓶 看来你离开的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变故 他过得非常煎熬 已经到了没有酒就难以度日的地步 听到这话的瞬间 一般杰林愣住 即便如此 你还是恨你爸爸吗 对不起 我依旧无法原谅他 如果三年前边境博放弃城市 去救了你妈妈 那你就不会怪他了吗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痛恨你 但是当时你在城市里 如果当初你爸爸去救了你妈妈 那么会有危险的人就会是你 你爸爸并不是抛弃了你妈妈 而是守护了你 你不是也很清楚这一点吗 你说的没错 爸爸已经竭尽所用了 他一向如此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但是 除此之外我还能怨恨谁呢 妈妈惨死在怪物手中 我气愤伤心到快要疯掉了 但是他们却告诉 憎恨怪物也无济于事 因为那只是事物 是灾害 那么我到底要怨恨谁才行 我一直都知道 我知道这样很卑鄙 不去埋怨罪魁祸首 反而把爸爸当成出气头 这确实是卑鄙的行为 但是我不埋怨谁的话 就感觉难受得快要死掉 不是去恨和自然灾害无意地 让人束手无策的怪物 而是怨恨眼前可以负责的健在之能 因为比起忘却伤痛 怨恨他人要更加简单 你知道吗 爸爸欣然地接受了我的怨恨 他说都怪自己没有去救妈妈 都是他的责任 所以我就更加毫无顾忌地讨厌他 但是事到如今 你却让我原谅爸爸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果也不是爸爸的错 那一切究竟要怪谁吗 谁都没有做错 我们所有人都只是想努力活下来的 任何人都没有恶意 大家都只是在为了生存拼尽权利 但是怪物的闯入却伤害了人类 无论是家人 朋友 还是同伴 全都命丧怪物之事 人本就脆弱了 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想活下去 就需要一个具体的怨恨对象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来怨恨我吧 我替你爸爸担起这份怨恨 因为我现在是克罗斯罗德的领主 是这个地方的负责人 这个地方的人们都需要怨恨的对象 需要有人负责承担这所有的地理 如果这份怨恨也是这期间 克罗斯家族背负的事 那么作为新领主的爱事自然也要接受 我来当你的怨恨对象 所以你现在稍微理解一下你爸爸 他想要的不多 他只是希望你能幸福 我也是因为他的那份希望 才会这样拼命救你 别乱摸了 我的刘海都被你弄乱了 一般杰林有点脸红地看着爱事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他刚准备开口的时候 大地再次震动起来